把好兄弟推进了80年的老汉侧里 并让他在粪坑里待够一天 我自己则躲在马棚的石草里 而我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江湖上臭名昭著的血教 来到了我住进的客栈 他们会残杀老弱病残 并把孩童抢走培养成血教的走狗 在上一世我就是被血教抓走 在正道门派里当了十年血教奸细 那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到了剑仙秘露 那是600年前剑仙遗留下来的传奇秘籍 我一口把蜜露吃下肚子 想一次跟武林联盟做交易 而我的要求只是去除我体内的血骨 血骨是血教重镜叫土体内的骨骤 只要一天没吃血教的解药 就会被血骨吞噬至死 这对武林联盟来说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可他们在发现我找到剑仙蜜露后 却违背适应 我威胁他们 我把蜜露藏到了只有我才能找到的地 只要帮我去除血骨 我就乖乖奉上 我只是想摆脱血教 做一个不被人控制的普通人而已 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活吧 我不服 凭什么让我过这种日子 可对方并没让我继续说 更残忍地挑开我的肚子 这一下连带着里面的蜜露都被切成了两半 下一刻 我的身体居然燃起了蓝色的火苗 但这火焰丝毫不烫 不知过了多久 我只觉得脸上一凉 随后一个机灵做起 我发现我的身体居然毫发无伤 喂 邵云辉 清醒了吗 这次的啤酒又是我们赢了 他们两个是宋左白和宋右雪 乐明昭著的血脚高手 为什么我能看到他俩小时候的样子 我年幼时确实跟他们很好 我拿起镜子 我发现我的样子居然是我年幼的时候 这时宋左白起身就朝我踹了一脚 随后阴沉地对我说把酒钱拿来 这一下摔得我头晕眼花 随后我疑惑地想 就算是做梦这痛感也太真实了吧 接着我猛然做起 一把抓起宋左白的衣服问他惊息是何年 宋左白一脸懵地问我发什么疯 一边的宋右旋说道 1950年4月初九 我听完一愣 这不正是我死那天的十年前吗 想把我一把抱起宋左白狂想 见到你真开心 左白真的好开心啊 随后我一愣是 刚好十年前 十年前四月初九的话 那不正是血脚把我掳走的那一天吗 想把我急忙跑到一边翻起杂物 宋左白大声喊道你在干什么 不会是身上没钱吧 我连忙喊道 你们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跑路 宋左白听完顿时想上来打我 而这时我终于找到了 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小谭剑 上一世我把他弄丢了害的我特别厚 喊着救命的声音 能听到惨叫说明已经开始了 宋左白二人看着外面慌张的说 那些人是谁啊 我扒拉开他俩向外面看去 只见院子中横尸便移 年轻一点的被他们绑在一起 我对着宋家兄弟说道 他们是血脚组织 接着我转身就走并说道 没时间了 想活命就赶紧逃 接着我就从后门跑出 我可没工夫管他俩 反正他俩就算被掳走之后 也会成为高手 不管了 接下来只要我能从这家客栈中 活下来就好了 对了 这次好像还有个人 是跟我们一起出来的 是我的小跟班阿松 我连忙朝阿松那间房跑去 我俩就像亲兄弟 我可不能把他扔下 我打开门大喊道阿松快起来 接着不等他散 我上前一把拉住 他的胳膊就往外跑 血脚的家伙闯进来了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闯进客栈的里面 阿松在后面疑惑地说 血脚不是被武林联盟 给打压得差不多了吗 别问了 我说是就是 不能走出口那边 因为整个村子都被包围了 要是从那边走 肯定被抓 也不能躲在那些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那些家伙不是来抢钱的 而是专门来抓我们这种人的 他们肯定会把能藏人的地方挨得搜查一遍 不论是衣橱还是酒缸都会瞬间被发现 我们要躲到一个让他们想不到会藏人的地方 就算想到了也会打消这个念头的地方 接着我带阿松来到了客栈的陈年老汉层 绝对不会有人想到我们会躲在这里 阿松绝望地喊你让我一个大活人躲到粪坑里 我做不到 我直接把阿松推进去 我可是把唯一的粪坑让给你 你就感谢我吧 我一脸懵地看着手里的短剑 我靠难道是有鬼附身到剑身上了 是你个大头鬼啊 我是你母亲的遗物小弹剑 等等 你刚刚回答了我说的话 你一个人类竟然听懂了剑音 接着从剑里冒出来一个小 你既然能听到剑音 是不是也能看到我的化身 我心想 难道我现在看到了幻觉了吗 这是幻觉 看不到听不到 剑灵剑状气急败坏的喊道 你这不是都能听到吗 我们剑灵只要跟人类接触 就可以听到人类的心声了好吗 我靠 我居然真的能看见 这时我听见附近传来角度 我连忙让剑灵消停一会 不远处一个男人蹲下看了看脚印 随后看向马棚 接着来到了马棚附近 我拔出小弹剑严阵阵以待的紧钉前方 剑灵在一边说着风凉话 要是被他发现了你要杀了他吗 先不说你 有没有那个能力 首先你有那个感量吧 听听你现在的心跳 但我并没有理会他 我看着越来越近的大声 随后猛然越起一剑 就刺穿了那个人的喉咙 哈 你错了 宝子这是心酸 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都会活下来 把好兄弟推进了80年的老汉策 并让他在粪坑里待够一天 我自己则躲在马棚的石草里 而我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江湖上臭名昭著的血脚 来到了我住进的客栈 他们会残杀老弱病残 并把孩童抢走 培养成血脚的走路 虽然我藏得很隐秘 但对方毕竟实力一流 随即我就掏出小弹剑 以防万一 可这时我的剑居然说话 随后就窜出来一个小人 他说他是小弹剑的剑 但我此时并没有心情搭理 因为我的父亲来了一队 我屏住夫妻看着越来越近的声音 随即猛然越起一剑 刺穿了对方的喉咙 情况变得更糟了 因为血脚武士们的规矩 是一比三个人形 被我杀的这家伙的 其他队友很快就会有 所以我得赶紧把尸体藏好 抓紧地弹 这时剑林让我看后面 只见我后面的客房里 不知何时多了一遍 那个人懒散了对武士 我看得正起近 你继续 这下糟了 他的腰带是红色的 这代表着他是终极武士 现在的我对上终极武士毫无胜所 那个人缓缓地朝我走的 瞧你也不像武功多好的样 虽说是偷袭 但能杀死一个低级武士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你这样的应该算是中等商品 这样吧 你只要投降我就饶你一命 这时剑林出现 问我用不用他帮我 但我直接无视他 随后不屑地对武士说道 你要是真想杀 我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你是不是想抓我 却害怕像刚才那家伙一样被我杀了 现在我只能故意让他 以为我是个装腔做事的小猫 让他松懈大意 果然 那个人听完顺势一阵等性 随后就掏出长剑向我打 我低头看看躲过这一击 接着左手就朝他喉咙刺去 但却被他一把提起 随后他一把将我提起嘲讽了 即使你眼神在好 手上的动作也不慢 你杀低级武士的是我可以当作 乖乖跟我走 我撒开左手握着的小弹剑 接着右手接住 随后猛然挥出 如此近的距离 他必死 可没想到我这一击居然被他避开了 不过这一下也砍伤了他的左眼 这一下彻底把他惊怒 他迅速上前一个飞踢 我只觉得像是被犀牛撞了一样 是我想的太乐观了吗 谁能想到那么近的距离居然能躲 这下除了正面对决别无他方 虽然伤口没法太深 但他的左眼视线还是受影响 那就只能利用这一 那个武士抽出常见脑木打 本来只是想教训你一下带回本校 但现在你必须死 然后怒吼地朝我冲来 我看着冲满血气的剑 这是血叫的基本剑 卸血剑 快到我根本看不清他的招式 而且这家伙还有一臂开药还攻击我 他就是打算把我折磨死 下一刻他向后蓄力想要攻击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时候 剑灵告诉我队子正前面 我下意识一抬手 这一下正好挡下了武士的致命一击 不过这一下的冲击力也把我心肥 我居然挡下了他的攻击 这时剑灵冒出来反驳 那是你挡下的吗 要不是我告诉你刚刚你就没命了 就那种三流剑法 在我眼里就是慢动作 所以用不用我帮你啊 剑状我也不再小瞧他 抱歉了 无视了你两次 剑灵满意的回到 行吧 那我就废废心 毕竟你这个稀有品种 是我这47年剑生中第一次剑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 来吧 在我看清他的招式后 你有反击的办法吗 但现在这个形势不尽 他已经让我伤过一次 肯定不会再让我近身 他势必会严防死后 但我们只要惹他击发 就会有机会 那个武士此时也不敢相信 我挡下了他面招 他只能强行认为武士运弃好 随后提剑再次朝我攻来 防空暴雨般的攻击接踪而至 我在剑灵的指挥下连剑鼻 武士有些不敢相信 我竟然挡下了他的每一招 他的左眼此刻也被血液影响 看不清情况 我一个剑步窜进他的左眼盲区 感觉像我这边挥剑 我一个低头躲 就当我以为机会到来的时候 却不曾想郑重对方笑 来不及反应 对方的飞踢已经袭了 我慌忙抬手抵挡 这一击直接踢断了我的胳膊 武士剑撞一个剑步就挥剑朝我卡 但我却暗中捏紧右手 就是现在 我在他落地的瞬间 用剑挡下这一击 后右手握剑 踢出一剑封喉 做完这些我疲惫的坐在一边 刚刚断臂是我装出来 要是他再谨慎些估计就行不通 剑铃兴奋地说我刚才那一击太帅 我回应道 幸好有你的帮助 多谢了小谭剑 下一刻剑铃让我低头 来不及反应 我只觉得一阵距离 人后意识一阵魔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出手的是一个高级武士 他自言自语 真是荒唐 那两小子一直没回来 我才匆忙赶来看看 竟然死在了一个 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手里 生死面前 尊严还重要吗 在上一世 我在客栈中遇到了血叫抢劫 他们会杀掉老弱病残 把有天赋的孩童抢走 培养成走狗 而我因为走火入魔丹田被捕 他们便打算杀掉我 我一听顿时被吓得尿了裤子 随后我连忙跪下 求他们放过我 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干 如今我重活仪式拼命挣扎 可还是被血叫抓了起来 我的双手也被绑了起来 我问小谭剑我昏迷了多久 可并没有得到回应 是因为没在我手上的员工吗 拿着小谭剑的血叫队长出声道 真是令人意外啊 听说你是个没有丹田的公子哥 可刚才居然用一把短剑杀了我两名部下 看来即便没了丹田 也不愧是武家之子了 面对着众多血叫重用 我内心思考着怎么才能找机会逃走 可没想到他们队长直接下令杀掉我 我看着走来的武士心想 真该死 这该怎么办 没办法 只有像前生一样跪地求饶了 我连忙大喊道 请别杀我 大侠 无论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照做 队长戏谑地看着我说道 别动什么歪脑筋了 杀了我两个部下就乖乖付出代价了 说完便让手下动手 我顿时菊花一锦左右观察 想着要怎么拖延拖延时间 下一刻一阵笑声唐来 那个队长嘲讽我道 看你这为了活命转动眼珠子的模样可真倒笑了 不如让你像条狗一样拴在地上爬吧 这时我看到了一把剑 一个剑兵还随身佩戴白皮饰品 没错 就是我认识的那人 随后我当即跪下大喊 拜服血魔 拜见四血星 四尊者以及七血星是率领血教的十一名古败 前世虽然我一次面都没见过 但有听闻他会伪装成血星中的低级武士到队伍中观察 没想到传闻中都是真的 四血星来到我面前说道 我视察至今从来没被人认出来的 你又不是本教中人 是怎么认出来的 是您的剑 您佩戴的剑挂坠以及皮革缠绕的剑柄 听完对方又问我 不是本教教徒又是怎么认的这些 被怀疑了 不过在前世我身为血教奸细在正派潜伏了七年 这种事我已经经历过数十年 所以我一本正经的说着谎话 那是因我体内歧视流淌的血教的习 我外祖父曾经是血狼队一名低级武士参加过正邪大战 大战中因身受重伤掉队的外祖父 与我母亲一起四处流浪寻找依托之处 之后他们定居在了利狼前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住宿 可外祖父内伤却并没那么容易恢复 为了赚钱我母亲便去了一阳少家服侍他人 在那里他与我的父亲结缘声响 四血星听完拍了拍剑让我继续讲 我小时候受过外祖父的严厉训练 每当我因为艰苦训练而愤愤不平时 外祖父就会提到血狼首领卢朝满 以及他的儿子卢星秋 他说卢首领的公子在我这个年纪 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了血狼队的训练 这是他挂在嘴边的话 外祖父曾习惯性提及血教会再次找到我 五年前 他在病床上的遗言都是对血教的眷恋 四血星听完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这么一来 以你一个丹田破损 却能杀死我教两名教徒的事便说得通了 这时那个队长站起身指着四血星喊道 我说血星 你别听那小子胡扯 这些事说不定是他从哪听来的 下一刻 四血星杀气腾腾地打断他道 五首领 谁让你插话了 成了玉虎首领后 就有胆子敢打断血星说话了是吧 五首领听完顿时跪下慌张的说 属下不敢 还请血星恕罪 血星这才满意地转头对我说 刚刚失礼了 不过还有一处奇怪的地方 你杀本教教徒我可以当你是正当防卫 但在五首领面前 你为何不表明自己身份求饶 我低头说道 因为我杀了两名教徒 如果袒露身份害怕遭受惩罚 四血星听完顿时大笑起来 是我玩笑开得太过 也难怪你会那么想 既然你外祖父是我教中人 那你自然无异于是我们的兄弟 差点就错失了本教宝贵的后人了 我想让你继承你外祖父的遗旨 招你入教 你一下如何 那自然是小人的荣幸 四血星大人 我内心也是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算是活下来了 生死面前 尊严还重要吗 为了在血教手中活下来 我谎称我外祖父是血教中人 因为在正邪大战中身受重伤掉队 从而来到了利郎县养伤 也在此安家 所以我的体内流着血教的血 我靠着这套说辞骗过了血教的四血星 也因此他让我加入血教 我也只能暂时答应 我跪在地上大喊拜服血母 血是天下 本来要走的四血星听完停了下来 他说这次能找到血教后代饮食缘分 他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 我被这一举动搞得满肚子问好 可能在试探我吧 以防有诈还是随便说个请求吧 接着我就说我想要回我母亲的遗物小谈剑 四血星听完就向无首领要剑 接过剑之后他拔出剑点平板 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把好剑 随后他就用手指夹住剑剑 接着一把掰断并说道 可他该为沾染我教教徒的鲜血付出代价 希望你下次在深思熟虑之后 再决定挥剑 封完变弹只把剑弹到了我的面积 感受着这一下的威力我不禁瑟瑟发抖 他这么做无非就是警告我 但不管怎么说 眼下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随后我便站起身拔起小弹剑 刚一拿起我就听见一阵嚎叫 剑灵窜出来喊着他的头发都没了 我连忙安慰他以后 我去铁匠铺让他们帮忙修好 剑灵吐槽一阵后安静了下来 他问我真的是血教后人吗 我回答 我没有说谎 但也不都是真的 如果我说我是从十年后穿越回来的你信吗 剑灵听完只觉得我是疯了 片刻后我被血教带上马车 在马车上我把我的前世和死后重回十年前的事都告诉了小弹剑 剑灵听完恍然大悟了 我就说你怎么跟我认识的那个傻子不一样了 接下来该担心的是我要怎么生存下去 可剑灵却对我说 消息就是武器 你手中掌握的可是最厉害的武器 从未间隙的你不是很清楚吗 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什么对你不利的事你都可以避开 反之也可以变成对你有利的事不是吗 我一听也是恍然大悟 我都知道这十年会发生什么了 为啥还要琢磨怎么生存下去呢 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该好好利用才是 以后有的是机会 说不定我还能重新习武 小弹剑听完凑劲道 等你能修炼内功了 要不要我来教你武功了 这可是我的上上任主人所使的短剑剑法 除了我估计没人知晓 不过我还是挥挥手表示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跟一把剑学武功 剑灵气急败坏的喊道 狗在四叔待三年都会淫尸呢 你知不知道 冒出了蓝色的雾眼 接着我的意识就来到一片空旷的空间 就在我不知所措东张西望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急以获得剑心 便打通天书吧 这不是小弹剑的声音 下一刻我就看见 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 我被这光晃的什么都看不清 随后我就回到了现实中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剑灵抓狂的对我喊道 你在这发什么愣啊 我可是在认真传你口诀呢 我问他能不能看见 随后我抬起手让他仔细看看 我的手背上有些类似 北斗七星的点 可剑灵却怒吼道 狗屁北斗七星 我只看到了你的狗爪子 看我一把短剑教你武功 你就发困了是吧 我不教了 说完他便回到了剑中 随后我便躺下思考着这团蓝色火面 这七个点一定跟剑仙秘路有关 把好兄弟推进了八十年的老汉侧里 并让他在粪坑里待够一天 因为毫无人性的血脚来到了我们住进的客栈 他们会残杀老弱病残 并把有天赋的孩童抢走 培养成他们的走狗 而我因为把唯一的粪坑让给好兄弟 所以我悲催的被血脚发现了 虽然我拼死干掉了两个 但还是被他们给抓了起来 我为了活命谎称自己的外祖父是血脚武士 靠着一张嘴我成功的骗过了血脚的四血型 他让我继承外祖父的意志加入血脚 我也只能暂时答应 不久后我就坐上了血脚的马车 不知过了多久 马车停了下来 随后车门被拉开 接着我们就被赶下了车 这里是陆雪补 是血脚的窝点之一 各地被绑架来的孩子会在此处被培养成血脚武士 站在坛上的人是陆雪补的武术祖教头 拜血坛主 求向雄 这时有人撞了我一下 是宋家兄弟 宋左白对我嘲讽的 客栈里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结果也被抓了呀 我无奈道 一路上没看到你 还以为你溜掉了呢 这时宋左白看见我没被绑惊讶地问我怎么回事 但我却说此时说来话长 这时台上的无首领让我们安静 随后对我们喊道 看见我身后的总坛了吗 我数五个数你们就跑 我听完就做出跑的姿势 宋左白见状问我真跑啊 我连忙冲他喊道 不想死就跟着我坐 随后我便向总坛冲去 宋家兄弟刚下定决心跟我跑 下一刻 这名字传来惨叫 片刻后人群就死伤大半 宋家兄弟见状后终于相信了我的话 看着跪成一排的我 求向雄也是惊叹到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居然不用教就有自己的一套跪拜姿势 边上的女人提醒道 无首领说的就是那个小子 他还说自己是流淌着我叫血脉的后门 随后求向雄大喊道 都给我听好 你们要为自己被选中而高兴 伟大的血魔意志引导你们走向了中鱼血脚 一听这里是血脚底下的人群顿时一阵骚乱 其中一个大喊道 烧杀抢掠就是你口中的被选中吗 要是让五灵萌知道这件事 话音未落 就被人劈成了两半 接着那人淡淡道 谁要是也想像他一样就尽管了 其他人被这一幕吓破了 全都跪在一边瑟瑟发抖 随后求向雄就大喊道 现在开始举行入教仪式 接着他指着我问我知不知道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我回应道 是血骨 求向雄听完就让我给身后的其他人解释一下什么是血骨 血骨是为了控制教徒的存在 每天都必须吃下血脚的解药 不然就会被血骨吞噬身亡 求向雄见状满意道 真不愧是我叫忠诚的后来 随后他掏出血骨让我第一个种下血骨以此来表示忠心 我虽然很不想吃 但也没有办法 我上前毫不犹豫地吃下血骨 随后抱拳喊道 拜扶血魔 血是天下 多谢坛主赋予我机会 求向雄满意地说道 果然是继承了我叫血脉的后代 好气干 接着就对台下的人喊道 从前面开始一个个排好队上前领血骨 见灵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我也强忍着这股恶心的感觉 下一刻我的胸口突然开始剧痛 就像是被火锅烧一样 这个位置肯定是血骨在的地方 我看向台上的无首领 肯定是这个老杂毛对血骨动了手脚 随后我就瘫倒在地 这杂毛到底对我体内的血骨做了什么 这个像龙虾一样的东西叫血骨 一旦吃下就必须在24小时内服下解药 不然就会被血骨吞噬 而我此刻被血脚绑到了他们本地的营地 因为我此前谎称自己是血脚后人 所以他们便让我第一个吃下血骨已是忠诚 我虽然不想吃 但为了活命只能吃下 可我刚吃下没多久 我的胸口突然开始剧痛 一定是看我不顺眼的无首领做了手脚 无首领来到面前嘲讽我道 自称本叫后人的家伙 居然在接受血骨这神圣的仪式上如此大受折磨 台上的坛主球向雄询问发生了什么 无首领转头回道 小事 估计是他吞咽时刺激到了谷处 随后他来到我身边让我转过去 他用气功让血骨睡过去 我见状不禁怀疑难道不是无首领干的 下一刻 疼痛感居然从胸部移到小腹 那种感觉就像那啥一样 我连忙表示自己没事了让无首领让开 可无首领却以为我正在说谷话 而我此刻已经憋到极限 随后我就放了一串连环屁 无首领结结实实地吃了我一瓶 不久后我们被聚集在一处洞口中 见灵则在一边疯狂地嘲笑我 但我此刻却没心情搭理他 我体内的疼痛感已经消失了 而且那种异物感也没了 畅快的就好像血骨消失了一样 这时宋左白问我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则表示我又不是万事通 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 可宋左白却说我太小气 只想着表现自己 这时无首领来到我们面前喊道 现在开始等级测试 随后只向身后的洞口说道 本教的考官就在洞窟内 你们只需要得到 他们对你们的资质评价即可 测试结束后会根据结果 分给你们上中下三个牌子之一 你们最好尽力获得最佳等级 因为我叫最注重能力 看我的腰带 蓝色腰带就代表着上级武士 能力和功劳获得认可的上级武士 是可以去除体内的血污 一听上级武士能去除血污 底下的人们纷纷激动起来 而我则心想 他们都在这一次希望面前兴奋 殊不知自己已经渐渐地成为血脚教组 这时无首领拿出一个笛子说道 我说过安静吧 我见状连忙捂上耳朵 下一刻 底下的人群全都开始纷纷惨叫 因为那个笛子可以刺激血骨乱喘 不过我明明听到了笛声 可还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吹了一会无首领放下笛子 随后呵斥着众人赶紧站起来 虽然不是很确定 但我体内的血骨好像没了 要不是我丹田破损就能用内力一探究竟 边上的宋左白嘟囔的 反正已经吞了血骨 如今也没办法摆脱了 等我尽快升到上级武士去除了血骨 再找你报仇 而我则一脸懵 下一刻宋左白便举起左手喊道 我想第一个参加这次测试 随后无首领就让他去前面 在半路上他兴奋地想着 就算没有我的帮忙他也能成功 下一刻他的脸就被一记沙包大的拳头给打中 一下就给他打了个跟头 无首领怒吼道 你是耳朵被堵住了吗 我没说过不许胡来吗 哪怕是新来的教徒也不能肆意妄为 必须按命令行事 只有上级命令你们才能回答 说完无首领来到我面前 让我第一个去测试 我只能第一个来到洞窟 重活一世的我感慨着 居然还要再经历一遍这个测试 前世是一个叫海谦的首领测试的我 那时我只拿到了下短牌 从打杂开始做起 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 他问我是不是立狼献的邵云辉 这个声音我无比熟悉 他就是我的前世的直属上级 血狼队的首领 卢星秋 他见我不出声再次问 我是不是立狼献的邵云辉 我连忙开口道 在下正是立狼献的邵云辉 血狼队的首领 在下经常听外祖父提醒 可下一刻卢星秋居然拔出长剑对我怒吼 血狼队根本就没有你外祖父 你到底是谁 撒乎被拆穿了怎么办 我为了在血教手中活下来 谎称自己的外祖父是血教血狼队里 可没想到我在接受入门测试的时候 被血狼队的队长卢星秋给直接拆穿 他拔出长剑对我怒吼 血狼队根本就没有你外祖父 你到底是谁 下一秒他就来到我面前一把掐起我的脖子 阴森地说道 你敢说你外祖父曾是我父亲手下的武士 我可是从血狼队基层开始受训的 父亲手底下的每一个人名我都记得 剑铃在一边让我赶紧拔剑 如果现在拔剑情况会变得更糟 我必须得先跟他聊聊 来不及反应 直星秋一记飞脚就把我踢飞 只觉得身体都被这一击踹得四分五裂 这毫不留情的性格跟前世真是一模一样 我刚喘口气 卢星秋就又飞速地朝我冲来 要命的是我突然觉得头很晕 眼前也一片模糊 原来我刚刚撞到了后马 幸好有剑铃在一边告诉我 在剑光要砍到我脖子的时候 剑铃大喊就是现在 我瞬间就用小弹剑挡下了这一击 这一下的冲击力直接让我的小弹剑脱手 就在我轻轻挡下这一击的时候 卢星秋一脚就把我踩在脚底 随后冷声道 你是从哪听到我的事的 不安心 他终于打算审问我 随后我出声道 首领大人 难道您不想找到自己的亲妹妹吗 卢星秋听完顿时杀气腾腾地对我说 看来你暗地里倒是没少调查我 但你怎么就不知道我妹妹已经死了 我连忙出声道 卢岁和姑娘还活着 他在你父亲被杀当日被掳走 现场的尸体是假的 如果你还想听细节那就做个交易 卢星秋顿了顿 全剑把剑刺在我身边让我细数 我缓了口气缓缓说道 卢岁和现在在华月商团 华月商团是一血腥的所属地 杀害您父亲的凶手背后就是一血腥 张龙所为 处理您父亲尸体以及剑伤的都是华月商团负责 他们把现场伪装成是正道中人所 我看卢星秋沉默不语就知道要在家板击 您的妹妹就在宇航金海县的华月商团分部 那里眼线众多 您派个信得过的人去打探一下就知道 我看着沉默的卢星秋随后说道 如今我可以当作是交易成功了吧 下次如果我有需要 还请助我一臂之力 卢星秋把手伸向我说道 如果我发现你是在骗我 那无论你走到哪 我都会干掉你 随后他把手和我握在一起 我也借此站起身 接着卢星秋表示如果我说的是真的 他卢星秋便视我为恩人 我双手抱拳表示感谢 随后我发现我手中多了一个东西 居然是终极牌 卢星秋表示我能挡下他两招 就说明我有这个实力 我谢过之后便走出洞口 而这时其他人也都陆续地测试我 这是真的 而我则拿着终极牌对它炫耀 这只像龙虾一样的东西叫血骨 只要吃下去在24小时内 就必须吃下解药 要不然就会被吞噬 而我吃下后 却把血骨消化成了一个屁给排出了体外 虽然我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但这应该是跟我前世吞下的 剑仙秘路有关系 就在刚刚 我在血教的新人测试中 取得了终极令牌 宋左白看见我居然也得到了 终极令牌很是不服 在回总坛的路上 宋左白问我是不是走了后门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下一个测试 一定要隐悟 我则对此很是无奈 这真是前后夹击都巴不得吃了我 前面的吴首领也是对我 是单单 但是因为血狼对首领 卢星秋跟他说我确实是血教后人 他没办法找茬了 所以才生气的 眼下我最重要的就是制造机会修复丹田 虽然修复丹田几乎难如登天 但我这么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江湖上有一个叫万死神医的医生 据说他可以包治百病 只要支付酬劳 谁都可以接受治疗 听说他连破碎的丹田都能治愈 十个月后他会来到陆雪谷 虽然我身上没有钱 但我只要帮他找到草药就行了 因为十个月后他会来到这里寻找草药 而我身为重生者自然知道草药位置 既然已经重生 那我当然要试试在血教打拼出一片天地 不久后我们回到了总坛 可映入眼帘的居然是尸横便宜 而台上站着一个身穿虎皮大衣的男人 那个男人在看见我们之后 一把扔下了手中的人 无首领剑撞连忙拔剑 让我们全都退到他的身后 可下一秒他的手腕就被那个男人握住 紧接着就是一拳 无首领居然被这一击直接秒杀 他居然一击就秒杀了一流高手的无首领 这哪怕是弹主都做不到 我前世从来没听过这个十七路学补有这种高手 跑强的威压 他到底是谁 紧接着那个男人两手一拍 我只觉得迎面像是刮来九级大风一样 随后就听见一阵刺耳的声音 这声音震得我脑袋都像是要爆炸了一样 其他人甚至都口吐白磨倒地不起 而那个大胡子挠了挠胸口嘟囔着又是一群罪力 就在我耳膜都被震得鲜血直流的时候 我的胸口突然传来炙热的气息 瞬间耳鸣就消失了 而且伤口也好了 这时我听到了宋左白的声音 只见宋左白对着大胡子喊 只要他有一口气子 就绝对不会让他动自己的弟弟 大胡子听完却邪魅的一笑说着通过 随后就一拳把宋左白打晕 我健壮也是想着赶紧跑步 可没想到一转头就被大胡子发现 我连忙撒腿就跑 当我刚迈出左腿这一瞬间 大胡子就闪现来到了我的身后 随后抬起八十年没写的大姐 紧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吴首领被人叫醒 是坛主回来了 他问吴首领发什么什么事 吴首领回应他 不知道哪里来了个你 那人武功高强 连他都被一击打败 身穿虎皮大衣 剔头散发身形高大魁梧 坛主听完就嘟囔道 看来打云吴首领 劫走孩子们的应该就是那位 师尊年恶天 师尊是血教的四名核心人物 他的性格是最为古怪的一个 奇奇怪怪 年恶天 而一边的我终于醒来 年恶天坐在台上 拿着小弹剑问我是不是在找他 他阴森的对我说 一个丹田破碎 连内功都没有的家伙 是不可能扛住他的攻击的 更别说第一个醒来 看来以后会非常有趣 本上古剑法秘籍 不但让我死后重生 还让我获得了 能够和剑沟村的能力 甚至让我抵挡住了 顶级高手的攻击 就在刚刚 我们刚回到总坛 就看见了一个身穿虎皮大衣的大胡子 那个大胡子居然强到一击 就秒杀了吴首领 随后他只是双手一拍 我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那声音甚至都把我的耳朵震得鲜血 就在这时 我的胸口突然传来一阵炙热 随后我的伤势和不适感 居然全都消失 这应该跟我上一世吞下的秘露有关 其他人听到这阵噪音 基本全都投赌来 莫等地不起 现场只剩下我和宋家兄弟二人没晕 大胡子满意地看着宋左白 二人嘟闹一句通关 然后就把宋左白打晕 我见状想跑 但大胡子只是一瞬间就闪现到了我的声音 接着抬起八十年没洗的 紧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我多久 我缓缓醒来 大胡子拿着小弹剑坐在上方嘟闹 你这个没有丹田的人居然能挡下我的攻击 而且还第一个醒 这下有意思 而这时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拜扶血亡 血是天下 是弹主球向雄 但洞内并没有人回应 下一刻球向雄拔剑挡下了一几 那居然只是一个果 里面的年乐天问他俩来 这是不是为了我们三个 接着又表示我们三个都有些夫妻 他要亲自传授我们几样本事 让他俩别管得赶紧走 球向雄见状也只能呼吸 而无首领在一边心情 雪顶高手的教导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他绝对不能让我这么走 于是他抱拳喊道 师尊我有话要说 您带走的新教徒中 有一个小子丹田队 他根本不配受云 因为落 他就被一击打飞 接着年乐天就不爽的大 都说了我来教导他 哪来这么多废物 给我管 球向雄见状也是连忙费 原来如此 前世教导黑白双骨武功 原来就是师尊年乐天 可他为啥把胃抓来 这时年乐天站起身说他饿了 然后他让我两个时辰内找点吃的 我靠 他抓我来就是让我跑腿 年乐天拿着小弹剑 踢着牙紧告着我别想跑 要是被他发现 只证没有我好火的事 但我却心想等回头拍拍脑屁 趁他不注意我就开溜 随后我就答应了 知道了师尊 可是我连武功都没有 要是连兵器都不带的话 估计很难抓到 而且你手中的表情 是我母亲的遗物 那对我很重要 下一秒年乐天就把小弹剑 砸在我的脑袋上 随后他不屑地对我 你晓得花招还挺多 拿走吧 一把破短剑本作也用了 我只能连忙卸了 小弹剑则是跳出来一阵 恐吓年乐天很恶心 而这时年乐天 走到宋家兄弟面前 接着一人一脚 人去嘴里 你们这俩家伙打算睡多久啊 片刻就把宋家兄弟 打得鼻青脸肿 随后年乐天冲我喊道 必须长来肉 随后便一瞬间就消失不见 当我出门后我就懵了 这里居然是一处悬崖 这让我怎么去整齿的 这时小弹剑让我看前方 只见年乐天抓着宋家兄弟 不断跳 每一次跳跃都能跳出八十 这老灯也太强了吧 我拍了拍脸让自己冷静下 随后我就往下爬悬崖 可突然我抓的石头断裂 瞬间我就体验到了 什么是自由的飞行 幸好半路上我掉在了一棵树桶 他嘟嘟我重活一世 居然还活得正常 我问小弹剑 我们是不是快到地面 可小弹剑却问我真的想听吗 就在我爬得要撑不住的时候 年乐天出现在我身边 他问我是不是想死 两个迟迟了 居然还这么慢吞吞 高手都有些怪贫 自从那天我被年乐天抓走之后 他就让我每天爬下八百米的悬崖 去找食物 他就会被绑起来倒挂在树上 我也是无了个大意 不知道他为啥要整理 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被吊起 宋左白出现说是师尊找我 今天比往常早了一个时辰叫我 不由得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来到洞里之后 年乐天让我脱下山 我也只能照住 年乐天嘟囔着两个月了 可算俱备了 随后他起身让宋左白以后负责找食物 宋左白顿时不爽地问道 这活不是邵云辉那小子负责吗 回答他的只有八十号的大飞角 让你去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随后年乐天抓住我的肩膀 接着就飞出洞口 故意会来到了一处瀑布起 年乐天直接一把将我甩进瀑布里 这一下把我砸进了八百米深 还好我水性好成功地爬了上来 我不解地问他这是干什么 年乐天在上面喊了 都要见你师父了自然要洗衣洗 难不成还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吗 我则一脸懵 不久后我就跟随年乐天来到了瀑布里 瀑布后面居然另有乾坤 是什么人住在这里呢 小谭渐渐嘻嘻地说 没准是位美丽动人的高手 不过能让年乐天开口请求收睹 估计身份不易板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人瀑前方 年乐天让我赶紧行李 并对我说以后这个人就是我的师父 我跪下喊吧 拜扶血魔血是天下 本教终极教徒拜见师父 小谭剑表示那个人好像没法回应 我定睛一看 那个人瀑布居然是一个骷髅 随后我就问年乐天是不是在耍我 年乐天则表示他没有那么行 在过去两个月 他让我攀爬悬崖是为了增强力量 追捕猎物是练就脚速和体力 哀奏是让我具备坚强的斗志和异力 甚至把我吊在树上 也只是为了让我练习素 稳住身体重心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在此处 学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听完失落地说我小时候 因为走火入魔丹田已经破坏 年乐天听完却告诉我 如果有办法可以在没有丹田的情况下 也能吸得内功了 我听完顿时大为震惊 高手都有些怪贫啊 自从我被年乐天抓走之后 丹田也有办法修炼内功 对于习武之人精气神就是丹田 修炼之时通过统纳法 或是心法气韵丹田便是内功 我没有丹田 自然无法使用精 这么一来就只剩下气和什么 我问道 难道能吸得内功的功法是元气吗 年乐天表示我只说对了一半 虽然也叫元气 但这胸口当中的骑士另有其名 那就是先天真气 并非强行积累 而是天生的元气 这先天真气的威力 可比用精积累的内功还要强上两倍 在这一点上你算是幸运 因为那里就刻着能够洗的先天真气的法 小弹剑听完顿时欣喜不已 但我却开心不起 因为先天真气的字面意思就是生命力本身 元气在武林之间只有一个用处 那就是在同归于尽的时候 先天真气无法恢复 如果持续消耗我活不了太长 也就是说 在我领悟心法意志不断消耗元气的 我肯定活不长 这该死的老灯 以为我会欢喜的立刻答应吗 下一刻我就跪在地上大喊 多谢师尊宽厚大义 要将如此宝贵的心法交给小人 可小人愚钝 实在无法参透这些 而且小人幼年时资质平庸 还在修炼途中走火入魔混丹铁 而且我还是一扬少家资质最差的 还请您再考虑一下吧 年恶天嘟囔一句 好不容易帮你练就了体货 现在却说没资质 随后他咧嘴一笑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 你是因为消耗元气才爽的小松 接着一把掐起我的脖子 你小子真是吃硬不吃软了 你要是练不会 我也没必要留你了 能明白吧 我再让你选一次 是现在被我扭断脖子 还是练会后慢慢等死 我听完却大喊 那你现在就动手了 年恶天恶狠狠地表示 即便干掉我也不会有人怪的 而丹田被毁 今生都摆脱不了三流人生的 我有什么资格和他叫笑 但我却坚持地让他动手 我必须要学会拿命搏一次 因为我更怕那么活着 一辈子被人当三流奸细利物 最后以死收场 反正我都已经吞了血污 屡其苟且偷生 不如您现在就要了我的力 年恶天听完大笑起来 随后一把扔笑 这种时候你居然还想骗本子 看来你并不是个废物 我听完不解地问他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本座没查过你的身体吗 这种是在我带你过来的那瞬间就知道 什么血骨不血骨的我并不关心 我只关心其他的事 如果他一开始想杀我的 在发现我体内没有血骨的时候 就应该动手 他肯定是对我另有所 年恶天想一会说要给我提一个建议 只要按照他说的做 我体内没有血骨的事 他就当做不知道 他让我做的事也不难 在我学会此功法后 与他教导的那俩双胞胎一叫高下便可 我虽然不解 但年恶天表示我要是再问他就打断我的腿 我也只能答应 随后年恶天就转身离开 在走之前让我感应到了真气就去找他 并让我别耍花招 要是被他发现就被我蓝仙子拽下来 我也只能先看看地上的口诀 刚看完就让我无比心悉 因为上面写着掌握着秘法 可以防止先天真气耗尽 也就是说先天真气不会用尽 我也不会死 小弹剑听完也是激动无比 接着我就继续往下读 可当读到如何防止先天真气耗尽那段事 却发现后面没有了 我当即气急败还 对着骷髅破口大骂 为啥不写完再咽起 随后我想着刚才年恶天说的话 那老灯早就知道了这口诀不完整 天杀的老灯 这骷髅写到一半的口诀能有什么用 一边的小弹剑跑到骷髅边上说了几句话 我问他是在跟骷髅说话吗 小弹剑听完无语的说是跟这把铁剑在说话 并且让我自己跟他聊 我被人抢迫拜一句骷髅为师 本应只能学习他刻在地上的半本秘籍 但我有一种特殊能力 那就是能听见剑的声音 在小弹剑的提示下 我上前握起那把铁剑 下一刻 一个紫色头发的剑铃出现在我手边 他享受得喊得多少年没被人摸过 我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随后我伸出一根手指轻碰铁剑 铁剑剑铃自我介绍道 他是死去救主南川剑客胡宗台所佩戴的铁剑 我对这个名字大吃一惊 因为南川剑客是仅凭一把铁剑就威震颠簸的剑客 大家都说要不是这位新晋高手突然失踪 如今这中原八大高手说不定就会变成九大高手 可他为啥会来南越 在这不知名的山峰中默默死去呢 难道是年乐天的老灯干的吗 铁剑却轻蔑地说年乐天从未赢过他的救主 血教的师资年乐天 居然一次都没赢过南川剑客 那这位年乐天都不能打赢的高手 是被谁如此残忍杀害的 但铁剑却并不想告诉 随后说先完成眼下的事情 他说他会教我新主 因为这是关于南川剑客盈域的事 而且他希望救主的武功能发扬光大 我谢过之后表示现在就开始进行交涉 但铁剑却让我成为他的新主 因为这段日子他太孤单了 他想让我每天都抚摸他的剑名 摩擦他的剑身 下一刻他就被小弹剑一记勾拳打 并让他别在这里发电 我看着这俩剑名 要不放弃心想算了 过了一会我表示可以当他的新主 但是他要是再整着死出武祖 铁剑不爽地表示他知道 随后他就开始传送我心 先天真气需要从内心感受 胸口正中央的位置被南川剑可成为中甘亭 在两枚肩上方的额头中间便是上甘亭 目前最主要的是感受在中甘亭的先天真气 铁剑让我感受生命的气息就可以 而生命的气息会在极端情况 或者是面临生命危险时最为明显 身体爆发出平时无法释放的力量 或是感受到从胸口涌上的强大热气 那便是先天真气的感觉 随后铁剑就让我回想一下濒临死亡的感觉 要回想起最强烈的盼望活下去的瞬间 接着我就开始回想我濒临死亡的那些瞬间 被如星秋揭穿谎言那一刻 要被无首领斩杀那一刻 以及我上一世被武林联盟杀死那一刻 下一刻 我的胸口就感觉到了一股热气 这就是先天真气吗 但这股热气怎么这么熟悉 这好像就是我吞下血骨和耳膜被撕裂 那时候感受到的热气 铁剑夸赞到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救助花费了数个月时间才感受到先天真气 但我却只花了两个时辰就感受到 小弹剑表示可能我是死而复生才会感知这么快 铁剑以为这句话只是夸张的说服 随后他就让我感受中丹田内会有一处指甲盖大小镜 但我却疑惑的说我这大概有两节手指那么多 铁剑以为我是看错 随后他让我运用先天真气攻击一边的石柱看 我握拳一个蓄力 然砸出 这一下居然把石柱给打了四分五裂 这一幕也把两只剑灵看得目瞪口袋 我看着我的手掌 这真的是我的力量吗 我被人强迫拜一句骷髅为师 本应只能学习他刻在地上的半本秘籍 但我有一个特殊功能 那就是能听剑剑的声音 我靠着这个能力成功的跟骷髅的铁剑键完成交流 在铁剑的指示下我成功的感受到了先天真气 但第二天我却告诉年恶天我什么都没感受到 因为在武林中要隐藏六成以上的实力才能活下 而且我刚刚确定了一件事 除非我特意发动先天真气 否则是看不出来的 但年恶天却突然一句差点被你骗到 你小子是怕消耗自身元气才耍小聪明尽可能拖延时间的 那我就让你彻底明白这件事你必须做的 如果你再对绝中输了 我就把你交给吴首领 那家伙在我带你们回来之后又来找了我好几次 虽然本作并不想听他唠叨 但搞了半天他只是想带你回去 听那俩双胞胎说你被他盯上 要是让他知道你连血骨都没有 那肯定没你好果之吃 我无语地表示当初的约定条件也不是这样 但年恶天却说谁让我耍小聪明 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有去学的镜头了 我抬头问他 我输了任你处置 那我赢了呢 难道没有奖励吗 年恶天听完从怀里拿出来两本秘籍 从后扔给我让我没事的时候看一看 接着说我要是赢了可以满足我一个要求 我捡起其中一本 上面写着转轮四的明轮禅宫 而另一本则是星明剑法 年恶天表示这本剑法是那个骷髅所写的剑法 这么说这是南川剑客的剑法 但南川剑客的秘籍怎么会在年恶天的手里 随后我就问年恶天是怎么获得这本秘籍 年恶天愁出一会后缓缓说道 他人送了 等我回到铁剑所在的石洞才从铁剑口中知道 原来这本秘籍是年恶天偷走 他想破解星明剑法打败南川剑客 年恶天说会让我亲眼看见星明剑 从明天起每天看一次 连续三天 铁剑表示年恶天应该是把剑法熟记于心 而且他应该是在此剑招的基础上完善了自身的武功 而且那对双胞胎学的必定是完善后的武功 在南川剑客生前与年恶天的无数次比试中 从未有过一次分出过胜负 如今南川剑客已死 无法再说谁占上风 所以哪怕用这种方式他也行 看来这场比试终究还得我输才能结束 不过我还有时间 再找找其他办法 小谭剑表示在比试期间用巴黎短剑剑法制服他 不过这样一来年恶天估计会以我用了短剑而刁难我 一边的铁剑却让我不用担心 因为年恶天偷的不过是南川剑客为赶金的救 南川剑客的秘籍被偷后他就一直在赶击剑 以往的剑法每一招 在剑招招数中就能暴露几个破绽 虽然剑招在精益求精后完全一样 但加上招式的变异 使得心灵剑法更加出神入化 我在见过完善的剑谷后确实更加容易明白 小谭剑表示如果要是用完善的剑法对战 要是被年恶天发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如果说是刚领悟便完善了剑招也不太合理 真是进退养难 要是输了就要当一辈子低级武士 赢了又会被追究 但我转念一想心生一己 随后我在小谭剑的追问下表示山人自有妙计 另一边 吴首领带着一个少年来到了年恶天的洞口 随后吴首领对着少年嘱咐着一定要好好表现 争取让年恶天看上 然后宰了我 被人强迫拜一句骷髅为师 本应只能学习他刻在地上的半本秘籍 但我有一个特殊功能 那就是能听到剑的声音 我通过骷髅的配件剑铃学习到了骷髅的工作 而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年恶天的洞口 但却在洞口看见了一个熟人 是一直想要我命的吴首领和一个少年 我上前对他行为一 随后我对他说道 师尊估计会回来得很晚 您是来送食物和药的吧 交给我就好 吴首领把手搭在我的肩头 随后他就暗爽起来 因为他用蒸汽探查我的丹田依旧是破损状态 接着吴首领表示 他身边的这位少年将会代替我服侍师尊 身为上级教徒的他应该会让师尊买 而我要跟他回路血骨接受调查 因为虽然他不知道我怎么说服血狼队首领 但是利狼献并没有人听说过我外祖 这家伙还真是疯狗啊 就死咬着我不放吗 我上前说道 首领大人 我外祖父既然要隐藏血狼队的身份 又怎么会轻易在村里露面呢 还有 师尊他老人家不会喜欢这位上级教徒 吴首领听完顿时气急败坏地表示要改改我的臭毛病 随后他就让身边的少年出手管教下 除了是他负责 那个少年缓缓上前说道 你我虽然无仇 但我也不想放弃这次技术 腾点你也忍着吧 说完便一拳朝我打 这是血教的基本拳脚功夫 八血拳 不愧是上级学徒 姿势无可调剃 可惜对我来说太慢了 我仅仅是学到了心灵神功的皮毛 竟然就会觉得上级学徒如此之辱 好大的胆 敢要杀我的侍从 是年恶天回来了 还不等那少年说话 年恶天一掌就把少年的脑袋按进了脖子 接着一把掐起吴首领问道 区区一个首领也敢来本座住处放肆 这时宋家兄弟也走了过来 几天没见 他们的身体比之前更加强壮 究竟是受了多残酷的训练才会提升这么多 还正是另一边传来惨叫 年恶天完全不听吴首领的解释 直接给了他一点点 随后转头对我说他这是冰死命 我回到这是因为被绑的那天 我杀了吴首领两名武士神像 年恶天听完轻蔑地说道 竟然还有那么蠢 死在一个没内宫的小子手上 死了都是便宜他们 说完便让我们把吴首领扔到下面去 宋佑璇去埋那个少年的尸体 宋左白则是去扔吴首领 年恶天接着对我说道 这下麻烦了 被野狗咬住了 这种野狗的特点就是一旦咬住就不松口 像今天这种机会可不会再有 我听完行了一礼 接着就跟上宋左白跟他一起去扔吴首领 宋左白嘲讽地问我能跟上他了 下一刻他就在90度的悬崖上奔跑 小弹剑表示让我也学学轻弓 铁剑摸着我的手臂表示轻弓会骄舞 但是无法做到像年恶天这种 能在陡峭山上直立行走 年恶天的独门轻弓连南川剑客都配 小弹剑上前就是一记飞踢 有记多想了 我也要赶紧追上了 左白这小子听懂了吗 片刻后我追上了宋左白 只见宋左白抓起吴首领的双脚 随后嘟囔道 那老头刚才不就是在绕弯子说话吗 正好我也想撒气 打断他的双腿直接让他隐退就可以 但我却直接拔出场间 你应该是误会他的意思 那个老头会为了打断他两条腿说那种话吗 当然是杀了他 难道你不忍心吗 下一刻 一只大脚就踹在了宋左白的脸上 吴首领居然醒不过来 接着吴首领杀气疼疼的喊 我会让你后悔错失了这次机会 我扮一句骷髅为师 本应只能学习他刻在地上的半本秘籍 但我有一个特殊能力 那就是能听见剑的声音 通过这个能力 我了解了这具骷髅的身份 这具骷髅生前乃是中原一顶一的高手 蓝川剑客 吴宗台 他留下的心灵剑法 我仅仅是学了一点皮毛 就能吊打血教的上级学徒 甚至面对上级武士 我都有一战之力 就在刚刚 年二天打晕了吴首领 让我和宋左白看着除了 宋左白把吴首领扛到了山下 随后对我说打断吴首领双腿 让他归异就好了 吴首领居然醒了 这下糟了 只能正面对决了 此时的吴首领还不知道我会武功 得趁他掉以轻心时一击毙命 吴首领凝笑着一拳朝我打 我运气先天真气用手倒下 随后顺着力道把这一击的力量卸掉 这一幕让吴首领一愣声 我则运气蓄力 这一剑呼吸 来不及反应的吴首领 结结实实地吃下了这一击 我对此兴奋不已 因为这是我自修炼先天真气后 第一次用出内功 但还是不能大力 对手是笛级高手 真正的对决现在才开始 而吴首领则想不通 我这个没有内力的人居然能伤到 但我没给他反应时间 一个剑呼月起朝他抬去 这一击被吴首领一个懒驴打滚动态 就在此时宋索白缓缓醒来 他看着与吴首领战斗的我一时没反应过 而我此刻艰难地抵挡着吴首领的攻击 一个失神我就被吴首领一脚踢中 这就是一流高手的实力吗 跟终极武士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但即便如此 这次我的第一击也给吴首领造成了伤害 他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我只需要跟他打持久战就好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是宋索白 他让我闪开 随后他就跳起朝吴首领踢去 吴首领一个侧身躲过 击着一拳就砸在了宋索白的太阳讯 与此同时宋索白的飞踢也踢在了吴首领的脸上 宋索白宁笑着表示吴首领是没吃饭的 随后握拳冲向吴首领 可吴首领居然一口鲜血吐在了宋索白的脸上 随后他就握拳想要结果的宋索白 这下糟了 以我的实力做不到阻挡吴首领的攻击 他就只能碰到宋索白使吴首领的攻击偏离 然后趁他的技能后摇 给他致命一击 本以为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击 可没想到吴首领一只手抓着剑 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 随后就想扭断我的胳膊 但我还有另一把剑 但这一击居然还是被吴首领挡得下来 随后吴首领就以剑为再体用内力来攻击我 以我一个剑法触击者的功力 根本抵挡不过他这个一流高手的内功 吴首领虽然地问我是不是弹尽两句 抓好你的短剑 少云辉 吴首领见状连忙想要抽身 但我却死死地抓着小弹剑 下一刻 宋索白一个飞梯就把小弹剑踹进了吴首领的头颅中 一击毙命 终于结束了 幸好有宋索白的飞梯 不然我肯定危险 宋索白则是一脸兴奋地说我欠了他一条目 随后又表示他听说了我之后会和他进行决斗 他一脸自信地表示他一定会赢 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年俄天的正式弟子 他还表示听说了我赢了也会和年俄天提一个要求 这不是多余吗 我则无语地回答 怎么说的好像你已经赢了 是吧 宋索白听完则自信地表示那当然 跟他对决我连他的一根毛都碰不到 我见状问他要不要做个约点 输的人要当赢的人的手下 宋索白听完一口答应了下 随后就一溜烟地跑上了山 我记得铁剑说过年俄天的轻功比南川剑客的还要高超 那我的请求就选他吧 我终于杀死了一只养着我不放的吴首颖 这下我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宋索白则先我一步上山 随后他就一步三晃地走进了年俄天的洞口 同时嚷嚷着您吩咐的是我半晚了 年俄天听完一把掐起宋索白的脑袋问他 听你的信息不绝 是受了内伤啊 人是谁杀的 在得知了人是宋索白杀的之后 年俄天满意地拍了拍宋索白的脑袋 对手可是一流高手 你们二人对战也难免受伤 邵云辉那小子估计也伤得不轻吧 但下一刻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我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他面前想到会报警 年俄天见状不满地让宋索白以后增加训练时长 而宋索白便解答 主要跟对方交手的人可是我啊 那小子只是用兵器威胁了受伤的无数类 下一刻一道人影从我眼前飞 宋索白被扔到了墙上 这么看来 这孩子还真是受了不少苦 不解释还能少挨点坐 你在这看什么热闹呢 报告完了就赶紧滚吧 我听完回答 尊密 但我想先跟你说一下之前跟你说好的请求 我不失望别的 只是来回奔走悬崖 时常仰慕夏世尊的本领 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没办 但请您给我一个学本事的机会 本事 你是指本座的心工吗 行 本座答应你这个请求 我听完连忙行礼 看样子他很有信心能在对决中获胜 比武对决在三个月之后 虽然巫首领死了 但你小子 如果输了 依旧不会有好果支持 回你的住处吧 本座对那头小马居的训练还没结束呢 回到住处的我在小溪边洗脸 铁剑问我第一次使用心灵神工感想如何 我洗了把脸缓缓的 虽然稀里糊涂的解决了巫首领 可仔细回想一下 第一剑的命中未免过于轻松了 估计是年乐天打晕他时让他受了内伤吧 正如你所说 尽管是基本的十八事件招之一 这大伙你就可以努力钻研剑法了 比武还有三个月 从今天的打斗来看 左白这小子恐怕并不好对 而我这阵子一直在练习基本剑招 因为如果不能自如挥剑 那招式不过是剑武 在身体熟悉剑士之前 都练习招式 在我练习招式之时 小弹剑对着铁剑解释的 就是云辉让疯老头教他轻功这件事吧 可能是他刚开始学武所以不懂 你别太生气啊 铁剑听完有些不解 小弹剑见状接着说道 细究起来 云辉算是南川剑客的传人对吧 但他却要向无异于缩敌的 年厄天学习轻功 铁剑听完沉吟道 确实 这情况若是让救主亲眼看到 肯定会难过 但纵然云辉继承救主的武功 却不能代替救主 武林人是贪恋更强的力量 和厉害的武功 是理所当然的事 相比起独自练剑的我 历历的宋左白则一直在挨打 年厄天看着倒地的宋左白呵斥的 你这蠢货 本座在亲自给你展示 那么再怎么着 对手也不过是邵云辉 他的出招速度肯定快不过您 下一颗棍子就拍在了他的脸上 真是不像话 今天的打斗 你就真没学到点什么吗 那个邵云辉只拿了两本秘笈 在独自修理 尽管如此 在你们解决了无首领后 他却一点内伤都没有 而宋左白文言不可置信的出声吧 不可能啊 光是他被打 我就见过好几次了 你是觉得本座有没有内伤 都看不出来吗 你在旁边见过他打斗 那必定比旁人了解 你小瞧那小的 难道连判断对方实力是怎样的 你都没想过吗 怎么给了机会都不知道把握 宋左白听完站起身 斗志昂扬地表示继续练习 他一定会赢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 就不要靠嘴说 而是用行动证明给我看 等你破解剑法的修炼结束好 我就教你那个 宋左白听完激动地想着 教我那个 这么说师尊已经把我当他弟子看呆了 随后他就大喊 自己会拼死练习的师父 天鹊一把将他扔飞 谁让你现在就喊我师父的 就在此时败血坛主 裘向雄来到了此处 他问到今日吴首领 和一名教徒是否来过这 年乐天表示自己不知道 退下吧 裘向雄闻言不甘地说道 可是吴首领说过 今日会来此地 但年乐天直接打断 他并杀气腾腾地说道 你就为了区区一个首领来烦我 之后败血坛主便不再寻找此二人 眨眼三个月已过 此时已经进入寒冬 而我此时的剑法已经今非昔比 但铁剑却说我还差点 不过对付宋左白应该够了 而年乐天对胡宗台的心灵剑法无比了解 他把心灵剑法的破绽 全部交给宋家兄弟 以及他自己的各种绝招和最底级的修炼资源 但我却只能对着一本匿迹独自练习 这完全就是一场极其不公平的战斗 幸好我有一种特殊能力 那就是能听见剑的声音 我通过胡宗台的配剑练习了完整的先天功力 以及改良版的心灵剑法 如今三个月已过 决战日期已到 是时候前往决战之地 而我这三个月以来只掌握了三招 虽然我的剑法只达到了胡宗台的一半 但单从剑招来看尽不无可倒地 与其勉强大致掌握所有招式 不如专注精通三招 等我来到决战之地之时 年乐天已经早早地等在此处 有点时 居然没逃 看来已经做好书的准备了 只有笔事过后才知道 不是吗 而站在年乐天身后的宋家兄弟 也跟之前变化很大 宋左白比之前更加强壮高大 而宋右旋的头比之前更亮 接着年乐天讲起了规则 没有投降这一说法 只有打到对方无法再对战之时 对决才算结束 打斗中不论生死都与对方无关 跟我对决的人是宋左白 幸好不是一打 而宋左白的双手戴上了铁拳 宋左白得意的出声道 看什么看 难道要我至少空拳对付你一个 用天地吗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 也就是师尊年轻使用力兵机 我拔出铁剑嘲讽道 话是没错 不过跟我这铁剑相比 那看上去可是相当不错的防御兵器 虽说师尊他老人家的玄铁竞拳 能提高自身能力 可我知道这也是为了公平对决才需要 宋左白听完盾石器的浑身哆嗦 随后气急败坏地朝我冲来 真是单纯 率先跑过来只会方便我这个剑壳利用距离 在你进入攻击距离的瞬间 新铭剑法第一是 起压事件 宋左白连忙用铁拳防御 一时之间宋左白完全被我压制 可突然 我被他一把掐住了手 随后宋左白便挥出铁拳 而我瞬间低头躲过这一击 这360度回旋梯 让我更稳住身体 我见状出生的 你这内功与前三个月相比可有天壤之别啊 难不成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宋左白文言顿时慌张地说的 这都是我同时的那里科普学来的 这小子还真是不会撒 也对 是我忘了这场对决的意义 这家伙在十年后 可是会跟他的弟弟一同成为 血脚最强力量之一的黑白双骨 虽说现在这般呆头呆脑 可为了培养鸟子 估计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帮助 不仅仅是武功 所有条件都对我很利 是我想错了 从现在起我要拼尽全力 结局逆转的感觉如何 出乎意料吧 如今惊讶还为时过早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和宋左白的决战终于到来 经过短暂的对决 我发现宋左白不单单了解我建设的破绽 他的内功也无比深厚 一切因素都不利于我 所以我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结局逆转的感觉如何 出乎意料吧 如今惊讶还为时过早 好戏才刚刚开始 宋左白则被我这一击打的怀疑人生 因为他挨过无数次星云剑 他自然知道我这一招是星云剑法 第二是 力秋行剑 而我的出剑速度居然能够屁美您乐铁 他震惊的是我在没有师父教导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强到这种地步 宋左白女一直躺是认输了吗 宋左白文言一个翻身战气 他心想我可是师尊亲自教导 每天对战星云剑法 那可是扑上性命的历练 宋左白把好架势让我放马过来 星云剑法第一是 无压世界 他对我的招式一清二楚 就算我用上师生功力他也能轻一方 而且年乐天的轻功还被他学了个师生识 想摆脱他倒不容易 那就事事步步紧逼吧 随即我继续用虎牙式剑攻击 而虎牙式剑是以凶猛气势遏制对方的招式 但每刀招式中间都会有段范围能拉开距离 所以宋左白可以静止攻入招式的内侧 快速出拳击打 紧接着我发动星云剑法第三招 逆秋行剑 逆秋行剑是以出乎意料的阴柔剑势来迷惑对方 不逐个击退而是迎面推进 这一击也被宋左白挡下 我拉开距离扎文马步 随即准备发动星云剑法第二招 回击对手的进攻 掀起恢弘气势的前蛤弓箭 但如果前蛤弓箭看不清对方的攻击方向 那么就会前攻进气 宋左白看清了破绽 一拳将我打飞至此 我所掌握的三招星云剑法全部被宋左白破解 而这一切不过都是我故意让宋左白破解 虽然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会这么好 不过我这也算是让年乐天看到他的人破解的星云剑 作戏做到这份上 只有傻子还用被破解的剑招对击 从现在起 哪怕我使用完善后的星云剑 也可以说成是在不利情况下应急打动 这样他就不会找我麻烦 随即我便发动密秋行剑 而宋左白则得意洋洋的觉得我是成功 但下一刻他就傻眼了 因为我的密秋行剑居然改变了形态 变得比之前更加凶猛 这密不透通的攻击让宋左白意识之间只能抗凡防御 我见状嘲讽道 看你太过熟悉心灵剑 我就稍微改动了一下下 怎么样 满意吗 说完我便继续用虎牙式剑攻击他 但想要延续虎牙式剑的招式 就必定会有不自卖开的瞬机 这时就是宋左白反击的时候 他向后蓄力 前后一拳打出 但下一刻他就傻眼了 因为我在挪开步伐的同时 伸出另一只手平衡住了身体 紧接着一往前的前蛤弓箭 但明明前蛤弓箭发挥的 但为何我的骨口被震裂 就仿佛砍在了铁块上 而此刻的宋左白肌肉爆炸 强大的威压瞬间扑面而来 宋左白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此刻的他浑身坚硬如铁 这应该就是年恶天的独门绝技 针血晶体 仅仅是一个愣神 宋左白就瞬间来到了我面前 我连忙侧身躲避 但还是被他的拳风给擦破脸颊 好惊人的速度 他的轻弓比之前更快 刚才这一拳不过是用来警告我 要是他动真格的 那一击我躲不过去 真没想到会陷入这种恶战 必须在这里一决胜负 逆不透风的狐牙 是剑弓向宋左白 但全都被宋左白硬盘了 紧接着我小复一躺 宋左白一拳打杯 好霸道的气势 他居然变得这么强 我刚喘口气 下一刻宋左白变一个跃颈飞来 接着就抬腿朝我劈下 我连忙抬剑抵挡 这一下也让宋左白露出了破绽 今天我便一击前蛤弓剑刺出 宋左白稳住身形之后 双手戳入地下 然后一把将泥土扯出草我扔来 我则没搞懂宋左白这一种 而且他为什么如此心急 下一秒宋左白便出现在我身后 灰剑防御 当我看清宋左白的样子之后傻眼 此刻的宋左白居然蹊跷流血 紧接着宋左白更加疯狂的攻击 他的攻势越来越快 这时铁剑来到我面前出声了 云辉 再这么下去可就危险了 情况我也坚持不了多久 我说的危险并不是指你 而是宋左白 我与旧主曾一起见过几次年恶天的真血晶体 但从未见过皮肤如此肿胀且多处脱落的模样 使用此武功必定使他的力量超越了自身极限遭到了反噬 再如此下去 宋左白他必死无疑啊 我得尽快想办法 但是不论是用虎牙事件 还是密修行件 都没办法阻止那小子的气势 要是一直拖着我倒是能赢 但是宋左白那家伙就没命了 必须找到赢他同时还能做他的罚 真心的我一剑刺出 这一击宋左白但凡躲慢一点都会被我贯穿胸膛 宋左白愤怒地捏住我的铁剑 随后一拳朝我打开 就在此时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伸手握紧宋左白的手 随后运起先天真气与宋左白比拼内力 我故意借宋左白的气势来消耗我的真气 以此来破除他的真血晶体 要是换做一般人那铁钉是扛不住这么用先天真气 但我学过心明心法 自然不用为此担心 虽然此刻看似是宋左白站上风 但显然宋左白的内力会先耗尽 照这么下去 我赢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我终于找到了破解宋左白真血晶体的办法 那就是跟他拼内功 用宋左白的气势来消耗我的先天真气 而以宋左白的状态他必输无疑 没过多久宋左白的真血晶体便逐渐瓦解 眼看着就要分出胜负 可年乐天却突然介入战场 把我和宋左白分开 我不解的问年乐天为何插手 你的先天真气就快用剑 我出手救你小命 你反倒质疑我 你们不分胜负 所以对决无效 我听到这句话顿时傻眼了 紧接着年乐天就问我 为何不用他给我的秘籍施展剑法 我按照之前想好的说辞说道 我没那么蠢 既然师尊你能熟练施展秘籍中的剑法 想必也很清楚此剑法的破绽 所以我就换了一种剑法 接着年乐天问我是不是有人给我支招 但我表示哪有人敢擅闯师尊您的领域 年乐天听完冷空道 也是 凭你小子的水平这已经是极限了 本座仍然能看出破绽 而这些破绽都是我怕年乐天找茬故意流出来 随后我出声道 但有一点你知道吗 连师尊您都能看出破绽的剑法 远主人岂会不加以完善 树枝高格呢 年乐天听完顿时咬牙切齿 接着表示不管怎样 我俩就是没分出胜负 对决无效 我不卑不抗的反驳道 若是继续打下去 赢的人必定是我 你看那小子的状态不就知道了吗 但年乐天却说那也不一定 我顿时气愤道 简直是气愿太甚 难道师尊您觉得这场决斗公平吗 您对我不及他们一半用心 而且受您真传的那家伙 不仅知道我剑法的弱点 还服用灵丹妙药增强了内功 甚至有珍贵的手臂护具作为家伙 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怎么办 我在一开始就计划好要输的局势下 胜出了 哪怕我赢了您也不承认 难道是想让我死吗 我是您的棋子吗 如果公平对局 您觉得那家伙是我的对手吗 年乐天听完一阵大笑 随后猛的一跺脚把宋佐白震了起来 接着一把掐起了宋佐白的脸颊说道 谁让你小子随便乱用那个的 我说没说过以你们的实力没办法驾驭 也罢 本作有给你们吃灵丹妙药吗 没碗子的那个小药丸不是灵丹妙药吗 蠢东西 若是本作有那么多灵丹妙药会给你们吃吗 本作向来不培养后人 知道为何会传授他们武功吗 因为这俩家伙天生拥有掌握真血金体的肉体 那俩小子的血液循环比别人快很多 这就是所谓快速积累内功的体质 在练就真血金体之前 以他们的水平血液流动过快会成为毒药 若是放任不管很容易短命 所以在练武期间要用唾鞋法或是丹妖加一条理 还有你说的武器 你知道你拿的那把剑是什么剑吗 就瞎嚷嚷 虽说破旧 但剑内有含体 这可是一把明剑 不过你小子确实吃亏了 虽然说话放肆 但你说的没错 这场决斗从一开始就是为本作获胜所不的局 你们就是其中的棋子 尽管如此 你小子也还是一直瞒着本作险些在对决中取胜 这次决斗没有胜负 我答应的也不算数 但这没棋子本作会收他为徒 你资质过人 扔了实在可惜 有些资质过人的人被称为武才 这种人只要教一点 自己就能悟出更多 那种天赋宗师 就是指的你这种家伙 总之本作已经决定收你为徒了 本作不会教你打拳 而是要帮你完成剑法 你练的那个剑法可是曾经的巅国霸主 也是本作唯一的对手南川剑客的武功 我听完连忙震惊的出声道 难道那句海骨就是南川剑客吗 也就是说 我这把剑也是南川剑客用过的剑 第一次听年乐天讲这件事 我必须要装作第一次知道 南川剑客死后 最了解性命剑法的只有本作一人 我会教你完整的性命剑法 而且我还会帮你修补丹田 怎么样 是否要成为本作的弟子 我听完连忙行礼道 终极学徒邵云辉拜见师父 师尊 那我们俄人怎么办 尽管学得浅薄 但把练过本作武功的人赶出去也不太好 虽不是很满意 但还是收你们为徒吧 宋左白听完顿时激动不已 随后宋左白按着宋右旋说的 终极学徒宋左白拜见师父 右旋 你也跟着说 终极学徒宋左白拜见师父 右旋 你也跟着说 不对 你要说你的名字 后面的话可以不说 你个鲁丹 我在一边见嘻嘻的 恭喜啊师弟 先拜师的师兄可真是太开心了 师父亲自召交敌人士哦 您不会承担他师兄吧 年俄天听完仰天长笑道 宋台啊 你看见了吗 他算是你的传人 如今却成了本作的弟子 这等于是本作赢了 我听完也是一阵无语 这就是精神胜利法吧 随后年俄天来到海谷面前自言自语道 过得还好吗宋台 从此我便能放下对你的执念 除了一点 告诉我 到底是谁杀的你 他是仅凭一把铁剑就称霸滇国的顶级剑客 可他却突然死在了南越不知名的小山峰里 而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死亡真相 那天他收到了一壶寻常的挑战书 战书上写有对决的场所和时间 以及段为两节的花镜 尽管南川平时也会收到很多战书 但接到那张挑战书的南川 却极度紧张地去了决斗场所 那天的对手是谁不得而知 只知道那人有一只眼睛是金色的 南川与他的对决在四十招内就结束了 一位有望成为天下八大高手中的新爵士高手 被称为滇国霸主的南川剑客就这样说 关于逼死南川的男人 这便是铁剑知道的全部 我听完只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看情绪低落的铁剑 我打消了继续问他的念头 随后我就放下两把剑表示该睡觉了 原本是为了缓解心情 才让铁剑讲一下南川的故事 谁承想不知不觉竟然说到了杀人凶手 而且看南川的反应应该是在隐瞒些什么 按照铁剑的说法 根本无法解释南川剑客的遗孩 为什么会来南越 当初跻身于中原八大高手行列的南川剑客 仅在四十招内就身负重杀 如果实力差到这种地步 估计四十招都撑不过 而且铁剑说的是逼死救主的男人 也就是说杀人的或许另有其人 即在对决结束后南川剑客其实还活着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养伤 随后杀害他的人找到了他 难道是惊眼少年再次返回了 还是说是观战的其他人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目的却很明显 铁剑说过他的救主欲求后继者 却与人无缘 也就是夺了南川剑客的武功在杀人灭口的话 那人就会成为心灵剑法的唯一传人 打碎下巴是为了让他不能开口说话 打断胳膊是为了让他不能洗字 打断两条腿是为了让他不能逃跑 施加如此恐怖暴行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独占南川剑客的武功 说不定先天心法并不是直显了一般 而是被那人蹭掉了 为的就是成为唯一使用先天真气的武灵人 这样的行为让我这个继承了此武功的非正式弟子都如此气 更何况亲眼目睹了此情景 却只因为是把剑儿无可奈何的体剑 初剑时他避开话题也是因为这段回忆太令人发指了 在铁剑主动提起那天的事之前 我还是注意一点 尽量不要让话题转到这件事上吧 原来还有这种事 你受苦了 谢谢你能理解我小谭 都是剑客气啥 这种事不跟剑说跟谁说呀 放心吧 如果云辉那小子没眼力 剑再问起南川剑客的死因 我来转移话题 估计这种事不会发生 云辉刚才看到我的反应后好像察觉到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一定非要说出来才能理解对方 这就是一起经历过风霜的剑与主人之间的纽带吧 据你的吧 你比我还晚几个月认识的云辉呢 装什么很懂他的样子 狂妄的小子 今天必须让你知道谁是老大 就在此时年乐天走了进来 真没见过你们这么懒散的家伙 今天可是拜师的日子 刚打了一架这就累了 你也没说我让我们等你呢 随后年乐天拿出了一缸酒说道 今天是本座第一次收徒 怎么能不好好庆祝一番 不把这些喝完别想睡觉 到了第二天我睡眼惺忪的走出洞口 你搭晴走干什么呢 悠起来了呀 伤好点没 你看我伤好的样子嘛 该死的臭老头 喝多了就啥就疯 谁让你不分场和瞎笑的蠢货 我还以为他说出来就是让我们笑的呢 话说你怎么对师兄说话总是没大没小的 你咱哪门子师兄 白石就是前后酒 怎么都是同门 再说了你还欠我一条命呢 是有这么一回事 但当时的约定你没忘吧 输的人给赢的人当手下 你是叫我师兄呢 还是叫我主人 宋佐白文言满脸不甘心的跪拜 同时喊道师兄 佐白这家伙知道你是为了不伤到他 才故意控制功力和他打的吗 应该是知道 他只是自尊心强 但并不傻 就在此时年恶天来到了我身后 紧接着一把拎起了我的后衣领 下一刻一阵失重感传来 年恶天拎着我就飞出了八百米 另一边的陆血舞 一个老头正在给球像熊开药 万死神医在吗 给我治治这小子 我破碎的丹田终于有救了 因为年恶天带我找到了万死神医 就在此时门口进来了一个女人 他是六血星 血手魔女寒百下 一进门他便问我是谁 我健壮连忙行李道 大夫血魔血是天下 可却被年恶天一脚打断 给我停下 身为本座的徒弟 本座就在你旁边呢 你归什么 少废话 本座要立刻见到神医 万死神医在哪 就在此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人 好久不见师尊 你依旧体魄健壮了 要来杯茶吗 算了 茶留着你这样高雅的人多喝点吧 而我则没想到那个中年男人是神医 可我想象中的大夫形象简直天差地别啊 我就开门见山了 本座的弟子丹田被毁了 需要你治疗 只要你同意 我会给你本座的令牌 这将对你大有帮助 可没想到万死神医居然直接拒绝 随后他就拿出了一堆令牌说道 寻访中原期间 我收到的以治疗为代价的令牌已经数不胜数 我被这一幕震惊 这些令牌里面有武当派的宗禅真人 阎王北刀的陈军 甚至还有中原最凶狠的杀人魔 四大恶人的切心 在超凡脱俗的八大高手 以及四大恶人的令牌面前 年恶天的令牌确实不值一提 况且丹田损坏并无性命之忧 我没那么多时间放着病重的患者 不管来治疗您的徒弟 请您改日再来吧 年恶天听完居然一把掐起我的头出声道 要是你不帮这孩子治疗 导致他不能用内功的话 我就只能杀了他 你是治还是看着他死 身为医者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对了 凭你的医术就算脑袋被捏碎了也能治好吧 可万死神医并不吃这一套 他直接关门表示他听说过我是他的第一个徒弟 要杀药刮请自便 年恶天闻炎一把将我甩飞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要是没了帘子后面那个孩子神医就不忙了吧 就在此时六血腥拦在了年恶天面前 敢挡本座的路 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好奇帘子后面的人是谁 下一刻年恶天居然冷静了下来 这什么情况 六血腥的喉咙在轻微地颤动 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他喉不在颤动 他们肯定是在用传音对话 紧接着年恶天便让我们全部出去 帘子后面的人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严肃 看来帘子后面的人是年恶天都不敢得罪的贵人 他俩什么时候能聊完了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你能猜到的是或者人呢 我想了想 这个时期血教主已死 应该没谁能在师父之上啊 这时铁剑疑惑地问小谭剑 你刚才的问题有点奇怪 云辉不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吗 怎么你有事说的好像云辉能知晓未来一样 我解释道 我就是死而复生的呀 铁剑文言有些不敢置信的出声道 这么说之前你说的死而复生的话根本不是隐喻 臭小子 都说是真的了 我无语地表示你开始也不是不信那小谭 闭嘴 我们现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我也是一阵无语 随后我向凉仓走去 我准备去找点水喝 昨天我们三个喝了那么一大缸酒味太难受了 片刻后我就来到了凉仓 壳里面居然有一个女人 此刻的她正疯狂地吃着鸡腿 完全没发现我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这也太能吃了 我见她发现了我 我就尴尬地笑一笑 随后就关门离开了凉仓 等一下 你是师尊的徒弟吧 还请你忘掉刚才看见的 其实我现在正在减肥 刚才吃的那些是我感觉再忍下去 就会饿空过去 才稍微吃了一点点 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总之还请你替我保密 作为报答 请收下这个 就在此时年乐天终于跟六血腥沟通完毕 递出来年乐天就让我赶紧滚到她身边来 我闻言连忙向年乐天身边跑去 可刚到就被年乐天一拳打翻在地 问我为啥瞎跑 我弱弱地解释我来粮仓喝点水 这时我听到了一道传音 公子 你要是敢把我的事说出来 我就淹了你 你们师徒看起来关系真不错 师尊居然收了弟子 真是本教的福气 而我此刻只觉得六血腥的眼睛 有种毛骨悚然的眩晕感 眼看着我越现越深 下一刻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脸上 别直视那女人的眼睛 像你这种毛头小子很容易被迷惑 原来刚才的晕眩感是六血腥的能力 可先天真气为什么自己运行起来了 你少挑事 血手魔女 我怎么敢在师尊面前挑事呢 那我们先退下了 期待下次再见了 师尊 事情变得麻烦了 想治好你小子就需要找到一个什么下仙不死草 那大夫说谁先找到药草 他就把随时可以找他医治的令牌给谁 下仙不死草 没错 前世万死神一找的草药就是这个 幸好我知道那草药在哪 这十年恶天嘟囔的 真是可恶 偏偏小姐也牵扯其中 你自己知道就好 要是说出去我就给你蓝仙子拽下来 还记得那个链子后面有人吗 那人就是已过时的前教主的孙女 血魔的血脉居然还活着 这可是我前世都不知道的特级消息 血魔以一己之力创建了恶名昭著的血脚 正派人士为了对抗血脚成立了武林联盟 随着规模最大战力的无双星加入以后 江湖上爆发了正邪大战 经过激烈的大战 血魔被无数爵士高手围攻而亡 武林联盟和无双星为了不让血脚死灰复燃 他们找到了血魔的所有血脉 并对其赶尽杀绝 直到刚刚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但没想到无数正派武林人士 想要朱杀的血魔血脉 居然离我如此之近 怪不得年恶天乖乖地接受了万死神医的剑 在前世甚至调动教徒一起寻找这个草药 说不定这是一个能够成为 下任教主恩人的绝佳机会 可是单凭一个草药能行吗 如果不能自己变强 就算抓到绝佳机会 也会像前世那样被更强者摆 所以你不打算找草药了吗 当然要找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误 那你怎么还这么悠闲 要是让别人先找到怎么办 我无奈解释道 现在药草的花蕾还埋在地下 谁也发现不了 等太阳下山之后 其他人撤了之后再去找就可以 到了晚上我一路及时 但我却发现有人跟踪 我问铁剑能不能认出是谁 铁剑表示是白天见过的那个胖女 她已仅次于我的速度在后面跟着 我闻言心中一惊 她那个体型居然能跑这么久 随后我就准备甩掉她 我先是把树上的积雪打下来 趁着对方视线被遮挡的空隙 我用轻弓停在树上 这样就可以甩掉她了 可铁剑却让我小心上面 那个胖女人居然出现在了我的头顶 瞬间对方便朝我攻来 我一时没搞懂她为啥攻击我 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的武功比我高 真稀奇 我听说师尊的弟子单停破损 可你这轻弓倒是厉害呀 话音刚落她便继续朝我攻来 她这轻弓居然这么诡异 好像鹰一样能水平的滑过来 还有那指尖散发红光的武功 那是血手魔女的武功 拖延时间只会对我无力 想压制对方更不可能 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了 随后我运气先天真气 借着一击排山倒海的剑本批出 以你的功力是故意打偏的吧 为什么跟踪我 吓到我了 我是看你大半夜 一个人匆匆跑出来才跟过来的 所以就攻击我 我去哪跟姑娘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公子你不是知道曹药在哪吗 我心中一惊 随后强装镇定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知道会找到天黑吗 你不用这么警辟 忘了告诉你 我是六血腥的弟子 何燕 其实我是那个需要草药的贵人的朋友 无奈我只能撒谎他 我虽然知道一个地方 不过今天恐怕不行 别这么小气啊 我们一起去吧 神医的令牌和功劳都归你 我一听顿时有点心动 但还是不够 看他一上来就这么大了 估计是不会讨价还价 白天给赢钱的时候也是 他的性格应该很急躁 故意卖关子会对我更有力 提醒你一句 你别想逃 我比你更快你知道的吧 我闻言出声道 这样吧 为了加深你我之间的信任 除了令牌再加一个吧 你教我你刚刚用的轻弓 公子你不知道 要求武林人士传授武功 是很失礼的吗 我知道啊 你要是不想教我 今天就先回去了 好 我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那个轻弓只有碰到 你想杀之人时才能用 成交 那我们走吧 你怎么可以用先天真气 施展轻弓 这样很可能会没命的 要是不想耗尽元气而亡 最好还是别这么用 我能怎么办 没有丹田 我只能这样做 话说你是怎么确信 我知道草药位置 第一公子的行踪 今天动员了陆雪谷 全体人员搜索了近六个小时 这迄今师尊我就见过两回 去一次都没见过公子 第二 其实也是这一点 才让我更加确信 我跟踪公子的时候 发现你跑的时候 就像有目的地一样 既不环顾四周也不扫尸 只看前面 邵云辉是公子的名字吧 你看着比我大 直接喊我名字就行了 我怎么能如此称呼师尊的弟子 再说我年纪并不大 片刻后我俩来到了一处悬崖 草药就在这下面 那个公子 白天发生的事 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钱还没到手 我正考虑说不说呢 好卑鄙 不过既然有了更满意的筹码 我会忘掉这件事的 真的吗 我发誓 不过你最开始跟踪 我不会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吧 什么叫这点小事 这对我很重要好吗 随后我摘下草药地点何燕 何燕顿时松了口气 就在何燕即将从我手里 拿走草药之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瞬间草药便被他夺走 我居然一点动静都没发现 就连这个比我厉害的女人都没发现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灵药 居然被截火了 我剑撞连忙拔剑 可我拔剑的手却被人按住 紧接着我就被对方点穴 瞬间我便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而那俩人此时已经跑路 何燕剑撞扔下一句 很快就会回来 随后就朝二人追去 我心里也是一阵无语 你不能给我解了穴再去追吗 可没过多久 我身上的穴道 居然正在自己解开 铁剑表示是先天真气 解开了我的穴道 小弹剑气愤的咒骂和燕不讲究 居然撇下帮他的人 接着小弹剑让我赶紧追上去 不然功劳该被别人抢了 但我对此毫无波澜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长成的下仙不死草 随着下仙不死草的生长发育 花瓣间的果实也会发生变化 成熟后 七颗果实便会发光 而敌人抢走的那颗是五颗的黄色果实 没长成的这附近随便一掌一大量 那些都没有要用价值 真正的下仙不死草 其实是在这个结冰的瀑布后面发现 进入瀑布后里面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我一下就找到了下仙不死草 因为成熟的下仙不死草 会散发绿色幽光 虽然只有两种 传说这是只在冬夜开发的寒林草 果不其然 我的手还没碰到手掌 就已经快冻降了 我得小心一些不能伤到根 就在此时小弹剑听到了一边的断刀 在说的声 但我此刻没工夫管理些 我让小弹剑凑近点去听 但这把断刀估计是刀新英 一时之间听不清他说的 可随后小弹剑反应了过 这把断刀说的是快逃 于是小弹剑连忙来到我身边让快逃 但为时已晚 一只类似猛蛇一样的怪物出现在我面前 瞬间那怪物就朝我撞了 这里太暗了 根本看不清 现在草药已经到手 还是尽快跑路 想到我连忙朝洞口冲去 可那怪物也紧随其后地追了手 瞬间怪物的大手就朝我抓了 我一个转身 接着一击前蛤弓剑刺处 很坚硬 但我能感觉到剑刺进去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足够解决他 那怪物被我这一击打得有些故技 变得谨慎了 我剑撞顿时乘胜追击 一个剑步窜到怪物面前 紧接着狐牙式剑卡 这一击成功地击杀了怪物 但来不及高兴 我只觉得喉咙一停 接着便瘫倒在地 此刻的我只觉得浑身燥热 我中毒了 毒性正在扩散 我能感觉到滚烫的毒液 正在顺着脚踝蔓延制群势 现天真气虽然在对抗毒性 但痛苦却丝毫没有消解 这毒性嚼得我体内像是有猎火在烧 五脏六腑也好似灼烧一般 眼下能灭掉这股火的只有下仙不思索 我连忙一口吃下 瞬间冰凉感就顺着食道而下 炙热的毒性和冰凉的寒气 在我体内相互冲动 小谭剑呵斥我振作点 你是为了白白死掉才复生的吗 小谭说的对 我是死而复生才抓住的机会 如果连这点痛苦都无法战胜 那还不如前世 就在此时我发现我手背上的 北斗七星居然再次发黄 我的仙肩真气终于隐瞒了体声 一口气直接增加了三十年的功力 直接让我一跃成为一流高手 就在刚刚 我被两股能量冲击的痛苦不堪 就在此时我手上的北斗七星 居然再次亮起 接着我的脑海就传了一道声音 记忆文件音 天旋必排 这道声音让我分散了注意力 下一刻我体内的两股能量冲击的更加能力 两股力量在互相牵制 为了要我的命而在体内互相冲动 这时铁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不要停止运气 继续用仙天心法运气 别被这两股乱窜的气息打乱震脚 把它们引向仙天真气 我照着铁剑的话 把两股能量引向仙天真气 接着铁剑继续说道 把仙天真气想象成宁静的湖水 即使周围电闪雷鸣 也依旧平静的湖面 无论两条不知该流向何处的江水 有多长谱 只要帮它们通效补水 一切便会化为一丝波纹逐渐平息 平静下来了 两股强劲的气息逐渐消散了 仿佛引下了柔和的裂剑 五脏六腑都变得舒服 意识恢复了吗 压制住毒性了吗 我表示多亏有你和铁剑帮忙 才平息了心血 小弹剑文言疑或问我 确定是南川帮我了吗 我被小弹剑的化造光 原来铁剑距离我足足有五六腑 按理来说离这么远 我是听不到剑的声音 仔细想来 我是听到那道声音后 才开始听到南川的声音 好像每当我手中的 北斗七星颜色变坏时 这个能力就会变强 这应该就是剑仙秘露的力量 看来有机会我得摆脱陆学 去找找剑仙秘露 接着我看向一边的怪物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怪物 前世踩到下仙不死草的家伙 也碰到这个怪物 说完我轻轻向前走去 可没想到这一下 直接让我弹出 瞬间就撞到了墙上 小弹剑以为我疯了 我也懵了 刚刚我只是稍微发力 想跑一下 结果身体就弹出去 铁剑文言 让我用先天心法游走一遍体配 随后我就用先天心法游走体配 这时我才发现 我的内功提升了 估计有两倍 按数值来算 最少是三十年程度的先天真气 铁剑表示果然先天真气 是直接关系到性命的元气 先天真气虽然不是灵样 但越是处于极端情况 越会受到刺激 含有怪物的猛烈虎 和灵草的致寒之气 刺激了先天真气的提升 越是了解先天真气 越是觉得它与内功截然不同 总之此时让我意外 获得了超越一流高手的内功 小弹剑文言灵机一动 接着他兴奋地说道 下一仙不死草不是还有一颗吗 反正你也知道 怎么控制毒性和寒气 不如再来一次怎么样 如果这次能成先天真气 又会翻倍了 足足六十年的先天真气 肯定能成为绝顶高手 我开玩笑的 少云晖你去呢 你明明能听见我说的话 你该不会是丢弃母亲遗物的伴累吧 对不起 我错了 这里好冷 快把我捡起来吧 他一顿能吃石头女 体重更是高达五百斤 可他的速度却极快 仅几个呼吸就碾上了我 并且他的实力也比我高 于是我只能妥协和他一起寻找 下先不思索 可没想到我们刚找到就被人截火了 我当场被人点穴 何燕独自去追 二人一路急迟 两久后他们就甩胎了何燕 可正当他们以为宝物彻底到手之时 其实一人瞬间就伸手一处 居然是何燕 剩下一人剑撞连忙回击 一秒他就被树到剑王切碎 是六血星赶到 何燕也成功地拿到了下先不思索 六血星问何燕怎么独自跑转 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何燕手中的草药 随后六血星就兴奋地接过草药 表示赶紧过去 但何燕却让六血星先走 他还得再回去一趟 而另一边的我刚刚跳到悬崖之上 现在这个高度 我居然这么轻易地就跳上了 铁剑表示先天真气是生命之力 除了内功 体格力量都会有所提高 接着我就看到了远处 正在向着跑来的何燕 看着他跑得这么费力 我也有些佩服 他这个体型跑起来 可比一般人消耗的体力要大 而小弹剑和铁剑 却看不到离这里 还有些距离的合影 看来这次先天真气 给我的提升确实不行 铁剑表示这是好现象 等先天真气再积攒一些 即便对方故意隐藏声息 我也不会察觉不到 我应该先给你解开穴再去追 我表示这都是小事 当时情况紧急 可能是点穴的力道教育 我自己就解开了 这时何燕发现了我脚上的伤 他连忙就要帮我看看 我打断到就只是 稍微划了一道小口子 这都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你找回下先不思草 何燕挠挠脸不好意思 师父帮我抓到了他们 还有我先给你倒个钱 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所以就拜托师父 先把草药拿去万死神医娜 你别误会 令牌我一定会拿给公子 我无语道 仅凭弟子的一句话 就会交出令牌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何燕有些没底的保证呢 放心吧 师父一定会把令牌给我 但我并不相信的是 何燕有些无语的表示 他都教我轻功了 我为啥还不信 我回答 我相信何燕姑娘 但我不敢确定 六血星会不会把令牌给我 你如果要是烦我 那我也只好听错 何燕底气十足的表示 他师父一定会遵守约定 可随后就泄气道 毕竟谁会怀疑自己的师父 我见状表示那就做个约定 内容很简单 何燕姑娘相信六血星 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反正姑娘已经让师父 拿走了下仙不思索 这已经不能算是 我们两个人找到的了 我已经失去了 获得令牌的机会 所以应该要得到相应的东西 我先问问何燕姑娘 你不说和那位贵人有交情 若是我输了 我不但会说服是尊 还会放弃六血星 得到的神医令牌 若是我赢了 我要在陆血谷 和六血星 尽心伺候的上面那位 我想要那位的令牌 我的千尖真气 终于迎来提升 一口气增加了三十年的内力 让我一跃成为了一流高手 竟然让我一跳十万八千里 还让我获得了千里眼 以及顺风了 就在刚刚 何燕终于和我会合 可他表示为了防止 在发生意外 所以他把下仙不思草 给了他师父六血星 但这么一来 我就失去了 获取万死神医令牌的机会 即便何燕对我保证 一定会给我 而我依然不相信 六血星会把令牌给我 于是我和他做了个约定 如果我输了 我不但不要令牌 我还会劝说师尊 如果我赢了 那么我就要六血星 他们伺候的那位 我要那位的令牌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六血星正在威胁年恶天 正如我刚刚所说 只要你答应我的请求 我就给您神医的令牌 本座不是说过 不会参与那件事吗 你竟用令牌为筹码 提出这种交易 师尊不是很清楚 这与您的意愿无关 唯有两个选择吗 请您加入我们吧 还是说 你想走另一条路 师尊你也知道 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 不是吗 你以为本座会为了 就徒弟的丹田 答应你的请求吗 我只要放弃那小子就行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这样的话 我也不能把令牌给你了 就在此时 我和何燕回到了陆雪谷 刚一进门 年恶天就抓着我的脑袋骂了 已经晚了 你小子的丹田是治不好 可随后万死神 一种礼物走不出来 他表示需要重新 找下仙不死草 因为这棵是 没长成的灵草 没有药用价值 长成的下仙不死草 花瓣里有七颗绿色果实 而这棵只有五颗黄色果实 年恶天闻言大笑道 这可怎么办 看来你需要重新找草药了 我打断道 不必去找了 因为我采来了 长成的下仙不死草 万死神一接过之后出生道 这花瓣里有七颗果实 肯定是长成的灵草 年恶天见状得意道 不愧是本座的弟子 何燕一脸不爽的给我传音道 公子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这件事 你骗我 我心想是你先违背了两个人 寻找草药的约定 虽然很想说出来 但我不会传音 随后我问年恶天道 六血星有说给你令牌吗 年恶天阴晨道 他威胁我 如果不答应请求就别想拿到令牌 怎么会给我 六血星结巴道 我何时威胁您了 那你说给我令牌了吗 这句话让六血星哑口无言 我见状冲何燕说道 我说的没错吧 那就拜托你遵守约定 何燕无奈的点了点头 下一刻 两根手指飞出 六血星居然砍断了自己的手指头 六血星喊摆下 用不尊敬师尊之法提出 请求仪式声表歉欲 我知道就算砍断一条手臂 也不足以平息您的怒气 还请您看在我身负伺候贵人的任务上网开一面 你还真是狡猾 看在你的这份忠心 本座接受你的道歉 感谢师尊接受我的道歉 万死神医无语道 你们在大夫面前做这种事是何事吗 比起这个 神医您会遵守约定吧 当然会遵守 不过令牌得给银帝子 年恶天表示无所谓 反正他想拜托的只有那一件事 万死神医无语表示他不遵守约定 但他此刻还有先约 他让我天亮后再到这里 那时候他有时间 到了第二天 我起身前往陆旋 现在的我也可以在悬崖上直立行走 果然年恶天的轻功不是等闲功法 云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昨天那个叫何燕的姑娘 你不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的眼色吗 昨天万死神医突然改口的时候也这样 血手魔女也是瞥了一眼 何燕姑娘后改变了态度 而且自己师父手指被切断了 他却像旁观者一样看着 就好像比血手魔女的地位还要高一样 应该是地位更高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不单纯是血手魔女的 他应该就是血教主孙女 如果他是血教主唯一的血女 那就是下任教主 也是核心人物 而帘子后面的人应该是体神 如果是血教主的血孙 那么想要杀他的人就不止一两个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里是血教的领域 就算为了威严也不用放替身来隐藏真实身份吧 我好像想错了 为什么断定血教主的血孙只有一个呢 若是有好几个血孙并且都想成为血教主 刚一进门我就听到了无数饼剑的声音 上次得到的能力居然还有这样的辅助 这些声音吵得我脑袋都快要炸 我连忙把先天真气运到头部 这才好了一些 你是谁 怎么见的本堂 我抱拳道我是修炼生 可对方却一剑次出喊道晚了 区区一个修炼生 而我则挡下了这一击 连回答的时间都不给我 并且这个女人的功力实在是高 拥有三十年的先天真气虽然让我有了自信 但还是感受到了五脏六腑翻腾的痛苦 而那个女人剑状拔剑兴奋呢 区区一个修炼生居然接下了我的攻击 我破碎的丹田终于永久 因为号称天下第一的医生万死神医 终于答应帮我医治 我按照约定第二天前往陆续 可刚一进院我就被无数道剑阴吵得心神不宁 直到我用先天真气包围住脑袋才好了一些 就在此时一名红发女子问我是谁 但我因为剑阴的影响回答得晚了一些 那个女人就给了我一剑 我虽然挡下了这一剑 但还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五脏六腑翻腾的痛 这个女人的内力实在是太高了 而那个女人剑我挡下了这一剑 顿时感兴趣地拔出了手中的剑 就在大战就要展开知识和验出现 他不是修炼生 他是师尊的弟子 女人文言收起武器出声道 怎么不早点说 差点就杀了他 师尊把弟子培养得不错 你是同龄园中第一个接住我攻势的 师尊他还好吗 他和二血腥一样好几年连影子都看不见 这个女人太奇怪 他从一开始就奔着杀我的念头 这个女人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并且他提师父年恶天时像是称呼下面的人 顾景轻易提起血腥和师尊 长得也和何燕姑娘有点相似 难道这个女人也是血魔子孙吗 这时何燕来到女人面前说道 你不是说走吗 快点走吧 恕我不能远送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陆血骨的主人呢 我自己会走 别再催了 再催就烦了 瞬间场中杀气四散 我心想早知道这样就晚了一会 幸好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这个场面 是万死神医 真扫兴我回去了 随后冲我说道 但我向师尊问好 还有 下次见面的时候比试一下 怎么办 他说下次比试比试 旧主说过 要小心这样的女人 你们俩不要同时说话 很吵 真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女人 而那个女人的剑更是特别 那把剑居然一直痛苦地喊 杀了我 接着我问何燕刚刚那位是谁 可何燕却避而不谈地表示神医在叫我 看她的样子是不想回答我 虽然大概能猜到 但不关我的事 就算是师尊的弟子也不是能容忍一切 进屋后万死神医对我一番检查后疑过了 你体内的寒气鼻肝人多 而且积攒在里面 你怎么会吃上下仙不死草 我破碎的甘甜终于有救了 因为天下第一神医终于答应给我医治 但没想到万死神医只是给我简单排查了一下 就说出了我吃过下仙不死草 我心里一惊 他是怎么知道的 万死神医健壮表示他是医生 有关病人的任何问题不会对外人讲 放心把事情讲出来 铁剑也让我别担心 能够让无数爵士高手拿出令牌作为代价 可见是值得信赖的人 说不定会对治疗有所帮助 随后我就出声道 我在寻找长城的下仙不死草 时走到了瀑布后面 在那里我遇到了长着人面 拥有四只眼睛的尸牌 万死神医文言惊讶的 你居然见到了人面自眼寺 真是难得的经历 那怪者是躲在暗处吃人的怪物 接近于妖怪 因不起明亮之物 拿着火把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是没办法理解 下仙不死草没有能力去解毒 但你的血脉里不仅到处是寒气 无毒的阳气也再次扎根 我心想这应该是先天真气的功望 之前的血骨也是 先天真气好像有解毒的能力 接着我问道 神医 那阳气和寒气共存没关系 若是继续残留会让我的身体出现问题 当然会出现问题 若是体内只存留一个 寒气和阳气均衡的融在你的麦洛格 这就像是你吃了灵药后 把那骨气储存起来了一样 那只要治好丹田内功就能很快积累起 这虽取决于你的努力 但只要均衡的吸收融解在麦洛格出的两股气息 应该能比他人更快的积累那功 这是答应好的令人 你拿走吧 我被这一幕搞梦 我的需求就是治丹田 可他为什么给我令牌呢 我见状问道 神医 难道我的丹田没治了吗 你好断断的丹田让我怎么治 我被这句话搞梦 万死神医抓紧我的小夫说道 这里就是丹田所在的地方 你可能不知道 抓住这里的话 就会像有小虫子一样有异物感 这些就是丹田破森的碎品 但是在那熄灭的篝火里如同火苗复火一般 有极小的精 丹田能自行复苏是极为罕见的事 我疑惑道 您的意思是我的丹田自己好了 现在只能这么猜测 这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如果丹田被破坏 大部分人都会放弃 这种情况也很难看到 我没有给你治疗 所以这个令牌是你的 我接过令牌表示胆心 随后我就离开了陆续 我对这个结果很是兴奋 而我的丹田自行复苏 我大概能猜到是因为什么 杀死那个怪物之后我运完起 我腿上的伤就自己愈活 而且在短时间内长出心肉 身体的恢复力也提高了 如果是这样 我还真得感谢那个怪物 这时铁剑有些担忧的出生道 丹田好了是好事 但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救主是在自行破坏丹田之后 才修的先天心法和心灵神功 这样看来先天心法的第一个口诀 就是自费内功 就是不知道中丹田和下丹田能否并组 铁剑警告我吧 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 若是想一下子将所有的东西握在手中 可能连握在手里的也会错失 片刻后我来到年恶天面前 年恶天有些愁愁的 麻烦了 你小子的缘分还真是诡异 居然两个都让你见到了 我连忙问什么两个都让我见到 可年恶天还是自言自语的 看来那个女人说的没错 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 那位一度超越血脚 被称为邪派的巅峰 如凶猛暴风般毫无顾忌 我想若是跟随那位 一统江湖也不是猛 可一个人在墙 遇到众人连手也只能败下阵来 经历过这些之后 觉得一切都是徒劳无益 其他人说要重建血脚 让本校复活 聚集各种势力 但我觉得毫无意义 于是放下一切 做着没用的是四处流浪 我想还不如把本作 没有实现的事情 在于生意完成 年恶天应该是在 说为南川剑客报仇的事 本以为是一个孤僻的风浪 看来都是有原因的 接着年恶天又嘟囔了 本作原本打算就这样度过晚人 但没成想到 为留下的种子 像撒草一样生长 如今要开花 这种情况 你小子会怎么选择 看师父的眼神 已经做出决定 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在考验我 我报全回答 若是想旁观花盛开 就如师父说的那样 任其生长变可 若不是 则应该准备一些 有助于开花的别药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说出我自己的 真实想法比较好 如果按照前世的话 年恶天哪边都不会选 所以我的回答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要养鸟 你说的对 不管选什么花 都得有肥料才行 从今往后 你们要做的事 可就多了 大概还剩下六个月的时间 你要在这基金内成为帮子 而养鸟这句话 看似简单 实则意义重大 与其他师尊七星不同 独自一人的奇怪老头 公开表示 要培养自己的独立事 这样一来 我所知道的年恶天 就和历史不同 这是在创造 与前世完全不同的未来 也只是孤身一人的 年恶天居然公开表示 要培养自己的事 而这与上一世的历史 走向完全不同 这是在创造 与前世完全不同的未来 即便是我也不是 很了解年恶天的人生 但却有些已知的消息 血教重新开始活动以后 尽管上级下达了指令 但喜欢独来独往他 在与中原八大刀手之一 热王霸刀陈军的交战中 受到了失去右臂的致命伤 这就是六年后会发生的事 那也有可能改变了 有这个可能 那时候的年恶天还没有形成事 至今为止 变数就已经够多了 原本的我应该还是一下级学农 如今却成了师尊的弟子 甚至还与血教主的血亲 结下了些许的缘存 每一个行动上的变化 都在改变着我原本知道的未来 以后或许连这样的变数 都要计划在内 也许现在就是机会吧 没错 年恶天重建势力的王 做他的弟子便可以成为 向上爬的跳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必须成为帮主 我刚试着运气的时候便明白了 虽然先天真气和内功 不能同时使用 但能共得 如果不尽快吸收血液中 堆积的阴阳之气 我的成长速度 根本就快不得 可我拥有的一阳少家的 少贤心法根本不行 随即我问铁剑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心法 铁剑表示 他的就煮沸了下丹铁 所以他对心法并不了解 其实筋脉就是血液流动的途径 只要能加速血液循环就行了 这句话给了我启发 你们还真是总会让我想要 一些意象不到的东西 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功法 那就是年恶天的 真血晶体功法 但眼下年恶天不知道去了 我只能去找宋佐白 我让他教我 真血晶体的心法 可宋佐白却一口拒绝 我顿时表示 那真是太可惜了 很容易恢复了丹铁 每个心法怎么能行 都是同门师兄弟 师父应该会理解的 你说对吧 同门 我顿时得意道 那是自然 都是老乡 还分什么师兄师弟呢 同门 我在心里乐开了吧 不到弱惯的年纪 果然无法区分清楚 反正称呼换心法 对我是大有益处 三天后 真血晶体的内功果然有效 积累内功的速度 比平时快了好几倍 每当运气时 血液的循环 会使阳气与寒气流入到丹铁 但这就像是把我倒挂在悬崖上一样 感觉全身的血液都直冲脑袋 这下我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说没有特殊体质的人撑不下去 就在此时 我的身后突然出现一道人影 对方表示六血星有事找我 我破碎的丹田终于有救了 因为天下第一神医终于答应给我医治 但没想到我的丹田居然已经自己愈合了 这让我无比兴奋 就在刚刚 当学习完先天真气的 我得知了六血星找我 片刻后我来到了六血星的注意 六血星递给我一个令牌说道 你竟然敢要小姐的令牌 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胆子 接过令牌后 我才发现六血星断掉的手指居然已经接好 难道那个叫万死神医的人给接上了 听说除了死人 没有他治不了的病 没想到他连断掉的手指也能接上 真不敢相信 不知道砍断的脖子能不能接上 脖子断了会死 小谭 我刚接过令牌 六血星就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 这玄妙的金丝手让人根本来不及分 紧接着六血星的内功 就随着手腕的静脉进入到了我的皮 我连忙大喊哎呦你干嘛 你最好闭上嘴 幸好你的元气没有大伤 回去的时候记得带上那些药 能帮助你恢复元气 还有 我希望那块令牌不要用在没用的事情上 这些药应该都是何燕姑娘准备 她心地还挺善良 不管怎样我发现了一个好事 那就是连六血星这样的高手都没注意到 先天真气 接着我便抱权告辞 公子要不要和我也比试一下 如果你是怕强走小姐给你的东西 那你大可放心 我只是想你那个孩子师傅的身份报答一下你 我心想如果不是强令牌 原来她的意图更补 随即我出声道 我怎么敢与六血星比试 请您收回刚刚的王 可六血星还是自顾自的说道 若是公子赢了 我虽不及师尊 但可以教你一个我的本领 这女人把我当什么了 以为我不因为这句话就上功了 弟子黄狗 我怎敢因为贪图六血星的本领与你比试 若是我赢 公子可否让师尊再考虑考虑我的体力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比试不会让你吃亏 原来她的目的是说服年恶天 这确实是很诱人的条件 随即我表示传个话没问题 但要看怎么比试 六血星表示很简单 接着她把一个女人教导了自己申请 好久不见公子 这是我们一起入教后第一次见吧 我现在是六血星的弟子了 我却疑惑地问你认识我 什么 好过分啊 这时 这时 还有那时我们都在一起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 我想起来了 好久不见 我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我忙着逃命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顾别人 你们居然是旧相识 缘分还真是奇妙 这孩子名为谭义华 是三天前授的练习生 我想在陆血谷教她一段时间 我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一惊 虽然不认识她 但我听过这个名字 前世以下级修炼生的身份 成为了六血星的弟子 这在修炼生之间 可是最为关心的话题 不过看她现在的样子 也是个没长大的小孩 刚好六个月后有职位考试 在那之前 我打算把这孩子培养成上级武士 要让女孩在半年内 成为一流高手 看来她信心十足 这话的确狂妄 这就是习武之人 无论如何都想要 拜入明师门下的名义 因为数一数二的师父 可以挖掘出自身的情 但年乐天不满足于此 还下令要我成为帮主 随后我问那要如何鄙视 很简单 看谁能成为上级武士 如果两个人都达到了上级武士 那么就比一场 六血星的提议可能是一种冒险 也可能是一种动物 反正我也是要成为帮主 若是赢了 我就有机会学习 血教高手之一六血星的一个本 若是输了 年乐天就会认为我是被他们收买 与六血星的势力不同 从那个红眼睛女人说话的语气 到亲自露面就能看听 她的势力应该比他们紧 前世的我卧底生涯 让我领悟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不确定就不要下定决心 现在站在哪一方都很危险 在江湖上没眼力见没实力就会丧命 所以这一世我一定要变弃 想到我便接下了这场比试 他同意了 是的 失贼好像很是心急 他的经脉各处都有气力 看来是服用了领量 他貌似没有小姐说的那么聪明 若是赢了 通过他说服那个怪老头会容易许多 是吗 我相信你喊百下 但是那人是绝不会输的 别担心小姐 凭这孩子的天赋我们不会输 您就放心吧 你能做好吧 地华 啊 是 那是自然 这是块饼钻石还硬的石头 别人用尽全力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丝印记 可这个光头居然紧用了一头 就把石头撞成了两半 而这块石头则是血教终极武士的考核当局 下级武士想要晋级终极武士 需要灵活的运用内功 这些人需要证明自己苦修了十年的内功 想要证明内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内功在格式时上留下印记 只要留下印记就能获得正式考试的资格 正式考试是与线下的终极武士对练 若是在对练中撑过30名 便可获得终极武士的职位 而6个月后的今天就是血教职位考试的日子 所有人都有序的排队等待考试 但年俄天却带着我和宋家兄弟直接插对劲 陆血谷谈主球向雄来到年俄天面前低声的 本教的考试一律只看结果 我知道您老人家的弟子 当然可以轻松通过中下级的职位考试 但是 但是什么 别跟我滚弯抹角 有话直说 到底事情还是不行 仇向雄顿时冷汗直流接半价 小谭剑不解的问道 他这是怎么了 我解释道 我们中途差劲了 无视考试规律 他自然难办 这次在陆血谷参加考试的有106个 其中一半以上是以低级武士的身份结束了考试 但我们以师尊弟子为由跳过去的程序 肯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 看什么看小子吗 不服气的话 你们也来当师尊的弟子 仇向雄无奈的 可是师尊 这里还有很多人在看着啊 你什么意思 本座还要看雄烈身的隐私 不是这样的 此刻其他前辈以及七血星所属的坛主们 为了提拔新人都到现场观看 您的弟子至少的证明具备基本的考试资格才行 师尊 仇坛主所言甚是 他作为陆续谷的谷主 只是按照本教的规矩办事 不如先听他把话说完怎么样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不也是为了直接参加上级武士考试 现在才出信的吗 我不否认 所以球团主 我们要怎么做 只要能证明具备参加上级武士考试的资格 即便略过一些程序 也不会有人提出意义 看在球团主的面子上 表面功夫该做还是要做的 一华 一华文言起步上前 六个月的时间里 他没了傻乎乎的样子 现在充满自信 我也挺好奇这段时间 他达到了怎样的竞技 一华缓缓走到格式时面前 接着双手蓄力 向格式时打拒 这一击成功的在格式时上留下了两个手 这样的实力足够有资格参加上级武士的考试 片刻后一华来到六血星面前行礼 虽然很惭愧 但我尽力了 六血星看向球象熊表示这样是不是可以 球象熊回应道 足够了 您的弟子非常优秀 随后一华得意的来到我面前炫耀 看到了吗 少云辉公子 这半年来我变得非常巧 这次我赢定了 但我此刻正在思考 完全没注意一华说的什么 这次的考试我要用内功 先天真气是秘密武器 没必要在这里报我 但问题是重生前我没参加过终极团式 不知道用几成功力能够通用 故事敢多分多的力 我给你来先次拽下来 我顿时菊花一几 看来我必须要比一华更练 得益于年恶天告诉我的明文长弓 再配上明文星 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内功近不近 一开始还是别想被隐藏实力 别到头来留不下来应急 就用八成功力了 随着我的一拳打出 我发现这个格式时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多 我的拳头直接打进了格式时两米 这一幕让其他人都震惊不已 但我的拳头此刻却阴打太深拔不错 宋佐白晃晃悠悠的来到我身后出身的 直接逼开不就行了吗 看我的 随后宋佐白就被格式心理 但打了两分半也只是打死了点 宋佐白变解了 我是怕你拳头烧伤 所以才先从周围开始瞎少的 下一刻 又旋一头撞上了格式时 格式时瞬间就被撞成了两半 这一幕再次震惊重 宋佐白见状得意道 现在比我是不是悲伤瞩目 我无语的散播道 备受瞩目的明明是又旋好 年恶天见状顿时狂笑起 裘向雄也立刻出声道 师尊 您的三位弟子全都资质过人啊 那我就去准备好让大家参加上级考试 我闻言对裘向雄喊道 谭姐 你好像搞错了 我们不是来这里参加上级武士考试 而是参加首领职位的考试 这是快笔钻石还硬的石头 别人用尽全力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丝印记 可这个光头只用了一口 把这个石头撞成了两半 而这个石头则是血绞终极武士考核的道具 只要用内功在上面留下印记就算获得了考试资格 我和宋家兄弟理所当然的通过了考试 裘向雄见状就宣布我们可以参加上级武士的考试 但我却打断他纠正的 我们不是要参加上级武士的考试 而是首领职位的考试 上级武士的考试是需要接受血绞一流上级武士的12招才能通过 不过上级武士一般都会放手 因为上级武士远比中级武士强大 若是想打倒修炼生估计三招就能搞定 年俄天没有让我们马上进行首领考试 也是想让我们亲眼见识下高手的实力 就在此时年俄天一把抓起我的脑里说道 你小子跟血手魔女做比试了吗 约灰 我刚刚看到血手魔女的喉咙在颤动 真狡猾 就是为了在比试中变得有力 不只是因为这个 虽然也有为了在比试中占据优势先发制 但也是为了让年俄天知道我正在与他们这边接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我早就跟年俄天说了 年俄天拎着我的头乱放地说道 你们的比试不会是让你这家伙来说服本座吧 你小子是一有机会就想得到点什么 要是再敢耍小聪明本座就把你蓝仙子拽下来 不过你们居然做了这么有趣的比试 那我得让那个女人吐出他的真本理 去给他们瞧瞧你的本事 首领是血教的精锐上级武士 想要成为首领共有三种方法 一个是不断积累业绩 以上级武士的身份完成任期 按赴首领 首领的顺序晋升 第二是立下大功晋升职位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与两名上级武士进行真剑对击 在百招内获胜 这难度是上级武士职位考试所无法兵议 而球向雄剑我居然用剑比试后对我传音道 看来师尊把徒弟教得很好 我很期待师尊的剑法如何 若你是奉师尊之命而来 就不必去基于首领之位了 因为你多的是机会 师尊的弟子竟然会用剑 那我可要虚心讨教一番了 虽然大家通过传音说的像是在担心我 但态度却很好战 我抱拳表示请多指教 请接着越此栏下这一击 但下一秒我就听见了曾身后此栏攻击 我一个转身极限栏下 对方被我的这一下震惊 因为我连看都没看后面 仅仅是靠听力判断出了他的攻击 不等他反应过来 我就是一击飞踢 这下让这两人再也不敢小瞧我 而这就是我苦练了四个月的成果 光是跟年恶天和双胞胎的模拟对练就超过百次 尽管都是被打的回忆 所以这种小战根本就不算什么 那两上级武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随后便再次朝我冲来 看样子他们是要改变策略 大眼无比强横的剑招就已经到达我的元气 我也用出密搜行剑指导 现在才是真正的罪刑 随着我的攻势越来越紧 对方顿时被打得节节败破 可突然 另一人出现在我身后抡起铁剑就要砍掉我的脑 但下一刻他却停下了攻击 因为我的小弹剑捅进了他的大力 眼下这个局面必须要用大招了 我运起先天真气 心灵剑法第四式 为龙生剑 瞬间强大的剑气直接将对方掀翻 而掀起的灰尘阻挡了我身后的那名武士 但我并没有给他多少弹的时间 我一个剑步跃起 心灵剑法第五式 流星落剑 老龙神的剑气瞬间就冲破了对方的脑门 一直到对方的脑门才停下 战斗结束 我收回铁剑说道 快取血吧 我也好拔出短剑 对方剑状也是心托口不当 我们输了 你完全有当首领的资格 这一幕让底下的教徒们都兴奋一场 我居然真的做到了 球像熊也收起了对我的轻视 因为年乐天已全出名 当初我说要用剑矢 他打心底里认为我很狂傲 通过万死神医恢复丹田才半年 六个月的修炼很难对比一流高手和功 可是为什么 难道师尊也很精通剑法 而六血星对此也是不敢相信 师尊的独能女功是将外功和内功发挥到极致 但我用的招式都是上乘之谷 这不是师尊的武功 应该是大宗师级别的剑客所创造的剑 比赛完毕后我来到了年乐天命级 年乐天对我的表现很满 甚至都让他想起了南川剑客 谭一华剑状出声道 师父 我也要开始首领考试 过去的半年里 多亏了师父我成长了很多 我相信师父的教导 也相信自己的努力 我要维护师父的颜面赢下这场比试 我一定会获得首领的资格 但结果就是他被打的大名下不了了 仅仅五十招就败了 拳王的弟子竟然选择用剑比试 并且他所使用的剑法也是大宗师级别创造 仅仅五招就打败了上级武士成为了首领 这一幕也让其他人不解 六血星来到年乐天面前问道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一拳出名的师尊在剑法方面也很有造诣 年乐天文言冷笑道 何必滚弯抹脚呢 你就直接说这不像我的剑法不就行了吗 天下无敌的血手魔女还真是没有眼力剑 居然都没看出这是南川剑客的剑法 此话一出全场华人 殿国霸主南川剑客 您是说这是那位爵士高手的剑法 南川剑客已死 难道是师尊您干的吗 恭贺师尊 但年乐天却怒喝道 有什么好恭贺的 没能跟那家伙一决胜负 被其他人抢先一步是值得恭贺的事情 我没想到年乐天会说出真相 他明明可以说成是他杀的 还真是意外 接着有人问那本秘籍是怎么来 年乐天表示是南川剑客给他的 我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这本并不是完整的剑法 本作跟那个家伙较量过多次 没人比本作更了解他 本作补全了剑法上的破绽 将其传授给了这小子 他可以说是本作与南川剑客的共同传人 我心想这老头真狡猾 这样一来年乐天不仅是为了 不让死去的南川剑客断带找到的传人 还完善了南川剑客的剑法 再者 以后在血脚内部即便出现认得 这是南川剑客剑法的人也无法提出意义 铁剑对此表示觉得很庆幸 要不是他 南川剑客的武功就失传了 而且那个人还说你是南川剑客的后人 光是这一点 我就很感谢他 与此同时的擂台上 宋左白打得异常吃力 已经过去了六十招还没有赢得迹象 从某种角度来说 那家伙才是年乐天真正的传人 在即将到达一百招之时 宋左白终于赢了 不过他自己也非常狼狈 刚下擂台年乐天就给了他一种鸡 没出息的家伙 真给我丢脸 随后宋左白一脸忧怨的看着 接着对我传音道 这时球向雄宣布 最后一名首领参赛者宋又旋请上线 年乐天冷哼道 你要是像你那个废物哥哥一样 那就等着二几天吧 宋又旋闻言顿时一脸严肃 随后杀气腾腾的走向擂台 而宋又旋的对手 居然是一个拳尸和剑尸混合上场 他来球向雄 不想让我们三人都拿下手里 说不定他是看年乐天的脸色 所以才只选了一个使用兵器人 随着一声考试开始 宋又旋直接给对方来了个双风惯号 当场让对方失去意识 另一原则直接投降 我见状也暗暗庆幸 幸好之前是和宋果白打 年乐天也对此很耐 在考试结束后 谭主以及核心人物们将前往陆血湖本堂入口 这时小谭剑提醒我六血腥的一个手下一直在看见 我回头一看 是何燕姑娘 不对 应该是白莲夏 看样子是用夏仙不死草之后 但也还能认出来 小谭剑坏笑的调侃道 哟哟哟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是观察力强啊 还是有什么想法 我让小谭剑别胡说八道 前面的宋左白不解的问为什么要举本堂 年乐天表示现在开始才是关键 因为我们得带有用的人来 片刻后我们到达了本堂 里面有一面挂满了名牌的面粉 随后球向雄便宣布 从现在开始进行提拔仪式 提拔仪式终于开始 所有通过的血教武士候选人都会在木板上刻下名字 随后的血腥和尊者底下的谭主们用自身的视力带走自己看好的候选 但下级武士是全权由谷主平均分配 其实就是上级和中级武士候选人的争夺战 年乐天表示由于他手底下没有谭主 所以他只能亲自挑选了 其他人对此也是敢怒不敢 先是从终极武士开始 年乐天上前指向最下面 随后用力一划 终极武士共有37人 挂掉后面10人 上面的人本座全部带走 其他人被年乐天的做法震惊 本座很公平地留了10个人 不管你们要商量还是怎么样 你们分别能带走一个人 六血腥上前出声道 世尊 您要提拔的人才未免太多了 世尊在最新商议时不是说培养势力很麻烦吗 当初您明明宣称要独自行动 如今却要提拔这么多人 这样一来 分配就不公平了 说得不错 若是世尊执意如此 我也没有理由再追究了 既然世尊公开表示要扩大势力 那其门下分配睡觉武士是理所当然的事 随后六血腥心想 一向独来独往了世尊若是壮大势力 必将动扬睡觉的领域 若是那位知道此事肯定也会开始行动 曾是卧龙的年乐天如今兴起 小子的潜力变得更加艰难了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 因为这样一来双方就都会想说服年乐天 在这个过程中势力范围定会浮出水 我们便可以权衡利比 而接下来就是上级武士提拔仪式 球向雄宣布通过上级武士的六位候选人请上前 在申请之前请各位弹主简单说明一下自己门下的优移 以便候选人选择任职 从现在起一切就都取决于各位弹主的口袋 在上一世也是这样 上级武士候选人会执行选择加入哪个派系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必须把那些家伙全部带过来 用你那小蛇如黄的嘴说服他们 我弱弱的道 师父你是在说我吗 我哪有资格 不管怎么说我的级别还是太低 这次该由他亲自来比较好 年乐天不满道 你这小子是要让本座自己刮自己吗 我也是一阵无语 原来他的意思是让我给他的脸上些紧 球向雄问到谁先开始 我文言上前一步表示要代替师尊来讲 而我身边的光头却反驳道 再怎么着也要有前后备指的 还是按资历来更好吗 那我岂不是成最后一步 光头的话被另外两人支持 完全由不得我反对 看来他们和年乐天也没什么区别 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愿意给我这个计划 搞得我更想赢了 若是带走全部的六个人该怎么做呢 上级武士的提拔终于开始 不同于中级武士的被别人选 他们可以自行选择加入哪一个派系 而在数千人中 只有六个人成为了上级武士的候选人 每个势力的代表人可以上前介绍选择自己的优势 我被年乐天派出代表他来招满 但年乐天给我下了死命令 必须把六个人全部招入归下 不然就把我蓝仙子拽下来 由于我的资历最小 所以我被安排到了最后一个发言 这让年乐天怒火中烧 我只能无奈地表示我会尽力的 他们依次上前发言 内容基本都是加入 他们就会把独门武功传授给他 就这样九位坛主结束了发言 而所有坛主都在观察一位候选人的反 发言期间那个家伙始终面无表情 他叫赵成元 那家伙在任何人眼中的实力都接近一流 只要稍加培养就能成为绝顶高手 他在上级武士考试之时不仅超过了对方十二周 甚至还反击了十六招 所有坛主的注意力理所当然的都集中在他身上 不过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到 虽然前世的所有是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晰 但我的脑海里肯定有这个名字 就在此时轮到了一血腥底下的坛主罗胜行上前发言 而原本对所有人都不感兴趣的家伙居然有了反 尤其是听到罗胜行说他们一直在最前线的开封战斗 他的反应更加强烈 开封是丐帮的大本营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家伙是丐帮的奸细 那个家伙在半年后会被发现是奸细而被追杀 这个家伙只想进入一血腥门下 虽然很可惜 但我也只能放弃这家伙 可怜恶天却给我传音道 一定要把刚才你看的人带回来 本作想要这个人 你小子不也是这么想的才会看向他吗 这家伙在对恋事也非常出色 俊败血坛中所说他是下午门出身 一定要把他带来本作门下 这下要命了 这老家伙知不知道他正要把一个奸细内容挥下来 片刻后轮到了我讲话 看着这些心愿 要想让他们心动就必须使用之前没用过的战略 幸会 我是和你们同时入门的首领邵云辉 你们也知道我是师尊的弟子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比你们运巧 我确实是幸运 但是我认为没有人能像同为教徒的我一样了解你们的心情 果然教成员那家伙连听都不听 就像方才罗慎行谈主所言 我也认为讲有关师父的一文或吹跑的师父其实毫无意义 什么 本作的事情没有意义 我反倒觉得这能证明一些事 看看同样是作为教徒入教的那两个人 连他俩都成为首领了 甚至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这边有客观指标 仅在一年内就培养出了三名一流高手的客观指标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我们是师尊的弟子 但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师尊的弟子包括和我同门的双胞胎在内只有三个人 其他人文言嘲讽到 势力小有什么好炫耀的 但我接下来的发言却让他们再也效果了 虽然我们现在人少 但不久就会有很多教徒拜入师尊门下 到时候你们就是开创门派的工程 会成为剑派的中心 其他门派是很优秀 但无论去哪里 你们都会从基层开始学习 可我想问一句 你们是想从龙尾开始 还是想从龙头附近开始 最后你们也看到了 因为我们这里人少 所以大家相处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俩给我把嘴裂开笑 不然本作就新手把你们撕开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开始动心 我们不是像家人 而是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氛围 下一刻 就有一位名叫李逵的选择加入我们文家 第二个人也朝我们这里走来 其他弹主因为躁动不安都在传音 但对方还是选择加入我们 下一个候选人是赵承远 最重要的就是他 他一个人能抵其他五个人 虽然他是人才 可他的身份是盖方奸细 这如同有毒的黄酒 虽然大家都在努力传音拉拢他 但对于目标明确的他来说 这无异于杂音 因为这家伙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败入一血腥门下 要拉拢这种人 我该放个多次的余部 还是收入门下的 可这个奸细绝不会被我的花骗到 年恶天对这个人也无比在意 我要是搞砸了估计就废废 没办法了 我也当了十年的奸细 所以很清楚奸细最害怕的情报 喂 乞丐 他是万中无一的典子 只要稍加培养就能成为绝顶高手 各大弹主为了招揽他 许诺了诸多好处 可他面对诸多好处 却丝毫不感兴趣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丐帮的奸细 他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去一直在前线 与丐帮作战的一血腥的事 但我却有十足的底气 把他招入灰下 就在他静止走到一血腥手下的 弹主罗慎行面前之时 我对他冷声道 喂 乞丐 因为帮主在开封 就选择去那边的话会有危险 赵成员慌张地问我想怎样 我轻轻一歪头 场中一片鸦雀无声 罗慎行一把抓住赵成员的肩膀 兴奋了 欢迎你来 赵成员候选 但下一刻他就傻眼了 赵成员跪在我面前 少首领 我想在师尊门下任职 年二天见状也是无比满 我成功地改变了这家伙的心意 这将改变我所知道的 关于赵成员的历史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以后或许会有很多麻烦事 少首领你说了什么 你真的打算带走所有候选人吗 你要是这么做以后要怎么面对我 无数道传音向我发来 现在已经有麻烦事发生了 片刻后上级武士提拔仪式结束 年二天的实力最终拿下了四名上级武士 年二天对这个结果很不满 宋佐白见状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嘲讽 但下一秒他就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 公子的实力真是非同一般了 而我对这人的到来居然毫无察觉 既然来了 还不赶紧凑上前来 是在那看热闹吗 看样子他和年二天认识 并且关系还不一般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年二天待人如此和善 真是抱歉了 师尊 因为觉得有趣所以就一直在旁观 打个招呼吧 他是十连行在本座手下收拾残局的家伙 号宗谈主张文雄见过各位公子 我们也连忙回礼 随后张文雄对年二天开始汇报 他已经扩充了巨恶线的人员数量 现在拥有下级武士20名 终极13名 上级2名 而巨恶线是和陆穴谷一样 是同位穴教培养新人武士的点 年二天对此表示还凑合 张文雄陪笑的 属下惭愧 没有公子那种口才 只能做到这种分手 年二天六个月前的离开应该就和此事有关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但却在有条不紊的做着扩大势力的准备 师尊不愧是师尊 眼界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真好奇他构想的森林究竟有多广 家里人多了 从今天起初在山洞里的日子也该结束了 双胞胎 你俩和云灰席带上几个人 去把洞里的东西全部收拾过来 宋左白兴奋的 太好了 我们不用睡在蜘蛛和蜈蚣爬来爬去的地上了 而这时那些新人武士才明白好像选错 但已经迟了 宋左白问我需要带几个人 我盘算了一下说道 差不多需要七人 我刚刚看你很会管理那些人 那就你来选人吧 那是自然 你就瞧好吧 来 自认为清风很厉害的人举手 像宋左白这种人要是说他肉烤的好 估计他就会一直烤 赵承元这个家伙从刚刚就一直在看 片刻后宋左白带领他们来到了悬崖地下 快到了 只要爬到上面就到了 有人惊恐地问要是不小心踩空了会怎么样 宋左白表示不用担心 死不了 就在此时赵承元来到我面前表示要和我商量的事情 这个家伙还真是胆子大 其他人都在就敢明目张胆地说和我单独谈 我不知道你俩有什么事 不过最好抓紧跟过来 要是迟到你知道那个老头子 不对 师父会怎么样吧 说完便一溜焉地向山顶爬去 年二天的独门清宫真是越看越觉得厉害 邵云辉 湖南利郎县一阳少家三男 母亲是剑出 小时候走火入魔导致丹田受死 因此被家族称为废物 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你的情报 真不愧是丐帮派来的奸行 有关我的情报张口就来啊 你现在不想隐藏自己是乞丐的身份了吗 话音未落 赵成员就一掌草我攻来 他是乱中无一的天才 各大坛主为了招揽他许诺了无数好处 但我仅用了一句话 就让他乖乖加入我的门下 只因重活一世的我知道他是丐帮的奸行 这样本来想去一直与丐帮交战的一血腥手下的 他不得不加入我 在宋左白带人上山之后 赵成员趁机与我交谈 可我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对我动手 我后撤躲过这一场 这种掌法再加上那跌跌撞撞的独特步伐绝不一般 我判断错了 这家伙不是接近一流高手 而是已经达到了一流高手的境界 铁剑剑撞连忙提醒我小心点 这是降龙十八掌 这可是只有丐帮帮主或者是少帮主才能学习的爵士掌法 这个家伙怎么会用 赵成员双手何时凝聚能量 随后一道恐怖的冲击波便从他掌中轰出 若你的剑已经出窍 那我或许会吃点苦头 但也难不到我 这下你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了吧 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话音未落 我便冲到了他的眼前打断道 少自命不凡 紧接着我便一剑砍出 赵成员先是自信地表示就这种招式 他可以轻松打到一旁 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我这一剑直接将他掀翻 赵成员有些震惊地喊道 你居然隐藏了实力 我冷声道 你现在知道晚了 我与其他人不同 不仅可以用下丹田 还可以用中丹田 仅靠内功我的实力只会略胜一流高手 但在一个月前 我已经达成心灵剑法的刺心 虽然他把剑刃拧到剑身附近抵挡了招式 但已经到了极限 我故意打出带有破绽的剑招 然后在赵成员胸有成竹的防御之中瞬间变招 我的长剑直奔赵成员的脑门砍去 剑光闪过 赵成员顿时开始惨叫 我收起铁剑无语道 别装了 不过就是晚了的剑花打了你 赵成员有些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放过他 但我直接一个西顶 我可没说过要放过你 接着我封了他的学位 赵成员连忙求饶道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按住他的头冷声道 谁让你一上来就对我用长法的 赵成员哆嗦地对我道歉 我表示你不用道歉 我甚至反倒特别感谢你 本来因为那个疯老头 我这一年来心里就压抑得不行 真是太谢谢你了 片刻后 看着被打成猪头的赵成员 我的心里无比畅管 仿佛十年的基石都消化了一样 我现在好像能理解年乐天 为什么喜欢打人了 但这家伙的疑点太多了 最开始当那家伙面临身份 快被曝光的时候 他却反而马上接近我威胁 并对我展开攻击 并且只要是受过奸细训练的家伙 无论正邪派 都会为了防止情报泄露而自杀 但这家伙被打的时候 却喊了好几次饶命 当人真的面临这些 对人生还有留恋时的确会祈求饶命 但是最后使用的降龙是巴掌 众所周知 整个武林只有丐帮帮主及其嫡系 才会用刺武功 但我回归前 丐帮继承人是福贤堂的旁族 一个名为洪凯杰的人 既然他对生活有如此多留恋 还是直接问会比较快 我来到赵成员面前 问他和少帮主洪凯杰是什么关系 赵成员问我确定吗 我不解的问确定什么 赵成员哆嗦着带着些许愤怒说的 那家伙真的成为了少帮主吗 我被这一幕搞懵 其实如今丐帮的少帮主 是不是洪凯杰我也不知道 但在我重生前 他的年纪已超过30 眼下应该早已经被定为接班人了 难道这家伙和洪凯杰是竞争对手吗 随即我问道 洪凯杰成为少帮主有什么问题吗 赵成员愤怒的喊道 该死的老头 一年他都忍不了 就因为那该死的洪凯杰是他的孙子 学了五年的降龙十八掌 连第十掌都勉强才学会的蠢货 居然还要选他来当继承人 换作是我 只要告诉我招式我当场就能学会 原来是在后继之争中败给血人了 随后我淡淡道 你因为想立功就草率了当了奸细 对于输给血人关系你很不服气 就想潜入血教揭露血教根据地或者挖取情报 因为武林联盟最警惕的也是血教复活 你便认为只有此等功劳才能得到认可 不过这可怎么办 少帮主的人选已定 你的功劳要怎么得到认可并成为帮主继承人呢 还有你认为帮主和少帮主会放过立功的你吗 要是帮主把你当奸细的事透露给血教会怎么样呢 他们手上不用沾一滴血就能除掉 这样一来你的功劳就会化为泡影 不对 也不至于是泡影 作为奉帮主之命充当奸细的弟子 或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那些功劳都会归于盖帮 仔细想想 重生前的赵成员未免太容易被追杀了 考虑到他是拥有十万名弟子 并在盖帮习得降龙十八掌的奸细 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舍弃了 赵成员痛苦地嘟囔道 我真是太蠢了 想靠功绩得到认可来获得帮主之位的想法 原来如此荒谬 但我能怎么办呢 除了相信帮主会守信之外 我确实什么都没有 他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我重生前的处境 随后我出生道 怎么会什么都不生 你还有条命在呢 我给你个机会 若是你发誓追随我 我就当我们之间的谈话没发生过 不止如此 我还会帮你实现愿望 在一刻钟内做出决定吧 是想以盖帮的无名奸细这个身份死去 还是与我一起报仇 他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一手降龙十八掌用的出神入化 本应可以成为下一代盖帮掌门 可他的位置却被掌门儿子抢走 不服气的他就决定潜入血脚当奸细 想要做出一番功绩来扶众 殊不知仅仅半个月掌门就出卖了他 将他是奸细的消息告知了血脚 最终他被血脚追杀致死 这便是上一世赵成元的结局 但重生后的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我抱奏了一顿赵成元后 问他是想以盖帮的无名奸细身份死去 还是当我的小弟与我一起报仇 走投无路的赵成元表示 只要帮他解决掉奸细的身份 他便效忠于我 片刻后我带着赵成元来到了年恶天面前 刚一见面我就直接跟年恶天摊牌 师父 赵成元不是下午门出身 他其实是丐帮出身 下一两年恶天就掐起了赵成元的脖子 随后恶狠狠地问他是不是来当奸细的 我在一边淡定道 他的确是来投身本教的 几年前我在力郎县见过他 他因联盟知识来过一阳少甲 那时候他比现在还年轻 一肤又黑又脏的模样 所以我没认出来 但在提拔仪式上一镜叹便认出了他 您还记得吗 赵成元原本想在一血新门下的谈主那里认知 因为我认出他并发出了传音 他颇为困惑 但好笑的是 他说若是本教知道了他的身份 说不定会被赶出去 所以求我不要告诉别人 赵成元气急败坏地对我传音 让我应该跟他先通个气 所以你小子想气暗投明 赵成元跟小鸡卓米一样表示似的 就在此时张文雄出生的 目前还不能相信这个家伙 虽然公子已经查验妥当 但是奸细还是气暗投明 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我心想现在就是决定胜负之时了 随后淡定道 这家伙在陆血谷待了一年 说的话并不可惜 但他却给了我一个有趣的情报 他说武林联盟和无双省的关系 很快就会破裂 再过半年左右 武林联盟和无双省的同盟便会瓦解 随着现有的武林两大势力的关系破裂 变成了散落在各地 躲躲藏藏的血脚重新浮出水面的气急 这就是我重生前发生的事 但对现在的血脚来说 却是极为重要的情报 年乐天拍了拍赵成元说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本作就愿意收下你 问题解决 随后我俩便离开了年乐天的住处 赵成元在我身后心有余悸的心想 这半个时辰发生的事太多了 搞得他晕头转向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不用再担心盖帮帮主会做什么了 但转念一想他又有些崩溃 因为现在情况正好反过来了 若是血脚向盖帮传递他的消息 那他不仅得罪了盖帮 岂不是还会成为正派公敌 甚至还变成了把毫不知情的信息 出卖给血脚的叛徒 我在前面淡淡出声道 你现在变得进退两难了对吧 赵成元吓了一跳 他问我难不成会读心术 我有些无语 你还是别当奸细了 你在提拔仪式上也是这样 心里想什么全写在脸上 赵成元被我的举动震惊 此刻他完全搞不懂 我为什么不仅能揭穿他 还能知道他在丐帮支持 都不知道的情报 毕竟我的名声可是一扬少家的废物 但本能告诉他 与我威敌会很危险 就在刚刚 谭一华告知我 六血星让我午夜去本堂的附近等他 他会按照约定教我一个技能 到了晚上我来到本堂后空无一人 他来血叫的骨干们 肯定是因为我的情报正在彻夜讨论的 两分半后六血星几人才姗姗来迟 在客套了两句后 六血星让我正视一下他的眼睛 下一秒我的心脏一紧 我的先天真气也自己运转起来 小谭剑说他刚刚看我亮枪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肯定是六血星的能力 此绝技是二十多年前 我从一个无名仙人的词讨里得来的 比起我或许公子这种聪明人习的 更能派得上用场 我正是因为学了这绝技 才有了模拟的称号 此绝技名为换一眼 我打算传授给公子 换一眼是一种暗示 它可以让对方暂时陷入深意状态 处于混乱或者深意状态的人 一旦受到特殊刺激 就会下意识地做出反应 按照他的说法 这武功当真是可怕 在刹内间就能决定生死的战场 一旦敌人中了这招 就会陷入毫无防备的想法 我知道公子在想什么 此绝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只要有轻微的接触 或者声音之类的外在冲击 就会很快醒来 再有对心之过强的人不太管用 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 施展者也需要相当强的意念 此绝技很难用于混乱的情况 或者决定生死的实战 如何 想学吗 我抱拳表示那是当然 虽然条件苛刻 但如果能诱导对方松懈的话 那也确实是个厉害的本领 但如果草率乱用 别人就会对我心成戒备 仔细想想 当时年恶天应该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才挡住我的视线的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六血星通过传音教授了我换一眼的药灵以及方法 换一眼的药觉与武功不同 它更像一种咒术 正如他所说的 需要集中一定的意念 换一眼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通过精神施压的方法使人陷入混乱或者昏迷 第二阶段 可以让对方按照自己所想去行动 第三个阶段 让对方产生幻觉 遗憾的是听说秘书上对最后阶段的阐述 和加强换一眼的暗示方法却到此中断 只留有前一小节 最后阶段试试幻觉成为武感 但六血星也没琢磨透其意 小谭剑气愤道 心灵剑法也是如此 大家都把重要的内容记在后面 回头弄丢了 我则表示能学到本领就不错 接着六血星让我试一试 说完就让谭一华上前 我心想我还能闷让他来干啥呢 原来是这种用途 其他弟子武功都很高 所以没办法 谭一华扭扭捏捏道 公子 请你轻一点 不要弄疼我哦 我瞪着眼珠子瞪了半天 却半点反应没有 小谭剑在一边嘲讽我真词 我顿时心想要是我能用 换一眼的第二阶段的话 公子不必灰心 此觉技需要高度集中力 但话音未落 他就看见了谭一华正在脱衣服 我连忙上前拍了一下谭一华 这才让他清醒过来 随后我尴尬的心想 我只是随便想了想 怎么会这样 六血星震惊的问道 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我慌张的说自己什么都没做 那一华是无缘无故脱衣服的吗 谭一华这才反应过来 尖叫着蹲了下去 小谭间坏笑着说我真诚 我连忙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觉得如果第二阶段可行的话 那就能让对方丢丢脸了 我是觉得他脱光后跳舞的样子 应该会很搞笑 你觉得这能成为借口吗 小子 而六血星则暗暗心惊 那分明是换一眼的第二阶段 我研究了二十年都不行 为何公子上来就能用了 你想骗我这个教你本领的师傅吗 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结巴的解释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想了想 你希望一华脱掉衣服 公子你再试一次 就在此时白连下上前打断道 公子不像是会说谎的人 要办的事都结束了 我们回去吧师傅 好吧 那就相信公子说的 我已经遵守了预定 今天是不是和调话了 那下次见 后色之徒 这下完了 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没事的 以后会有解开误会的机会的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片刻后我回到了住处 宋左白迷迷糊糊的起身问我去哪了 我在心里盘缠着我要怎么编呢 小谭间表示 让我对宋左白用一下换一眼试试 他这句话提醒了我 以他为对象进行试验的话 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 随即我就盯着宋左白心想做蠢事 宋左白气呼呼的站起来 问我为什么用那种眼神吵他 我看他没中招就解释道 道歉 我可能是太累了 明天再聊吧 说完我就翻身睡去 但下一秒我就听到了一声脆响 宋右旋音森道 你为什么要打我的头 宋左白慌张的解释道 而回应他的只有正量的打光头 我获得了能够随意操纵别人的头数 并且刚一学会就直接达到了 顶级高手都没到达的第二阶段 我先是盯着宋左白的眼睛做实验 心里默想的做蠢事 但宋左白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见状便躺下准备睡觉 可下一秒我就听见了一声脆响 宋右旋音森道 你为什么要打我头 等等 右旋这不是我干的 虽然是我的手打的没错 但这不是我干的 回应他的只有闪亮的大光头 我已经学会换一眼三天了 这期间我通过多次练习了解了很多关于换一眼的事 换一眼的第一阶段跟血手魔女交我的差别 让对方单纯的愣声我现在可以自由施展 但第二阶段却有很大不同 第一若是中换一眼 其实有部分差异也会在五秒左右里按我的所想去行动 考虑到这一点 当初即使我没有叫醒谭一华 他也极大可能停止脱衣服 第二 中过一次换一眼的人不能连续中招 以宋左白为实验对象 虽然第二天中招了 但不能连续催动 第三 无法窃取记忆或情报 这点太可惜了 对方只能听命形式不能主动提供信息 第四 对精神力或者比我强的高手是行不通的 从某种角度上看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连血手魔女都没试图对年恶天用此技能 最后 换一眼的第二阶段消耗了先天真气 也许加强换一眼暗示的方法与先天真气有关 正一如此血手魔女才只能做到第一阶段 或许先天真气变强就能达到第三阶段 二十天后 我和宋家兄弟三人合力还是被年恶天吊着打 你们连三招都撑不住 本作的弟子不会致向在首领的身份上迟不不前吧 你们三人合功 却只让本作移动了四步 你们应该感到羞愧 真是太奇人了 他一直这样 我就很想用真正的实力跟他斗斗 但即便那么做了 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年恶天是连巅峰之壁都能越过的怪物 要想实力和他互相上下 至少要像南川剑客一样 达到新明神功的六星境界才可能 但铁剑却表示如今这一点也不确定了 年恶天变得非常强大 在没剑的日子里取得了仅次于旧主 或大于旧主的进入 旧主与年恶天最后交战是在15年前 年恶天的武功不可能不经济 想要赢过他 恐怕需要达到生前连旧主都没达到过的 新明神功七星境界 正当要进行下一轮训练之时 白莲夏突然出现 在那天以后 即便在陆雪谷碰见也只是擦肩而过 我还以为彻底被他讨厌了呢 他来这里干什么 年恶天看了我一眼让我去吧 我和白莲夏来到了远处的竹林 公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何燕姑娘吗 你知道我不是在问这个 公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聪明 若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身份的话 那就更奇怪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我是看他不想暴露身份才假装不知道的 光是他之前表现出来的举止 就足以让我推测出很多事 现在可以如实说了 终于找到了 想问路都找不到人 你们是陆雪谷的人吗 我抱拳表示是的 蛤蟆金上前拍了拍我说的 我刚来陆雪谷 在山上到处徘徊 小兄弟稍后给我带个路吧 我顿时有些不爽 这么自然的使唤我 你是何人 忘记自报家门了 我是二尊乱魔刀记徐凯摩老人家的二弟子高银才 我记忆里有这个名字 十年后 以隔血刀客的绰号 因肆无忌惮地杀害那些贬低自己长得像赖蛤蟆 并不乱起绰号的人而恶名昭主 虽然对前世的我来说他是让人恐惧的对象 但目前不是 很荣幸能见到二尊的弟子 我是师尊的大弟子邵云辉 蛤蜂金文言吓了一跳 随后凑到我面前观察我 他突然出手 我恼怒地问他为何突然出手 蛤蜂金戏谑道 看来师父是杞人忧天了 就你这种货色居然是师尊的弟子 即便知道身为二尊的弟子身手必然了得 但这家伙居然已经超越了一流的壁垒 他不是仅凭下丹田内功就能对付的敌人 白连下挡在我身前呵斥道 你这是何意 原来你是六血星的弟子 没有普通姓名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听说你们那边有不少美人 我文言起身道 我来处理他吧 想在女人面前出风头吗 那就让我瞧瞧你的实力吧 你这话说的没错 让本座也来瞧瞧你的实力吧 谢谢师父 此人一下子便用掌力将飞出去的高音才身上的权力变化解 而且高音才叫他师父 那么此人便是四尊之一 二尊乱魔刀继续凯魔 他长得像癞蛤蟆成鸡 可但凡谁敢这么嘲讽他 他就会灭水满门 而他身为血教二尊的弟子 仗着自己的身份作威作福 在得知了我是师尊的弟子之后 居然二话不说就对我出手 接着便过躁地嘲讽我道 就你这种货色居然是师尊的弟子 即便知道身为二尊的弟子身手必然了得 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已经超越了一流的壁垒 正当我决定不再隐藏实力干翻他之事 师尊突然出现 紧紧一拳打出 瞬间就秒杀了刚才还嚣张无比的蛤蟆精 但下一秒蛤蟆精就被人救下 来人便是四尊之一 二尊乱魔刀记徐凯魔 二尊上前出生的 年兄 好久不见啊 年恶天没好气到 续兄 不过四年而已 何来好久不见 大家好像有什么误会 狗屁误会 许兄的弟子对本座的弟子大打出手 本座要是没看见 这小子肯定的受伤 都是练武的年轻人 本座的弟子一直握在山洞里 估计是看到年兄的弟子后产生了好胜心 所以这个年轻人是在侮辱本座了 徐凯魔文言瞪向蛤蟆精 蛤蟆精连忙狡辩的 不是这样的 弟子怎么敢侮辱师尊他老人家 弟子认为师尊的弟子武力低威 反倒给师尊蒙羞了 我也是一阵无语 我招谁惹谁了 下一刻一只大手抓住蛤蟆精的脑袋 在了地上 你这张口就知道狡辩的坏毛病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师尊 还请您原谅我师弟的武力 婉威是师父的大弟子好精元 而根据我的记忆 徐凯魔的弟子只有高音才艺人 而且也不可能是关门弟子 若是关门弟子 也没必要表明身份 这十年来可能发生过什么事 比如有人丢了性命 连政派中都有继承人 或者师兄弟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 更别提被称为邪道的血脚了 年兄 对于本人弟子的武力老夫向你道歉 如今他也得到了教训 我们就此作罢如何 您乐天不满地对我冷心道 您要是实力在那小子之上 能面面他的威风 也不至于会发生这种事 我有些无语 我才修炼一年 他都修炼多久了 不过我嘴上还是说抱歉让您失望了 这事就算了 徐凯魔摸了摸胡子说道 老夫是来这里做媒人的 老夫想让其中一名弟子 与小姐结为良缘 他居然是来给自己弟子和白莲夏来做媒的 而白莲夏文言顿时眼睛瞪得跟灯泡一样 片刻后众人聚集在陆血骨的本堂衣食厅 你这教主的什么话 你想怎么着再说一遍 正如你听到的那样 为了本教的合并不引起纷争 小姐应当放弃教主之位 并准备孕育下一位继承者 他与年恶天相比只是更规矩一些 说话到同样直白 以血手魔女为首 光看他弟子们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是在勉强忍受现在的情况 你明知道小姐更有正统性 既然还说得出这种话 你狗嘴里的意思就是 若小姐和你的弟子成婚 陈默在下厚死的话就会保护小姐 你是火得不耐烦了想死在本座手里吧 瞬间一股压制全身的沉重感 便充满了整间屋子 年恶天催动真气动起了真德 我甚至都有些喘不上气了 年兄 我不是来和你打架的 你冷静想想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以一尊为首的四名血腥们 都已经决定推举会相小姐为教主了 仅此一项尊心会议就有过半的人数赞成 尽管还没公开表明 但我听说三尊的心意已经偏向那边了 刚才年兄不也说 还没决定知识二人中的哪一个吗 六血腥我问你 目前有谁明确表示要拥护白莲香小姐吗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连他本人也拥护白莲香小姐的话 会如何呢 你这是在吓唬白莲香小姐吗 徐凯摩一把拿起武器喝倒 吓唬 我乱魔刀记徐凯摩是会伤害少主的人吗 年恶天 六血腥见状连忙劝阻道 等等 两位荡着小姐的面这是何等的丑态 徐叔 年叔 我可以像从前一样称呼两位吗 整个房间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这是六合传声 这是比传音更高深的绝技 不让人知道施展者位置的技法 五个人同时转身 也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喉结在颤动 虽然知道他的内功非同一般 但没想到已经达到了能施展六合传音的底部 实力是又提升了吗 我先跟徐叔说吧 徐叔既然决定推取姐姐为教主 为何还要给我操办婚室呢 从正统性来看 老夫其实也想推举小姐 但血脚付出在即 需要更强者 真是抱歉 但这是为了保护小姐 维护本教的正统性而采取的对策 若是小姐为了本教合并放弃教主之位 将精力集中在后寺上 就可以有理由阻止慧香小姐肃清 他说的不无道理 这是为了保护白莲侠 也有助于血脚合并 但是年恶天不满道 就当你说的都对 可为何偏偏要与你这家伙的弟子成婚 归根到底不就是为了在小姐的血脉中融入你的影响力 徐凯末不慌不忙的 那你说谁有这个资格 在保持中立的尊心之中 想要选出有资格与小姐皆为夫妻的后人 当然要出自尊者之手 但其他尊者目前拥护的都是白莲香小姐 如此就有答案了吧 宋左白不明白徐凯末啥意思 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爽 年恶天大笑了一阵后 指着蛤蟆精骂道 你觉得那个长得像赖蛤蟆成金的家伙 适合当小姐的夫君吗 见到血手魔女的弟子便出言调戏的浪荡子 有什么资格当小姐的夫君 徐凯末杀气腾腾的瞪着蛤蟆精 随后抱拳对白莲下出声道 老夫的二弟子不懂事还请小姐原谅 但老夫的大弟子金元绝对配得上小姐 徐凯末 为何只有你的弟子能配得上小姐 老话说看一遍知青 这小子不比你那些行为不单的徒弟强迫了吗 我闻言顿时被吓得菊花一紧 他长得像赖蛤蟆成金 可但凡谁敢这么嘲讽他 他就会灭谁满门 而他的师父二尊居然想让他给血教的小姐当夫君 但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让他来 我师父年乐天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随后向众人表示 只有我这种一表人才的人才配得上小姐 二尊见状便提出了让我和他的弟子切磋 谁赢谁就能做小姐的夫君 年乐天也没有意见 但由于我刚刚习武一年 公平起见 让我们二人不用内功只凭招式较量 白莲下对这个结果有些不解 虽然我继承了南川剑客的剑法 但越是上城的剑法 应该就越需要内功运气 最主要的是 他们完全不问他这个成婚者 直接就做了决定 二尊同意了不用内功比试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在比试中用真剑 无论被斩断四肢还是丢了性命 都不能有任何意义 年乐天答应了这个要求 六血星急忙上前阻拦 小姐还没说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呢 你们怎么能这么随意决定 话音刚落白莲下就表示自己同意 不过他也有个条件 既然身为他的夫君 那么实力就该比他强 他也要以相同的条件参加对决 二人对白莲下的提议没有意义 白莲下接着说道 你们不曾问过我的意见 就要我为了大义牺牲 那我要是赢了 也要遵守徐叔定下的规矩吗 如果我赢了 就请年叔和徐叔按照约定拥护我 并在此立誓效忠于我 年乐天没有犹豫的一口答应 徐凯摩犹豫了一会还是点了点头 白莲下还真是不简单 居然在这种状况下为自己牟利 不过转念一想也挺正常 如果在这里被两位尊者牵着鼻子走 那他在当教主方面也谈不上有什么天赋 真不愧是梦想成为教主的女中豪杰 六血星上前一步出声道 对决开始之前 我重申一下双方的规矩 二尊弟子中参加对决的人是郝金元 师尊的弟子中参加对决的人是邵云辉 不使用内功 只凭招式定胜负 公平起见 二位弟子要被对方尊者奉学 对决中使用真剑 生死两步追究 郝金元是达到绝顶境界的高手 他完全能在这把我打成残废 或者直接杀掉 年六天冷哼一声说道 看来徐凯摩那家伙耍了点小伎俩 这场对决对你这个一流的家伙很不利 发挥你隐藏的实力吧 我底气不足地问师尊是什么意思 稍给我装算 你以为能骗过本作的双眼吗 你只是内功不足而已 实际上你的领悟力早已超越一流之壁了 本作跟你交手过那么多次 怎么可能不知道 要抱着必胜的决心 我松了口气 幸好他没说有关中甘甜的事 不过藏桌原来不是件容易事 居然这就被发现了 如果实在打不过认输也无妨 我有些震惊 这个极度厌恶失败的老头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听上去就好像他不愿意看到我受伤 或是死掉似的 别误会 本作只是觉得你这个才习五亿年的家伙 没法彻底打赢那家伙而已 开场前郝金元指着我放狠话了 我不会取你性命 不过你要做好会失去一条胳膊的准备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至少能保你四肢健全 我不卑不亢的 无妨 我也想不留遗憾地打一场 而且我也不会取你性命 郝金元被我的话激怒 不过他嘴上还是说不愧是 师尊他老人家的弟子 好爽 随着六血腥的一声开始 瞬间郝金元持剑的右手便被我斩断 我说了 会留你一命 你认输吗 然而下一秒徐凯摩就怒气冲冲地出现在我身后 随后愤怒地咆哮道 这如何能算是对决 你刚刚是不是用了邪术 刚才对峙的时候 郝金元在跟你对视的瞬间身形亮相的一下 骑派的人用邪术有什么问题 难不成在生死对决中你还想向此夺理 好啊 那我们就久违地打一场吧 那今天就做个了断 眼看着二人就要爆发大战 六血腥兰在二尊面前出声道 二尊 你若是想责怪少公子就先责备我吧 少公子用的这招幻一眼是我教的 我还纳闷 这小子用的邪术好像在哪见过 原来是你的幻一眼 那就更要证明他有没有用内功 二尊不是亲手封了他的血吗 况且幻一眼不需要用内功 幻一眼使于道家线术 所以无关内功 只需要施展者的魄力和意念 二尊来到我面前冷声道 若不是亲自证实 我是不会相信的 六血腥刚要上前劝子 年乐天就阻拦道 不用担心 不是所有邪派的人都跟血手魔女一样 曲兄只会查看丹田 从前便是如此 虽然他是邪派血脚的尊者 但却比任何正派之人都看中汪名震荡 在检查一番后 二尊证实了我没有用内功 接着把剑插在一边承认了是自己的弟子书了 我看向郝金元被斩断的手臂 小谭剑问我难不成是内疚 我表示怎么可能 如果我没砍断他的胳膊 那被砍断胳膊的就是我了 就在此时铁剑突然说道 用一下万死神医的令牌怎么样 我救主曾说过 就算是敌人也该怀有慈悲之心 我顿时灵机一动 该用令牌换什么好处了 可是血脚教主血魔的子嗣 在血魔死后本应理所应当地成为血脚教主 可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 并且对方的势力比他大得多 血脚的四尊者七血星中 有两个尊者以及六个血星 全部公开支持他的姐姐白慧香 白莲夏如果再不改变局面 那么他就会被姐姐肃清 而就在今天 四尊之一的二尊找到了他 二尊表示只要他与自己的徒弟成婚 培养下一代教主 这样就有理由阻止白慧香的肃清 师尊连恶天也同意这个决定 但小姐的夫君要换成自己的徒弟 二人见状便提出让弟子决斗 赢的人便可成为小姐的夫君 白莲夏答应了这个提议 不过他也提出了条件 那就是他本人要和赢的人对决 若是他赢了 师尊和二尊都要宣布效忠于他 结果是师尊的弟子绍云灰影了 也就是我本人 二尊丹西贵地出生的 小姐的聪慧令栽下蛰伏 原来您一开始就料到了会发生这种情况 几年凶之后 没想到您为了获得我的拥护 会发挥出如此材质 真不愧是内卫的血脉 我对二尊的反应有些不解 气氛突然变得这么严肃 我都没法插嘴了 就在此十年恶天解开了我被封住的穴道 这古怪的气氛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我看到六血星支持我才明白过来 怪不得六血星站出来为我辩护 让我感觉很反常 原来是想让外界知道身为年恶天弟子的我 学了他的功夫 以此表示年恶天支持白莲夏呀 不过他这么做好像也不是毫无根据 换做平时 这老头一定会发着火极力否认 可今天却无动于衷 看来年恶天已经下定决心要支持白莲夏了 解开我的穴道也是因为觉得不会再有对决 而白莲夏也不再隐藏身份出现在二尊面前 白莲夏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说道 这是神医老先生给我的令牌 就在前天万死神医为了给我进行最后一次的治疗 来过本堂 二尊不解的问为何把这东西给他 希望你用这个帮公子治好胳膊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白莲夏手里 多谢小姐的答案打得 老夫不知该如何报答 不必了 只要能让徐叔的弟子为本教重振雄心 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徐凯末重重的跪拜一下喊道 二尊徐凯末 远奉主君的血脉白莲夏小姐为新主君 我转头看向年恶天 照这么下去师尊好像也要跪拜 白莲夏将成为最后赢家 我对师尊表示请让我处理这件事 随后我上前对白莲夏说道 拜扶血魔 血是天下 师尊弟子邵云辉 请求与小姐对战 这句话顿时让在场的众人震惊不已 白莲夏也有些不解的问我要干什么 我问道 你不愿意我成为你的丈夫吗 白莲夏顿时脸一红 随后面红耳赤的说道 你是真的想和我成婚吗 也不全是 我只是按小姐说的去做而已 只要赢了我 您就可以得到想要的 还犹豫什么呢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犹豫 看完我与 在内宫被封的情况下对决的场景 结果如何他早有预料 再加上他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换眼影响 可既然要带领一个派系 就必须对自己说出口的话负责 白莲夏同意了我的对决 随后对我传音让我说出我的条件 他果然明白了我的意义 开始提交易条件了 六血新闻言出声道 既然小姐同意对决 那就没办法了 小姐和少公子像方才那样去两位尊者那里封学吧 没时间了 快说 请小姐以你的名义 给我们师兄弟和师尊一个免罪服 免罪服是在教内 无论犯下任何罪行都可以得到赦免 眼下要来可能没什么用处 但万一他成为了教主 那可就有用了 比如想与血教断绝关系 我无法给你们四个 但可以给你和年叔免罪服 这样可以吗 只能对不住双胞胎了 接着我问道 我看你手里有一块万死神医的令牌 白莲夏反驳道 不是我的 是六血新说采到的药草 虽然没长成 但药草毕竟找到了 这才拿到 我不急不缓的 那就是之前答应要给我的那个令牌了 毕竟夏仙不死草也是我找到的 我本以为是用我的令牌代替了他 却无意中变成了我曾秘令牌 我向公子道歉 神医老先生的令牌 我已经给别人用了 我会付出代价 不过现在时间已到 这些之后再说吧 在尊完我的学位之后 二尊阴森的对我威胁道 你要是胆敢对小姐使用邪术 就算师尊阻拦 我也会打爆你的头 而师尊对我传音道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小姐吧 你这个臭小子 虽然不知道你们用传音说了什么 但本作相信你不会不懂本作的心意 总之既然交给你了 我便相信你的判断 是血教最残暴的恶毒 每天都要杀十个人玩乐 可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正派的奸细 就在刚到 我与白莲夏的对决开始 而白莲夏为了不中我的唤一眼 居然选择闭上眼睛 尽管我们都约好了 但他好像并不相信我 不急多想白莲夏的攻击就瞬间到来 稍微慢一点就要中招了 但下一秒白莲夏就抽了我一个大嘴 这一下完全让我没想到 白莲夏并没给我喘息的机会 这一掌我只觉得像是被泰森打了一拳一样 明明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 紧接着白莲夏便掌位抓向我次来 我直接跳起来一个飞踢打断他的攻击 居然将剑插进地面作为支撑 身子倾斜进行反击 你还真是记住过人啊 我松口气道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而一边的谭义华此刻心乱如麻 他就那么垂闲小姐吗 少公子这个浪荡子 前不久还介于我的身体来着 小姐 你可千万别说啊 随意见效拦下白莲夏的长法 但下一刻白莲夏就一指朝我次来 之前都没发现 他食指的茧子居然这么厚 要知道 指弓是比拳掌更难习得的功夫 因为练习途中要做好手指随时断掉的准备 一不小心还会使血液手封印 所以这绝不是血手魔女的武功 难不成是血魔的武功 没错 一定是血魔的指弓 白莲夏一击将我的铁剑挑飞 紧接着一指朝我喉咙刺来 我连忙掏出小弹剑挡下这一击 你打算一直不拔剑吗 我站稳身行后说道 我想尽全力接下小姐的指弓 这么说她应该会明白我的意思吧 一开始我就决定输给她了 眼下不过就是想见识见识血魔的武功而已 白莲夏文言顿时摆出杀气腾腾的姿势 铁剑提示我这可不是普通的招式 要做好准备 单纯的一个起手势都如此有压迫 看来只能用出心灵剑法的绝招了 下一秒白莲夏便原地消失 我从容不迫的一剑砍出 但被白莲夏低声躲了过去 我三天便招朝下劈去 我却被白莲夏的指弓弹开 紧接着白莲夏一个剑步窜到了我的头顶 要是现在拔出小弹剑向上刺去 便可破解白莲夏的攻击 但现在该结束了 应该会很疼吧 白莲夏笑命一道 会很疼的哟 对决结束 白莲夏获胜 绍云灰白 不知过了多久 我缓缓醒来 我的旁边还躺着一个人 是好晶元 此刻他的右臂已经被接上 我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刚才故意压制了先天真气 这才承受了指弓全部的威力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小弹剑和铁剑的声音 他们都在我的床下 通过小弹剑我知道了我晕了六个多时辰 小弹剑激动地说 他看见万死神医给好晶元接胳膊 简直是恐怖如斯 就连血管都是一根根接上的 我表示别说这些没用的 我晕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 铁剑正色道 跟你想的一样 年了天表示支持白莲夏并发誓效忠于他 接着我来到外面透风 但我却看到了一个人影 是高银财 只见高银财鬼鬼祟祟地避开了有守卫的地方 我一路尾随着他来到了一处树林 高银财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袋子 接着洒出去了一把粉末 我见状也不再隐藏 一个瞬身来到他身后质问他到底是谁 高银财也瞬间反应了过来挡下了我的攻击 你刚刚撒了 是千里追香吧 千里追香是能飘散至千里之外的香粉 只要撒下这香气浓郁的粉末 就能通过特殊器具或者受过修炼的追踪犬追到位置 高银才发现是我后松了口气 你没听过好奇害死猫吗 我淡定的 不清楚 我倒是听说过大义之人爱短命 你既没有挡住脆弱也没有进攻 看来是一个人来的 蠢货 你觉得你能打败我 我也没跟他废话 瞬间一箭刺出 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躲开了 不愧是绝顶高手 你以为能顺利偷袭 你跟我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白天你不是经历过吗 看来我要改变策略了 我把鞋扔给他嘲讽到 你还是把鞋穿上吧 把你吓得居然连鞋子都不穿就要逃跑 蛤蟆精无所谓的继续回击道 蠢货 你以为自己走运用鞋术打败了好金元 就能对付我了 那你可大错特错了 你刚刚发起无谓的挑衅貌似 就是为了对我用鞋术吧 告诉你们都没有 那个鞋术好像只能在比自己内功低的人身上才奏效吧 这下没招了吧 竟然利欲熏心蠢的独自跟到了这里 这家伙话真多 我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癞蛤蟆 高银才直接破防的朝我冲来 你这混账 我要宰了你 他是血教最残暴的蛤蟆精 每天都要杀十个同男同女想乐 可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正派的奸细 而他在血教的身份是血教四尊者之一二尊的徒弟 本来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奸细 但晚上我溜弯的时候正巧看见他鬼鬼祟祟 于是我便一路跟踪他来到了一处树林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袋子 随后扬出了一把灰 我见状也不在隐藏 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后质问他到底是谁 他当才洒出去的是千里追香 只要洒出去便能通过特殊手段找到这 蛤蟆精被突然出现的我吓得差点当场犯心脏病 但他看清来人是我后便松了口气 因为在白天我俩交手之时 我所展现的十粒菜的抠角 我嘲讽地想要激怒他 以此来趁机用换一眼控制他 但蛤蟆精并不上当 反而是拆穿我的目的之后戏谑地嘲讽我 不过我还是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他当场破防 随着我的一句轻飘飘地赖蛤蟆 蛤蟆精当场就气急半坏地朝我冲来 我用出妖马何以躲过这一击 紧接着一剑朝蛤蟆精心窝刺去 蛤蟆精灵巧地旋转身去跳到空中 随后一招立劈华山砍出 强大的冲击力让我直接退后了两米半 蛤蟆精健壮得意地朝我说道 你的功力果然不如我 现在可怎么办 要逃吗 我轻飘飘地 小瞧我 你就大难领头了 蛤蟆精文言信心十足地让我放马过来 他会让我感受到我俩的差距 但没等他装完 密密麻麻的剑光便连绵不绝地朝他写 心灵剑法第一式 这一击过后蛤蟆精再也不敢小瞧我 这是超越一流的功力 你小子居然隐藏了实力 这就是你小瞧我的下场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人要隐藏三成实力这句武林格言 虽然我自己隐藏了五成 蛤蟆精健壮直接转身跑路 我不慌不忙地朝他追去 蛤蟆精将剑插入地面 随后跑飞碎石朝我扔来 我随手挥了两剑轻松化解 他这么做根本拖不了多久时间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下一秒就从不远处袭来了暗器 我当场跳的科目三躲过了这几道致命的威胁 稳住身形后 我拔出小弹剑对准前方向后蓄力 接着用出石成力猛然将小弹剑像暗器一样扔出 而蛤蟆精此刻正在为他的暗器打没打中而疑惑 下一秒小弹剑瞬间击中了他的佩剑 我也看到了灰尘之间的蓝色火花 现在就让你尝尝我从未用过的心灵剑法 第六章 不要回剑 强大的剑气直接冲破了蛤蟆精的防御 甚至刺开了两米半的深够 蛤蟆精哆嗦地问我到底是什么来的 是怎么躲开那阵灰尘中的暗器 我拿着小弹剑冷声道 因为我有第三只眼 是时候来个了断了 铁剑提示我让我赶紧进攻 免得他一会跑路 我却无所谓的 身为奸细出身的我 能猜到那家伙现在是什么想法 这时候的奸细会采取的方法 只有两种 要么逃跑 要么选择自杀 蛤蟆精把剑横在脖子上出声道 与其落入你的手中 还不如我自己亲手了结 但下一秒他就扔掉了手中的剑 打斗时可能说不准 但如果是被逼入绝境的家伙 短暂的对视就能成功使用幻眼 我封住他的穴位 随后伸进他的嘴里一阵套 果然让我掏出了一颗毒丹 奸细会将绳子绑在后槽牙上 然后放入喉咙 不出我所料 奸细们的自杀方式有两种 但大部分都会选择用剑自吻 因为一旦毒丹通过胃液溶解 脏器就会全部融化 痛苦万分地死去 蛤蟆精惊恐地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直接给了他一电炮 让他进入梦乡 我刚刚将他躺在肩膀上 我就听见了一阵钟响 这个声音说明陆血骨的警戒网发现了什么 应该是因为这家伙引发的这一系列事 毕竟撒下千里追香是为了告诉某人这里的位置 尽管前世陆血骨的位置也被发现了 但并不是现在 要是按照前世的顺序 乱磨刀记徐凯模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应该是因为我泄露的情报 不然高银财也不会来这 更不会落入我手中 而且好精元的命运也改变了 我没猜错的话 无论如何他都会被高银财所杀 很多事情都在快速发生着变化 总之要抓紧行动了 而此刻陆血骨内众人正在有序的烧毁房屋开始撤离 师尊几人正在为消失的我而着急 片刻后我回到了陆血骨的本堂 见我身上扛着高银财 众人瞬间就拔出了佩剑 我淡定地表示没时间解释了 但下一秒就有最少八百把剑对准了我的脑袋 我明明找出了血教的奸细 可血教众人却要将我击杀 只因奸细的身份是血教二尊的徒弟 而由于奸细不久前放出了千里锥箱 此刻血教的聚集地之一陆血骨被正派发现 山脉附近出现了数百名武装势力 白莲夏让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解释不清楚 他就只能暂时将我扣押 我淡淡地去看看二尊老人家弟子的左靴底吧 球向雄在得到二尊的同意后 上前脱下了高银财的靴子 而里面赫然有着一包千里锥箱 我表示请看这里 随后我掏出毒胆 当时这家伙左侧后槽牙绑着这个 如果绑了很久估计会留有痕迹 球向雄阴沉着脸表示少公子说对了 如果长时间绑着毒胆后槽牙下方的牙龄就会出现凹险 高银财公子的后槽牙就有这个痕迹 而这是无法作假的证据 我曾在武林联盟当过半年奸细 所以这些我都很清楚 没想到球向雄也当过奸细 多亏了他我的话更有可信度 六血星剑状便下令让人收回了架在我脖子上的武器 接着球向雄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无论是千里 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事 我张嘴瞎边的 在我凌晨醒来后 我本想回到客房 可就在那时我看见高银财正从客房出来要去往某处 因为他避开守卫的举动太可疑 我便跟在了他的身后 结果看见他在相距绊脚的地方撒下了千里追香 球向雄问我为何直接袭击而不用内功呼喊 我表示那样他一定会逃走或者是杀我灭口 不过球向雄对于我制服了高银财很是不幸 这也正常 毕竟我的实力在他们眼里是远远不如高银财的 接着我缓缓道 事发突然 我没想到别的方法 要不是我趁他穿鞋的时候甩出短剑偷袭 那被害的就会是我 来这里之前 为了制造出偷袭的证据 我不亦用短剑刺伤了他 球向雄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的 差点没命了 杨明立万的欲望差点让你陷入险境 你还真是了不起 要不是公子 我们都不知道奸细是谁 逃脱路线也差点直接暴露 在下表示真挚的感谢 年恶天也夸赞我吧 不得不承认 你小子很有胆量 就在此时二尊徐凯末跪在了白莲下面前悲痛的 对不起小姐 都怪老夫看走了眼才出了这些事 老夫有罪 现在没时间追究徐叔的过错 当下最要紧的是 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跑退路 徐叔的事之后 再意也不迟 我缓不来到年恶天面前报道 年恶天大笑着摸着我头笑道 你干了件大事 我们差点就带着间欣喜撤离了 原来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撤离 没错 只不过一直没找到你和那家伙才知识没有出发 而一边的二尊直接毁了高银财的丹田 他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在所有人面前证明自己已将此人逐出世门 白莲下冷漠地下令道 把他的手脚筋也一起炒断 他体内不愧是流淌着血磨的血 上次连无异于是自己亲人的血手魔女的手指都卡了下来 这次对待奸细就更别提有什么仁慈之心了 片刻后整个陆血骨就充满了熊熊烈火 奸细的事情处理完后也结束了有关退路的商议 看来在我回来前他们就已经在讨论退路的事了 听他们的意思是兵分三路撤离 徐凯伯带领少数精英保护万死神医 韩百下装作保护假白莲下扰乱敌人们的注意力 而包括败血坛主和年恶天在内的我们则负责保护真正的白莲下 尽管陆血骨一半以上的兵力都集中在这 但大部分都是下级武士或者中上级魔教头 就战斗力而言 这相对还是危险的 而事实上我们才是战力的核心 败血坛主的下属首领中 轻功最快 隐身术最熟练的和首领负责最危险的任务 浑身沾满高银材的千里追向的他 如果运气不好死的概率很大 纵然此任务要牺牲自己 但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我们连敌人的规模和身份都上不清楚 万一敌人中有尊者以上的绝对高手 我们很可能会处于劣势 兵分三路是为了不被一网打尽 毕竟这里所有人一起上都没有胜算 只希望他能拖延时间到我们离开陆血骨为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树林内 一觉察到苗头不对 不是就立刻放火溜了吗 来得顶多就是些二三流的祸色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有那小子在吗 短短几年时间就达到了绝顶境界 拥有足以进入下届中原八大高手的超强能力 以及远比猎狗还敏锐的感知力的后起之秀 男人文言回应道 过奖了 不过我一定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 请大家放心 只要不是超绝顶高手 行动时就必然不会避开或者骗过我的感知力 他年仅18就成为了仅次于中原八大高手的天才健康 他的感知力比猎狗还要敏锐 就连百米胎外的蚊子他都能分出功 可惜他遇到了绝顶高手年恶天 就在刚刚 我们留下宋家兄弟保护白莲下 而我和其他人则去前方打探情况 没多久我就听到了剑音 听剑音至少有五个人 但年恶天却告诉我右边山坡上藏着七个人 也就是说有两个家伙使用的是其他兵器 接着年恶天吩咐到 一个决定高手 另外两个家伙应该也是一流或二流的实力 本座续解决决定高手和一个一流高手 换作重生前我可能连一个这家伙都难以对付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并非难时 我一剑就砍断了他的右手 正当我想杀死他之时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先是封住了对方的血 随后我一把抓起他的配件说道 你能听见我说话吧 那把剑有些疑惑地问我 人类为什么能和我对话 我表示没工夫跟他废话 你应该不希望你主人被一剑封吼吧 剑灵连忙求饶我不要杀死他的主人 不然他就成了没有主人的器件了 那就说出你主人的身份 以及他同伴们所藏的位置 剑灵义正言辞地表示不能告诉我 你们血教之人残忍恶毒 为了江湖大义 血教余孽势必要清剿 我直接朝地上的男人砍了一剑 剑灵惊恐地问我要干什么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用你的剑封直接杀了他 剑灵健壮表示愿意告诉我 只要饶他主人隐蔽 小谭剑有些不忍地说我太残忍了 虽然我也不想做到这份啥 我现在也不是考虑别人处境的时候 我的犹豫不决会让所有人陷入危险 在解决完敌人后 年二天问众人有没有查出什么 裘向雄表示失败了 他的对手直接咬舌自尽了 就在此时我上前说道 我查到了 这帮家伙是天真门和海炎派的武士 我审问了那家伙 以防周围有他们的援军 我特意用传音进行了审问 我跟他说我们有数百名占领 想救同伴就如实交代 然后他就全招了 这家伙因为是二流箭士 所以没能问出太多情报 但知道了目前有七大派因委托而来 并且这附近各处都埋伏着赤后兵 可比起他们 最棘手的问题是我们要走的路 海炎派掌门正在带领百余名高手沿路搜查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叫杨康的首领站了出来 他提议沿着悬崖侧边的西埔路下去 裘向雄文言直接拒绝道 那两侧可是悬崖峭壁 下方又有西埔 一旦下去就只能前后移动 非常危险 若是遇到紧急情况 想跳入西埔 无论是高度和湍急的水流 都无法保证能活命 杨康文言回道 但也正因此路凶险 我们才能攻其不背 他们也一定觉得我们不会走那条路 裘向雄激动地抓起杨康的衣领喝道 杨首领 这关乎着小姐的安危和所有人的性命 我们怎么能赌呢 我淡淡地出声道 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 况且走了太远 根本无法回头 要么正面攻击 要么就沿着西谷路走 不管选哪条 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突然一声哨响传来 居然还有一个没死透 因为有人失手 如今情况刻不容缓 哨声一响没得选了 必须做出决定了 就在此时我再次听到了剑音 并且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足足有三十二个 没时间选了 只能走西谷那边了 那帮堵住退路的敌人 正在涌向这里 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可却为了血教主的位置 争得你死我活 而此刻妹妹白莲夏所属的藏身地 陆血谷被正牌发现 我们只能烧掉基地跑路 在路上我们解决了一波赤猴 但由于有人失手 没杀死对方 导致对方有人吹响了集结哨 瞬间我就感受到了 无数道强横的气息 朝我们不断接近 现在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悬崖边上的西谷路 这条路极其凶险 一旦进入就只能前后行走 并且悬崖地下的河流非常湍急 哪怕是为了活命跳下去 也多半会失败 可眼下敌人已经近在咫尺 没得选了 年恶天来到白莲夏面前说道 小姐 我们要在这里分头行动了 目前绝大数敌人都在追杀我们 我只能带领半数战力去拦截他们 既然他都这么说 看来敌人当中一定有高手 应该是海岩派长们 务必要安全回来 年恶天看向我和宋家兄弟说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要保护好小姐 还有不要忘了集结地的位置 那里是号总坦主张文雄 找到的已被不实之需所用的根据地 说完年恶天又对我单独传音说道 邵云辉 本作不在期间 你要好好带领这些家伙 你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 我相信你会协助张谈主办好此事 我抱全回应道 愿您克敌至上 还真是世事难料 谁能想到我会跟这个疯老头 建立了师徒间的信任 剩余人当中 除了号宗坦主以外的最强者 就是邵云辉公子 所以小姐就拜托你了 片刻后 我们一行人走上了西谷路 由于战力大大减弱 我和熟悉路况的杨康首领 率先走在了最前面 所有队伍都着重保护 位于中心的白脸下 万幸的是 也许年乐天成功拦住了敌人 所以并没人追上来 走了没多久 我的耳边又传来了剑名 声音的位置是我们正往下走的西谷路前方 比起后面追踪我们的 前方人数貌似并不多 总之先发送止步信号吧 杨康问我怎么了 我表示前方有敌人 杨康文言一脸疑惑 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我笃定地说道 我很确定 我们得叫号宗坦主到前面来 杨康摇头道 号宗坦主要保护小姐 不管公子说的对错与死 你我就得打头正位小姐开路 但我还是坚持要做一下准备 杨康这才认同了我的想法 不过他却表示自己是全是不佩戴武器 所以让我拔剑向队伍发出信号 尽管要优先保护白脸下 但在这种狭长的西谷路要是碰见敌人 最强高手带头突破前方才是最佳选择 就在此时铁剑告诉了我一件事 而前面的杨康催促我抓紧时间 再拖下去恐怕会有危险 我却直接刺了杨康一剑 随后我问身后的武士们 我的剑销处是不是有白色粉末状的东西 后边的武士表示确实有 接着我踩住杨康冷声道 想要活命就用传音老师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你为何要在我剑上涂抹千里追香 刚刚我举起铁剑之时 铁剑剑铃看见杨康在涂抹千里追香并告诉我 要不是我能听见剑音 我就会毫不知情地身带千里追香到处走 我用剑抵住他的脖子和抖 我已经让后面的武士看过 快说杨康嘴硬道 那是为了让败血盘主和师尊能追上我 我反驳道 那你为何要偷偷涂抹到我的剑上 难道他跟高银才是一伙 可千里追香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就算是一伙的 当然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千里追香 我努力回想之前的蛛丝马迹 我想到了是这家伙一直坚持走这条西谷 因为当时情况紧急 所以并没有选择 所以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可居然有敌人埋伏在此 我总算知道啊 刚才那名吹响哨声的人 也是你故意留的活口吧 过往我便一刀了结了杨康 真是困难重重 前面还有陷阱在等着我们 看目前的情况 只能由我带领大家了 张文雄上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表示前方有埋伏 杨康首领是奸细 他在我的剑销上抹了千里追香 白连下闻了闻后说道 香味略有不同 我有些疑惑 我是接受过剑销训练才能驱随 可白连下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难道是因为女人对味道敏感 我一把扔飞剑销 被抹了千里追香也只能扔这了 没时间耽搁了 要抓紧撤 公子 杨首领不是正派的奸细 而是姐姐的奸细 就在此事件名声越来越近 在悬崖的上方突然出现数道人影 其中一人扔出一根镖枪 张文雄勉强接下 却被调查兴奋 居然仅凭一把头枪 就让几名一流高手摔倒在地 这隔空传宫果真是威力惊人 头枪的是那后面的群尸 威力能如此强大 一定是血腥或是达到尊者级别的爵士高手 要拼命吗 自己先跑 管他们干什么 我一想也是 我好像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血教的忠诚 一旦出事 我明明更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层 如今这个情况 如果从西谷悬崖边坠落 以这个高度能佛下来的希望很渺茫 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那些人也到了我们的面前 其中一人冷声让我们把白莲下交叉 不然你们就都得死 是同处一女的亲姐妹 可却为了血教主的位置争得你死我 姐姐甚至在妹妹被正道追杀之时 派出顶级高手为奖 而我们之中实力最强的张文雄仅仅一个照面就被打成了重伤 对方至少有两个尊者级别的绝顶高手 小谈见让我别管别人赶紧跑路 但我却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血教的忠诚了 一旦出事 我明明更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对 如今这个情况 如果从西谷悬崖边坠落 以这个高度能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 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就在此时对方也到达我们的面前 其中一人让我们交出白莲下就可以活命 张文雄拔出扎在身上的长枪 随后点血止血 接着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照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得没命 我想了想后对张文雄说道 我来拖延事件 谭主抓紧带着小姐逃吧 说完我便一脸决然地提剑上前 小谭剑崩溃地问我为啥要这么做 我表示不用担心 大不了我就跳牙 我上前出声道 各位前辈不像是武林联盟的人 为何要逼迫我们 对方文言侵略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正是武林联盟的人 那你为何说交出白莲下就会放过我们 武林联盟的目的不就是剿灭血教吗 可你们居然只要血教主的继承人 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方才我们当中的艺人坚持走这条西部路 后来才发现他是奸细 并且还撒了千里追香 但此香味却跟搜寻山脉实力 所使用的有些许微妙差异 那人是前辈们派来的奸细吧 对方文言也不再掩饰 既然知道了奸细的存在 我也就没必要再隐瞒了 如此你们应该也知道 找出白莲下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吧 真是太感谢了 多亏了你我才知道 我们当中已经没有奸细 如果还有奸细 人估计早就被你们找到了 毕竟可以用传音告密 对方气急败坏道 看来你是想拖延时间 那就先解决了你 我伸出食指出声道 你们是白莲香小姐派来的吧 还是他手下的某个人指示的 话音刚落对方就再次抓起长枪蓄力 随后猛地朝我扔出 我运气先天真气一把抓下 紧接着将长枪猛然甩出 我朝着众人大喊大家快跑 从现在开始 只有各自保命 才有搏下来的机会 对方轻松拦下我的攻击 接着再次蓄力 瞬间一股比刚才 至少某十倍的长枪就朝我袭来 这股力量让我逼无可逼 早知道我就不多管闲事了 难道我要归系了吗 惯性长枪停在了我的眼前 你个矛头小子还挺有两下子 居然是二尊徐凯模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多谢公子 多亏了你 我们也明确知道 队伍里没有其他奸细 居然还有血手模拟 也就是说他们至今为止 不仅骗了敌方 还骗了我们 为了隐蔽 居然连分为三队行动的计划 都是假的 而那几个杀手 也没了刚才的从容 他们当机立断的就要跑路 但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你们要往哪跑 下一刻 壮瘦无比的年恶天 就拦在了那些杀手面前 他一手拎着海岩派掌门的 头颅冷声道 你们以为凭着等货色 就能拖延本座的时间 说完年恶天的身上 爆发出了极其强烈的真气 从此刻开始 要想从本座面前经过 就必须交出你们的向上人头 我们是同处异弩的亲姐妹 可却为了血教主的位置 真的你死我活 姐姐甚至在妹妹 被正派追杀之时 派出顶级高手围剪 我们之中最强的张文雄 仅一个照面就被打成重伤 而我不得不拼命 拖住对方让白莲夏先走 但实力差距过大 我差点就命丧黄拳 幸好二尊突然出现救了我 对方一见我们的支援 到了便想跑路 但年恶天拦在了他们的身后 其中一人抽剑向年恶天刺去 而年恶天直接徒手 抓住了他的剑锋 对方连忙旋转身体一脚踢出 年恶天却轻松地抓住了他的脚踝 随后猛地向身后一甩 朝地面砸去 砸完就随手把那人扔飞两米半 其他人完全被年恶天的气势震的 一动不敢动 现在的年恶天就如同一只 下山的猛虎一样 就在此时那个扔标枪的拳势 上前一步出声道 师尊果然名不虚传 想当初我就讨厌人们将你我相提并论 这次咱俩就比试比试 下一秒年恶天就一拳砸出 但被对方拦下 紧接着二人的拳头就碰撞在了一起 男人出声道 你的力量的确在我之上 但纯粹强化身体的力量是有限的 说完便蓄力快速出拳朝年恶天攻去 年恶天只是轻蔑一笑 伸出一掌拦下男人的攻击 随后握紧拳头凝聚真气 下一秒年恶天的拳头就击中了男人的腹 与此同时男人的拳头也砸在了年恶天的脸上 蒙面拳师的确拥有超绝顶高手班了不得的武功 但比起年恶天还是弱了些 这场对决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面对这种野兽 从未输过的南川剑客到底有多强 铁剑探口气表示他也不确定 如今的年恶天 恐怕连当时的旧主也无法去同名 尽管方才他用的拳法看上去像简单的动作 但却夹杂着上乘的功法 就连二尊都出声夸赞道 几日不见 他又变强了 而我在听见二尊夸赞年恶天后 我居然会觉得有一种自豪感 对面的那些小啰啰们开始慌了 白莲夏出声道 我奉劝各位前辈 如果你们是姐姐派来的 那跟我们也有关联 只要现在投降说出是受谁指使 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知我 我可以保你们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劝小 他果然够聪明 设下此陷阱的估计也是白莲夏 连我们都被蒙骗的陷阱 毕竟当时事态紧急 也不清楚谁是奸细 他早就察觉到白莲香会利用其他势力安排这种事情 所以反过来设下了陷阱 那个千年狐狸看似只会用蛮力解决问题 一定有出谋划策充当军师角色的人 而白莲夏应该就是想问出那个人到底是谁 同为血魔血脉 自然是攻击那个军师理由会更充分 白莲夏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话音刚落对面就有一人站了出来吼道 你也太小瞧我们了吧 少自命不凡 就看看到底谁能活到最后吧 二尊低声道 看来靠哄天没用了 事已至此 不如尽快解决活捉几个回去 眨眼混战便开启 二尊让六血腥保护好白莲夏 他负责解决那个领头的 随后他问身后的武士借了一把剑 而看他紧皱的双眉 想必是并不满意这把剑 或许是与他的独门武器长刀手感不同吧 但真正的武者是不挑武器的 我握紧南川铁剑 很好 现在到我活动筋骨的时候了 混战终于开始 二尊拦下了对方领头的高手 这边两人就交手了十次以上 这就是高手间的较量吗 就在此时 我的身后也出现了一名敌人 我一见了结了对方的生命 要不是情况紧迫 真想好好观摩一回 但眼下得尽快解决掉敌人 这种混战是发挥实力的最佳机会 先找出资质平庸的下手 我像一条油龙一样 不断杀死对方实力比较弱的 而碰到一流以上的高手 选择躲避只攻击一流以下的敌人 异点的张文雄也在大杀四方 张文雄在绝顶高手中 果然也算实力派的人物 居然赤手风拳的在对付绝顶高手呢 但我刚喘口气 就被对方包围 看来是刚才太肆意妄为了 本来不想被注意的 但现在没办法了 心灵剑法第四事 围龙升剑 那我就解决掉了两名高手 我对着谨慎的一人笑道 你还有余力只盯着我吗 对方文言愣了一下 下一秒宋又玄的铁头弓就从天而降 另一名敌人被一掌击杀 是谭一华 一边的宋左白也一拳解决了一人 现在还剩下十多个 不能大意 能坚持到现在的都是一流高手 领头之人正急于阻挡遵挣 就在此时 一人拿着长枪对准二尊想要偷袭 我飞身一刀斩断 与此同时宋左白和宋右玄的攻击 已经到达了对方的身后 而二尊与对方领头之人的战斗 也分出了胜负 二尊一剑砍断了对方持剑的右手 接着二尊就想一刀了结对方 可对方却拼死挣扎 一瞬间就从二尊的身边钻出 他癫狂的大喊 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拉一个垫背腾 但六血腥拦在了白莲下面前 男人斜笑一下 随后调转身形奔我而来 这么突然 他居然盯上我了 我剑撞直接用出了心灵剑法第六招 剑直接洞穿了男人的胸膛 他是故意找死的 男人对我冷笑道 你就是年恶天的弟子吧 既然妨碍了我们 那总得付出代价 这家伙不是攻击不到白莲下才选择我 而是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我 我被他抱着推下了悬崖 瞬间我就掉入了河中 云归正座啊 可别松开我们 我有些无语 你们就不能担心一下我吗 我不会放手 但问题是水流太湍急了 眼看着我的身体不断往下沉 我突然被一根丝线拽上了水面 接着我就被拽到了一个洞口里 到底是哪位高手将我从激流中救出的 我刚要出声道谢 我就看见了对方恐怖的样子 他是一个如同丧尸一般的人 而这个洞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舞头 那个怪人张开大嘴朝我咬来 同时怪叫着一定很好吃 我慌忙的一剑朝他砍去 但那人居然徒手接下了我的剑 我这一剑可是用了九成功力 那个怪人一把甩飞我的铁剑 随后甩出四线拽紧我的胳膊 我想用小弹剑砍断 可无论我怎么用力 那个四线居然毫发无伤 这么细的线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弹力 下一秒我就被那个怪人掐住脖子 紧接着他就一嘴咬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刚想用剑刺他 就被他一把抓住 手腕彻底被钳制住 像是要被掰断了一样 那个怪人怪叫道 食物不准反抗 难道我要成为食物 被一个闻所未闻的怪人吃掉吗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有人喊我的名字 是年恶天在外面找我 我刚张嘴大喊失尊 就被怪人一拳打得失去了意识 我既然沦落成了食物 要吃我的怪人实力非常强横 我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对方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年恶天在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大喊失尊 可下一秒我就被那个怪人一拳砸得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我缓缓醒来 小谭剑让我继续装晕 他说那个怪人在我晕倒后就举止怪影 他把晕倒得我拖到了洞穴深处 然后就像被吓到了一样 在那边角落瑟瑟发抖 已经持续了半天 理一下目前的情况 虽然怪人只有左臂 但他的实力是绝顶高手 虽然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但如若他四肢健全 说不定会是个像年恶天一样的怪物 接着我问小谭剑 他们还在找我吗 铁剑表示别失望 刚刚近两个时辰 这附近断断续续都传来了呼喊声 之后就没再听见了 也就是说 最终还是需要我自己渡过这个难关 好吧 毕竟我经历过比这更绝望的情况 甚至还经历过死亡 这次我也会尝试克服 话说那怪人好像有点神志不清的样子 口齿不清不说 只要听见外面的呼喊声 就会躲起来瑟瑟发抖 再加上像他这样的高手 为了安全起见 应该会封住我的穴位才对 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就在此时 那个怪人再次动了起 他嘴里嘟囔着好恶 都起鸡皮疙瘩 不管是重生前还是今生 都没有经历过这种骇人经历 我猛然睁开双眼 我要先将先天真气引向极致 然后瞄准那家伙的泪子 可这下还是被怪人挡下 我连忙变招 直击他的天灵带 怪人被我一拳砸飞两米半 紧接着我一个剑步拔下铁剑 随后猛然朝怪人劈下 可这一下还是被怪人用丝线挡住 怪人森然地问我到底是谁 是如何学到先天真气的 接着他震惊地看着我手中的剑说道 这不是南川铁剑吗 看样子刚才因为无法交流 而如今他既然头脑清醒了 那应该能正常对话吧 我表示自己是南川剑客的传人 怪人被我的话震惊 看着他的反应 难道他是南川剑客的敌人 那就算他恢复了理智 此处也无异于是绝境 然后怪人却哭了起来 难道这就是我的结局 真是妙啊 看来这也算是命 我不解得表示自己实在听不明白他的话 接着问他尊姓大名 怪人说自己叫寒池沙 我对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铁剑告诉我他是飞刀沙王 他曾经是传闻中的杀手 过去救主被惊艳男子所伤后 出现在救主面前将秘籍抢走的 正是飞刀沙王韩池沙 韩池沙对我磕了一个头说道 南川剑客的传人 请对我赎罪的机会 铁剑表示这家伙是指挥在背后捅刀子的卑鄙 绝对不可以信他 下一秒韩池沙用丝线将我绑了起来 接着对我说道 我所剩十日不多 我先偿还完再说 说完一只手按在了我的头上 就算你不情愿 我也必须偿还此债 天灵学又被称为百慧学 是最适合传书先天真气的学位 集中精神 下一刻我就感觉到了一股猛烈的能量 冲进了我的岛海 这居然是海量的先天真气 他是传说中的超级刺客 可让他闻名天下的事件 却是一次失败的任务 只因他暗杀的对象 乃是中原八大高手之一的热王霸刀陈军 而他是唯一一个与陈军交手 实际招后还能有命逃走的杀手 这等高手盯上了我的天灵学 本让我以为要丧命于此 却没想到他会给我灌输先天真气 而且这跟我原本的先天真气性质极为相似 寒池上必然是练就了先天真气没错 多亏掌握了同一心法 内气流失的也少了 寒池上出声道 看似莫测 却未虚实 细看便是虚无缥缈 我猛然睁大双眼 心灵神功的口诀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形态 不单单是先天真气暴震 而是感觉超越了什么 铁剑表示我靠方才的领悟 达到了五星境界 从四星开始 任凭有再多先天真气 只要领悟不透 就很难再突破 虽说你是多亏了飞刀杀王的话才参悟 但如今你中丹田的先天真气已形成了超越六十年的经气 只要得到充分的领悟 心灵神功随时都可以达到六星境界 恭喜你啊云辉 这是你的机缘 往后再突破一星 就能达到生前南川剑客所达到的境界 我心想我是不是该给韩池上科的头 话说他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吗 小谭剑出声道 是不是先天真气都给了你 所以死了 铁剑憤恨地表示 这家伙本就该死 刚才见他这副模样 估计就是遭了天气 我问铁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铁剑防患道 十五年前 不知从哪天起飞刀杀王动了杀舅主的念头 我并不知道委托人是谁 但杀害一向万无一失的舅主可不是建议事 就在那期间 舅主败给了金色瞳孔的男子 身受重伤的舅主当时命在旦夕 而他出现在了正在艰难调戏的舅主面前 当时哪怕动动手指头就能要了舅主的命 对他来说更是绝佳机会 可他却对舅主提了个建议 他说反正舅主性命难保 倒不如将武功传授给他 奄奄一息的舅主被他的话蛊惑了 因为舅主从很久前便想有一个传人 于是他对飞刀杀王说道 若答应日后以南川剑客的名义 将武功传给能继承他一波的可造制裁 便同意传授武功 可在寒池上学会舅主的所有武功后 他怕舅主侥幸存活 于是便打断了舅主的双腿 而就在那时 金童男子出现了 他没有理会眼前的寒池上 竟直走上前来看到了舅主断掉的双腿 以西德南川剑客武功的寒池上毫不畏惧 毕竟与热王霸刀都交过手 估计他坚信自己能逃走 但仅一个回合他的双腿就被枕断 并且还毁了寒石上的丹田 将他扔进了膝骨中 所以我做梦都没想到他还活着 真是事事难料 我理所当然地以为当时他已死 也希望他死了 可是云辉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 我表示能明白铁剑的感受 他是将你救主残忍杀害的仇人 但同时又是救下你新主人 并且给予机缘的恩人 就在此时寒池上醒了过来 我刚要抱全感谢 寒池上就出声道 若是答谢的话 那还是免了吧 我只是还债而已 接着我问寒池上为何会在这里 寒池上表示这点不用我知道 都是他的贪念导致的街舞 比起这个他想要拜托我一件事情 我相信如果是南川剑客的传人一定会走正道 所以你必然会有信义吧 我有些尴尬地想着 我可是血教徒 寒池上接着说道 倒也不是什么男士 我已经记不清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在没有双腿的情况下 想要在这种洞穴中存活是件极为痛苦的事 最终我因为扛不住饥饿 将自己的手臂砍下吃掉了 你应该不懂饥饿与孤独会让人有多煎熬 他们会啃食人心 折磨的人苦不堪言 为了活下去 我拼命坚持 可越是这样 我的精神就越是濒临崩溃 一开始只是一小会儿 后来逐渐变成了一刻钟 两刻钟 有时还会延长到一天两天甚至五天 如今我已经分不清封掉的自己是真的 还是当下才是真的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彻底封掉 趁那之前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要将毕生所学 也就是善影飞刀术传授给你 你能将此武功传授给我儿子吗 小谭剑文言出声道 有没有觉得他像是在试探你 也许他是想知道南川剑客的传人会做出其他选择 还是做出跟自己一样的选择 哪怕是试探 只要是对我有意 就没必要想得太复杂 不过我并不想让他认为曾经的选择没错 我想守护师傅南川剑客的名誉 我缓缓出声道 晚辈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只要您告知住处 晚辈定当转告给您儿子 就这样 我学会了寒池上的善影飞刀术 我用小弹剑当起了飞刀 冲进了峭壁当中 现在在使用先天真气的话 隐然丝就会收紧 将我立刻带到峭壁那边 就在此时寒池上对我说道 南川剑客的传人 我最后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其实我没有子嗣 我只是最后想验证一件事 如今他已经没了主人 你可以全部拿走 毕竟没有传人继承这门武功 也是我的报应 我回应道 水流声太大 晚辈听不清 外面还有人在等晚辈 晚辈就先告辞了 寒池上在洞口里自言自语道 我是杀害师傅 偷学武功 甚至差点将自己吃掉的怪物 可他居然还把我当恩人 维护我最后的体面 南川剑客 你有一个很优秀的传人 那眼神和你可谓是如出一辙 你还真是 最后都不让我心安了 不过还是气啊 多亏了你 我才能像个人一样了结此生 而我此刻已经爬上了山顶 小弹剑被我轮得上土下坏 我对这门武功很是开心 要是寒池上四肢剑拳 想必早就离开了那峭壁 小弹剑却反驳道 那可未必 如今他已经疯疯癫癫 光是听到外界的人声 都让他瑟瑟发抖 我表示他说的有道理 难道是发生过什么 让他恐惧的事吗 总之既然已经出来了 剩下的路就可以用轻弓上去了 我却坏笑道话虽如此 但我觉得也没必要 非得用轻弓 接着我一把甩出小弹剑 再人人小弹剑 得抓紧时间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我的实力再次迎来暴涨 不仅心灵功法 提升到了五星巅峰 我还学会了绝顶杀手的独门武功 我用尹燃丝 不断地沿着山路前进 让我没想到的是 尹燃丝竟然比轻弓还快 按照我的心意 其实很想就这样 销声匿迹离开过平静的生活 可从最近的事情来看 血脚内已经有太多人 知晓我的存在了 事已至此 只有扳倒白汇香 我才能脱离危险 就在此时我看到了 底下围着几个人 其中一人扯着嗓子对我喊道 那边在飞的大侠 请帮帮我 我有些疑惑 难道他知道我是谁 铁剑表示说不定 毕竟连恶天到悬崖下 找了你将近两个时辰 其他人也都看向了我 既然已经被发现 看来不过去是不行了 随后我缓缓落地 叫我大侠的那人 问我是不是血脚的尊者 太奇怪了 我并没有打开中丹田 他应该感觉不到 一流高手以上的气息才对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 对方剑灵交流的声音 原来他们看见我在天上飞 以为我用的是 传说中的凌空虚度 或虚空踏步的轻弓 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眼中 我是可以被称之为 血脚超高手的尊者之一了 不过这个少年是谁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 那把剑的语气 怎么像个老头似的 不过多谢他让我知道 这个少年不是血脚中人了 虽说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找血脚高手 但还是先处理下那帮人吧 接着我对着那少年 表示我一发信号 你就攻击他们 知道了 大侠 竟然听到了重生前 都没听到过的称呼 听着还挺不错 原来你也喜欢被人喷马屁啊 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反驳道 胡说什么呢 只不过听着感觉不错而已 接着我压低声音说道 而等可知本座是谁 居然还敢手持兵器 周围处处是联盟的武士 即便是尊者也很难轻易突围 这家伙居然真信了 幸好他信了 可他明明胆怯了却不退缩 他骗你的 这附近除了他们 根本就没别人 三里外的确是有一群人 但我把他的号角弄坏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法发信号 这小子好像很迫切地在讨好我 我淡淡地对光头说道 你在说谎啊 光头结结巴巴地说 自己没有说谎 我猛然怒喝道 你以为你们当中 没有本座安插的人吗 看着他们的反应 看来真是在虚张声势 下一刻我发动了幻眼 瞬间光头身后的那些人 就自相残杀了起来 我本想只催眠一个人的 却做梦也没想到 三个人都被催眠了 偶然还让我发现了 原来幻眼还可以同时对多人奏效 瞬间引发了一场乱战 他们不得见证失效 我对少年表示就是现在 那个少年一把拿起长剑 就朝人群冲去 而我也第一时间 用出了心灵剑法 朝光头砍去 直接打了光头一个措手不及 光头刚反应过来 我就用引然丝缠上了他的脚踝 随后猛然一转 将他掀翻 光头大喊我太卑鄙了 下一刻我就送他上了西天 又不是二人队练 有何卑鄙的 考虑到要与剑弓结合 以后还是用左手控制引然丝比较好 我刚想去帮少年处理其他杂鱼 但那个少年已经把那些人全部解决掉了 铁剑表示他的剑招技残忍又毒辣 研究出那种剑术的人一定是天生的杀星 大侠 多谢您出手相救 但我却拔剑对准他的喉咙说道 你到底是谁 明知道我是血教中人还让我帮忙 看来不是武林联盟的人 你果然是血教人士 大侠 我凭日理说来向往跪教 在下想败入血教 我的实力再次迎来爆炸 不仅心灵神功提升到了五星巅峰 我还学会了绝顶杀手的独门武功 就在刚刚 我和一个少年解决了武林联盟的一个小团队 随后我问那个少年到底是谁 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少年居然说想要败入血教 接着那少年单膝跪地说道 在下听梭子里有败教的痕迹 为了投身败教 这才特意早来 我有些无语 我因为样貌被熟知 想走都走不了 他居然还想加入 话说你不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别扭吗 就好像没变声 却故意压低了嗓音一样 而且他的体型也有点小巧 要么就是谎报年纪的十几岁少年 要么就是你帮男装 我心想来历不明的人不能带入血教 再说我也没有引荐新人入教的资格 可他阻止了武林联盟的武士们 请求同伴之缘 而且总是想讨好我 可以肯定的是 他确实对血教感兴趣 我上前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想加入血教 声声很重要吗 我经文凡是君主多爱惜贤财 我表示那只适用于可信之人 我都不知道你的身份 怎么可能擅自让你入教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剑铭 附近有很多人正在向此处靠近 单听剑声预测约有十五人 看来是联盟的兵力 少年问我怎么了 我表示有一群兵力正在涌向这里 单听他们的数量至少就有二三十人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少年疑惑道 你不是尊者吗 你尊者的武功应该足以对付他们 我却没管他 撒腿就跑 对付什么对付 看来以后不能再让别人看见我使用宁人斯 这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那小子有跟上来吗 我回头一看 没想到那个少年就在我的身后 虽然早猜到了他功力部分 但没想到施展轻功的实力也这么强 就他这水平应该早已超越了一流 真是越来越好奇他的身份啊 真不愧是尊者 我都是在他们离得更近时才能觉察到动静 话说敌人当中好像有一名强者 他居然还能猜测出敌人的实力高低 不过比起这个追击者当中的一人 正以超快的速度跟来 再这么下去 不用片刻就会被追上 逃是没希望了 听我口令出招 瞬间我俩就与对方交战在了一起 对方的实力强得可怕 不过是交手三个回合 我的手掌都快要阵列了 但随后我就看清了来人是谁 我伸手让少年停手 随后脱下面罩喊道老人家 来人居然是二尊 二尊拍了拍我肩膀说道 你还活着 我以为你肯定没命了呢 对象 你不是尊者啊 我心虚道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是尊者了 你还狡辩 虽是少年模样 却是女人声音 看来是蒙了人皮面具 此人到底是谁 我表示幸好有他 我才没被敌人发现 他来这里说是想拜入本教 可我尚不知道他的身份 想入教 所以特地找来的 你最好如是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尊者 我叫司马英 来自巴蜀桂月谷 我心中猛然一惊 来自巴蜀桂月谷 而且还姓司马 你是司马世家出身吧 名门武家出身的人 竟然想要进入本教 我跟司马世家毫无关系 因为司马世家是我母亲的仇家 但凭我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付 躲在武林联盟背后的他们 所以才想投身于血教 怎么 听到他的故事 想起了你小时候吗 有这方面原因 但还有其他原因 中原有很多父姓司马的人 但出生于巴蜀 对月谷的却只有一人 那就是四大恶人之一的月恶剑 四大恶人与中原八大高手 是在整个中原 被称之为超人的高手 月恶剑司马世就是其中之一 曾有一奇闻就是 位于巴蜀东南部的高岳帮 曾一夜之间发生过 二百多名帮徒惨遭杀害的事件 气急败坏的高岳帮 与相关门派合力 找到了司马世的据点 并闯了进去 但闯入其中的四百多名武林人士 却无意生还 那般厉害的四大恶人的后代 居然想加入血教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我记得那是我重生前 被派遣到武林联盟当奸细的事 月恶剑司马世与唯一 享有最高盛世的帮派 无双省针锋相对 由于当时同盟处于破裂状态 所以武林联盟是希望 给无双省当头一棒的 但司马世出乎所有人意料 反倒成了无双省的议员 后来才得知他的后人 之所以是无双省的议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若传闻没错 那个叫司马英的黄头金少年 该加入无双省 而不是血教才对 难道又是因为我才发生了变数 现在是高岳帮事件发生前 也只有我知道 他是司马熙的子嗣 如果是知道将来 以及司马熙后续行事方式的我 那应该可以让白莲夏 与白慧香势均力敌 这样的好牌可难得呀 二尊问少年 为何要用人皮面具遮住面容 既然想加入本教 就不该有所隐瞒才对 司马英私下人皮面具 露出了极其美艳的面庞 因为我只想靠私利获得认可 而不是靠心灵或外貌的因素 我脱口而出 他是知道自己很美才这样的吧 有多美 他跟白莲夏比谁更好看 行了 你觉得此人可信吗 我心想 如果我说他是四大恶人之女 他必定不会收他 请帮帮我 我想去睡觉 我表示若是我帮小姐入酒 小姐能帮我做什么呢 我终于和大部队会合 世尊得知后非常激动地跑了出来 说实话 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嘴都要咧到耳朵根了 没想到那个老头会这么开心 可谓是喜笑颜开啊 年乐天心愤地跑到了我的面前 随后年乐天才有些尴尬地偷瞄了其他人一眼 接着冷声对我骂道 你个蠢货 都怪你太大意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有些无奈 还是配合他一下吧 我抱拳出声道 弟子惭愧 资历尚且 一时大意中了敌人的奸戒 让大家担忧了 实在抱歉 没出气的家伙 你还是太嫩了 如果不是小姐下令搜寻 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还不怪巨蟹果小姐 不必多礼 比起公子为我做的 这根本不算什么 公子不仅两次找出了奸细 还豁出性命拖延时间 是我该感谢公子才对 我表示小姐严重 若不是小姐派遣搜查队 我一定很难逃出戏路 你不必谦虚 我还想报答公子呢 纵然眼下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 但我觉得至少要这么做 才能心安 少云辉公子 基于你这段时间立下的功劳 我决定给你晋升职位 希望你以傅坛主的身份 继续为本教尽职尽责 重生前不过是一个奸细的 我居然爬到了傅坛主的位置 更何况首领之上 依次是总首领 傅坛主 坛主 所以我相当于是升了两阶 我单膝下跪说道 少云辉确之不公 年乐天豪爽的大笑 六血腥让年乐天小点声 周围或许还有敌人 成为副坛主 不仅可以当一个团的二把手 还可另外带领三支隶属于我的小队 只要年乐天不将我安排到其他人手下 我便可将三名首领耐入麾下 小谭剑表示 如果是能得到三名首领 那其中两人应该已经定了 但我知道不一定 想让宋佐白在我手底下 那家伙高低得跟我比试一场 不过就算不是他们 我也有两个想好的人选 一个是赵承元 如今的他具备首领的实力 也有资质超越一流之壁 第二个是 但白连下打断了我的想法 少公子 你带来的那位少侠是谁 而我第二个看中的就是四大恶人之女司马英 毫不夸张地说 他的实力已属谈主级别 必须让他到我手底下 我才能根据将来发生的事去设想 二尊出声道 此人想要加入本教 他不仅帮助少公子成功逃脱 还想对武林联盟展开复仇 以及他是个女的 司马英私下人皮面具 直接让宋左白和宋又玄看得春心荡漾 瞬间司马英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司马英跪在白连下面前出声道 多谢您嘴学我入教 小女子名为司马英 不过白连下的反应让我不解 她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 这感觉跟上次对恋时差不多 铁剑表示这叫嫉妒 旧主说过 当一个女人看到自己想要讨好的男人 将视线转移到更美丽的女人身上时 心情就会一落千丈 如坠冰窟 论理论 你的旧主还真是无所不知啊 人家是即将成为下届血教主的人才 怎么可能会对我有那种感情 呵呵 我说怎么在溪谷没见着你小子 这何时认识了这么一位美丽的女子啊 这老头貌似误会了 虽然不想泼她冷水 但还是应该说出实情吧 师尊 我能将司马小姐收为自己手下吗 看来你很喜欢那位女子 既然如此 本作就在帮帮你 接着我对师尊传音道 不过我有话对你说 请师尊不要对外泄露 司马小姐的父亲是月娥姐 司马熙 他是四大恶人之一的司马熙 凭一己之力屠杀了一个门派数百名门徒 而附近的一些小门小派 曾请一阳少家出手相助 根据找到的凶手踪迹 结果指向了桂月谷 在那里找到了月娥姐司马熙 于是我父亲和个小门派的人便闯入了桂月谷 然后就被杀了吧 自大恶人可不是浪得虚名 是的 无一幸免 只有一人侥幸活了下来 应该是你父亲吧 至今为止都没传出有关此事的传闻 看来你父亲觉得很可耻吧 懂不懂我明白了 不过你居然仅凭桂月谷和司马的信息 就发现了她是月娥姐之女 真是了不起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那是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火药 你却带她回来 你小子是疯了吗 我表示可以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能与司马小姐结交 说不定还能将四大恶人之一的月娥剑 拉拢到我们血角 事情要是能如此简单 早就有人那么做了 年乐天果然不仅性情乖僻 还非常狡猾 他应该是觉得风险太大 在跟他共识一年多以后 我明白了一件事 随即我出声道 既然师尊这么说 那就没办法了 你是要挑明他的身份将他赶出去吗 不行 他是觉得与四大恶人作对对我们没好处 那这下难办了 既然如此 也没必要我们来冒风险 干脆交给二尊吧 神愣 交给那家伙 我的激将法果然奏效了 这老头可是宁死都不肯输给别人的人 你能负责乱 终于上钩了 反正我早就打算自己承担风险 当然从我成为年乐天弟子的那刻开始 就不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在此时二尊出声道 事已至此 不如先定好负责司马小姐的人再出发 既然是我引荐他入教的 就由我负责到底吧 六血腥撇了一眼 表示只要司马小姐愿意 他也想收下他 年乐天见状也出声道 我也愿意收下他 小姐 血腥和尊者们居然为了争夺一个人子 全都亲自站了出来 白连下头疼道 没想到三位都想新人加入 看来要将选择权交给司马小姐了 请问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 是可以请求进入我想加入的人的手底下吗 是的 你已经有人选了吗 司马英一把搂住我的胳膊笑道 我想在少云婚夫坛组手下作祟 说完司马英对我眨了一眼 问我自己是不是很明智 我心想这下完了 公子一定开心死了吧 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想成为你的手下 这冰冷的语气 我要解释吗 已经晚了 还是受着吧 晚什么晚 总得收拾残局 收拾什么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真叫人无语 也是 在这种杀气腾腾的气氛下 好像说什么都晚了 白连下转身说道 看来结局已定 那就将司马小姐 安排到少富坛组手下吧 准备准备 即刻出发 称呼从少公子变成富坛组 富坛组 富坛组 我名字吧 我刚想出声让他低调点 小坛剑趴在我的耳边问他 云辉你是石男吗 乔周为人的反应应该都觉得他很漂亮 但你貌似毫无邪念 你该不会真是石男吧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可正常男人 那才是正常男人的反应 只见宋佐白一脸正惊地跑到司马英的面前出声道 我是这家伙 不对 我是少富坛组 师叔同门的宋佐白 你瞧瞧那蠢货还在扬装千千君子呢 我表示很正常 他那个年纪正是想讨好女人的时候 我不过是在重生前就领悟了外貌不代表一切的道理 武林中的女人们真正单纯地屈之可数 越是美丽或身份越高贵的人 在结交时就会越在乎各自的利益 于是我也明白了 外表其实没有多大意 看来你是前世被甩了 对了小姐 为何想到这小子少富坛组手下呢 细分起来 他可是选你的人中级别最低的 我在这里只认识副坛组 所以才想成为他的下属 就这样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司马英看向我笑道 对 我明知吧 我回应原来如此 但考虑到小姐的目的 其实选择二尊他老人家会更好 我牧民有点怕他 有我父亲一个可怕的人就足够了 司马小姐 论可怕 我师父也毫不熏生 都问他那干什么 别聊个没完了 准备出发 宋佐白连忙屁颠屁颠的朝年恶天跑去 好像还真是 我有些无奈 那可不是我说的 是实力超越一流的绝顶高手 可他带队去执行的刺杀任务却败得彻底 只因在刺杀现场有两名尊者以上的绝世高手 他的所有手下全部死绝 只有他一人勉强苟活 但他的雇主不但没有答应之前的约定 还将他绑了起来极尽折磨 而绑架他的人是血教主的血脉之衣白会香 男人疯狂求饶 请你们发发慈悲饶过我 况且你们也没说乱磨刀机会在那 不过我师弟还是按张龙大人的指示 和年恶天的弟子绍云辉同归于尽了 白会香一把甩出常见冷声道 这可与你说的不同 那个军师单膝跪地出声道 貌似是出了什么差错 什么差错 之前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过要让师尊败入小姐宁的麾下 现如今呢 属下惭愧 军师冷汗直冒的心想 难道是因为那小子 当五狗活着回来告诉小姐 是因为那个叫绍云辉的家伙耍小聪明 才把事情搞砸事 比起发火 小姐看上去更像是对他很感兴趣 现在想来一年前 小姐就说过有人接下了他一招 并对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难道他很满意绍云辉那小子 若那小子真那么激烈 那的确是小姐觊觎的人才 接着他低声道 是我的失察 我吩咐过他们情况不妙时 可以警告对方 我等可以随时走走珍贵之物 例如杀掉其中一名弟子 但没想到杀的偏偏是小姐感兴趣的人 军师 这一点都不好笑 军师拿起一边的长剑 随后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说道 小姐若想让属下付出代价 属下怨奉上向上人头 可惜了 本是个有用的家伙 别发疯了 把剑交出来 就在此时传来几宝 无双省公布废除与武林联盟同盟 白会香起身冷笑道 看来是时候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我们已经离开了陆血谷一个月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原本是年厄天为了扩大势力 而准备的根据地 可现下他已决定拥护白莲香 于是这里便暂时成了本部 因武林联盟与无双省的同盟 废弃的比想象中还快 血教内部的矛盾开始正式加剧 白莲下为了躲避白会香的势力 在中原漂泊了近十年 现如今已经凭借尊者和血腥 掌握了一定的势力 于是便劝势给三尊和二血腥 寄出了亲笔书记 另一方面 在此期间 我一直在训练被分配到 我手下的武士们 他们在我的训练下苦不堪言 就在此时 宋左白告知我本不找我 居然还叫上了他们 这我就猜不出是什么事了 我把司马英叫到了面前 我告诉他我要离开一下 在我回来前 你先带领大家训练 是 我知道了 那就交给你了 尊敬 请弹主放心去吧 交给我了 他说交给我了 随后司马英激动地举起长剑喊道 大家都休息好了吧 那我们再去攀岩一次 你们也听见了吧 少父弹主说训练的是交给我了 玩不成的话就死定了 而另一边 三尊血死亡 求重阳和二血腥修罗道刘白回行 尽管内容不同 但巧的是两位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二血腥说若是不够资格者 他绝不会跟从 三尊老人家说 只承认根据律令规定的继承者为教主 因此 从现在起 各位为了夺回血魔剑 将前往武林联盟大本营的中心 这是血教的正派之宝血魔剑 是血教主的随身兵器 第十五代血魔作为最后一名持有者 在二十多年前死于政协大战 配剑也被夺走 而夺走血魔剑的武林联盟 竟然就将此剑放在了武林联盟本团的中心 在我重生前 血教已经派过无数名奸细试图夺回血魔剑 但无一人成功全被灭口 区区一把剑而已 有那么重要吗 我解释道 你说玉玺为什么重要 这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少林的绿玉佛杖 丐帮的打狗棒 武当的太极玄剑 各门派的神物无异于是他们的宝物及名玉的象征 而血教的神物被武林联盟夺走 就相当于血教失去了象征性 换句话说 拿到血魔剑就相当于获得了荣誉和声望 宋左白摩拳擦掌的说道 那我们是要闯入武林联盟本团吗 我有些无语 左白 你这脑子可活不了太久 年乐天骂道 纯小子 事情要是那么简单剑早就夺回来了 张文雄无奈道 尽管本质的确是夺回血魔剑 但会用其他方式 在那之前 你们认为那俩家伙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 说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我表示弟子头脑不够灵活 无法摸透两位尊心的意思 推测出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提出了压哥不可能做到的要求 所以相当于是婉拒 第二种是给小姐机会留有一丝可能性 宋左白洋装低沉地说 我也这么认为 这个可能性最大 但我却说第二种可能性最小 当初三尊已经向在座的二尊长老表明了心意 如今不可能因为一封信件就改变心意 最后一种就是陷阱 我们不能排除两位尊心 以被白会香小姐收买的可能性 如果我是白会香那边的人 可能会利用此机会布一下陷阱 也有可能是计谋 目的是将我们的战力分散至没用的地方 他们可以在我们分散抢夺血魔剑期间刺激行动 毕竟每次抢夺失败 我们的战力都会被逐渐削弱 张文雄文言对我说道 公子明智 没想到仅凭这些消息就能推测出这么多可能性 要不是另有消息 我们最后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说着他递给我一张信 这里还有一封信件 是三尊长老寄给二尊长老的 信的内容是 直到节前我都会保持中立 若血魔剑再对白会香得手 我便无法信守承默 也就是说白会香也想夺得血魔剑 没错 我们有安插在白会香那边的间隙送来的消息 据说白会香小姐延后了复兴教派仪式的时间 现在想象我复活之前 血教也是这个时候正式举行复兴仪式的 白会香将复兴仪式延到了三个月后 是了 血教内的势力架构与我重生以前不同了 我重生前的白莲夏在初期就被除掉的概率很高 因此他才能顺利集结本教势力 可如今白莲夏也掌握了一定势力 得到四尊和二尊拥护的白莲夏同样拥有了成为下界血教主的地位和权利 白会香那边应该也是想避免正面冲突 毕竟不能因为内战白白浪费了武林联盟与无双省废弃同盟的机会 而避免此情况集结本教力量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血教的最高律法 持血魔剑者便是心愿血魔 张文雄抓起一边的文件说道 眼下就是这么的情况 公子在看这个 是武林联盟发放比武大赛的告示 赛中获胜的后起之秀将得到新设立的青龙堂主一职 而且获胜后 武林联盟兵器库的所有武器都能任军挑选 请三位参加武林大会后起之秀们的比武大赛 并务必获胜 从刚才起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原来是这个 这下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叫其他弟子 而是叫我们三个了 幸好正派人士中谁都不知道 公子乃本教忠实教徒 就连公子加少家都不知情 从现在起 请三位回到各自家中 为了参加比武大赛 你们必须成为家族后起之秀的代表 这是最基本的资格 我终于回到了将我扫地出门的家族 而我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阿松有没有回来 就是我被绑架时 被我推进汉策里的那个侍从 他是我期待来到一阳少家的原因之一 门口的守卫思考了一回说道 我想起来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浑身臭轰轰的跑进府邸 发疯似的说要见家主 好像是说要救少爷 之后被打了一顿赶出去了 我闻言怒不可恶 你们将一个哀求帮忙的家伙打了一顿 还赶出府了 这是何至于被赶出去 我面前的这个人 是一阳少家外堂主出身的上一任武士雄飞 他觉得被赶出家门的我之所以会乖乖回老家 其一是因为家主外出 其二就是他猜测我或许已吸得一身武艺 此次归家 或许我的立场已经有所不同 因此雄飞打算适当地讨好我 但也只是在他得知我与阿松的关系之前 当然这是我猜出来的 我冷声道 他是为了救我才要求见家主 但却被打了一顿赶出了府 再说他浑身臭轰轰的 你们怎么还想着打人 我看向一旁的棍子 你们没动手 而是用棍子打的吧 雄飞连忙解释当时的情况 但他还没说完就被司马英掐起了脖子 随后雄飞就被司马英扔进了汉侧里 我也有些被司马英的举动震惊 接着司马英一把拿起边上的棍子骂道 对付这种家伙就该以笔子到环师笔生 他们才能知错 是我来还是师兄你来 赵成员低声道 这女人可真不简单 心里虽然痛快了 可这么闹能行吗 我无奈道 你说能不能行 快去拦着点吧 我喜欢她 就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四大恶人之女士的 目前还没见到家主 如果不适当注意 这么胡闹可不好办 赵成员来到司马英面前让她放下棍子 司马英杀气腾腾地表示谁说的 赵成员看向我道 付坛主 他好像压根不听我的 我叹了口气 烂摊子总是我来收拾 没办法了 司马小姐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为何擅自行动 我不想付坛主你被小瞧 再加上他们那么对你的私从 我觉得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那样他们才不会随便招惹你 你们在说什么 你得表扬他 可别训斥他 我让小谈见别老打岔 我正酝酿感情呢 该纠正的地方就不能马虎 换做平时也就算了 但执行任务期间若不顾命令 擅自行动会惹来麻烦的 司马英委屈道 可能毕竟没死啊 若是你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还这么鲁莽 惩戒都算轻的 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小姐 日后在做什么事之前 请先传音得到我的允许 抱歉 以后我一定先征求你的意见 这次你就别生气了 好吗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 话虽如此 但我心里其实挺痛快的 司马英也开心了起来 只剩下一脸蒙的赵承远 我走上前出声道 抱歉 我师弟是个较为重情义的人 既然你们把阿松赶出了府 那知道他去哪儿吗 对方表示之后在村内都没见过他 也是 你们不问原因就打人 怎么可能还知道他的去向 下一个问题 院内为何不见厢房 这是怎么回事 住在厢房内的那些下贱东西都消失了 厢房自然就拆除了 你干什么还多此一问 谁让你这种废物踏入老家大门的 我终于回到了将我扫地出门的家族 而我刚到门口两分钟 从小就欺负我的二哥邵长允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 谁让你这种废物踏入老家大门的 我却淡定地抱拳道 兄长 好久不见 而跟邵长允一起来的其他人也纷纷嘲讽我 哎呦 出了名的利狼献小马居居然活着回来 不是被邵家赶出去了吗 如今可是一表堂童 司马英上前一步想要出手 但我拦下了他 我只说不招惹他们 可没说过要忍气吞声 眼下还得打听些消息 你说厢房都拆了 那放在厢房里我母亲的牌位呢 呵呵 怎么 难不成你还想象那个已死的剑锋木牌磕头不长 我上马之道去 说不定被拿去引火烧了呢 对了 也不知道你那个在横山派的剑妹们晓不晓得 几位兄长也是老样子 大白天就悠闲地饮酒作乐 让人好不羡慕 你个小废物 成天也在外 也不知道从哪带了俩流浪回来 居然敢在这撒野 我淡淡的 兄长这话说得有些过分 看来是喝多了 我还是等你消了醉意再来见你吧 从前哪怕说一句话都变得不敢动他那窝囊费 现在居然敢一个劲顶嘴 说着就一拳朝我砸来 在见到家主前 我可不想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 兄长 一个见出的野小子 谁是你兄长 我才没把你当过弟弟 少兄 你这是看在手足之情的份上放水的吗 刚刚还说要给我们看一出好戏 眼下却在闹着玩 我文言坏笑起来 我真是谢谢你们帮忙删风点火 貌似只要一两句话就能彻底激怒他 我吵横道 见出的野小子 你怎么说话嘴里还叼着臭抹布 你从没把我当成弟弟这话说得好像也没错 因为我比你早出生三个月 是你该叫我兄长才对 少长允顿时气急败坏地直接拔剑 叫你兄长 你个混账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就在此时少长允的未婚妻上前阻拦倒住手了 家主不是快回来了吗 但少长允直接一把甩飞对方骂道 你一个丫头 别来掺和 一个给家族蒙羞的人 就算怎样也不会有人觉得惋惜 而我直接发动幻念 到此为止 少长允抱拳出声道 我为我的胡言乱语和杀心向你道歉 我也抱拳出声道 我接受兄长的道歉 我也很抱歉 惹得你不高兴了 但下一刻少长允就被惊起 随后就再次提剑朝我谈来 就在此时 司马英一把按住了少长允的胳膊看向我 我点头表示就是现在 你刚说少云辉师兄就算怎样 也没人觉得会惋惜是吧 可我就会 就在此时 一声助手传来 我有些疑惑 他不是随家主外出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来人是我的大哥少英贤 还有我的亲妹妹人 既然成为恒山派弟子的妹妹都一定会 那应该表示他们正带着恒山派的客人们往回 我出声道 马英失地点那家伙的晕血 什么 现在就把他凑金白皮吗 不行 指点血就好 臭小子 算你运气好 你究竟在干什么 敢问阁下是谁 为何要在老宅内做这种事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马英 是少云辉师兄的同门四弟 我笑得好久不见了 大哥 少英贤虽然脸上很不爽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 问众人发生了什么事 少云贤这家伙很狡猾 不仅会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还会顾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大概是我太久没回老家 再加上二哥又喝了酒 这才过于冲动 喝酒 他喝酒跟你师弟冒犯他人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师兄背刀砍死吗 我劝你说话客气点 我让司马英把手放下来 嚣张的小子 你现在是仗着你师弟才做出这种事的吗 大哥为何要用传音说呢 难道是想说些别人不能听到的话吗 少英贤刚想张口骂我 就看到了周围的氛围不谈 随后他强行压制怒火出声道 你师弟下手未免太重了吧 就算长云因为喝醉了不知轻重 也没必要弄舌一条胳膊吧 我戏谑地摸了摸下巴说道 原来你是说这点 我师弟当时急着阻拦下手的确有点重 少英贤顿时兴奋地指着我道 岂止是下手重 试问谁敢在一阳少家的地盘弄蛇少家人的胳膊 说完少英贤便兴奋地等待其他人帮他说话 但在场众人却无一人出声 其他人可是亲眼目睹了少长云干的蠢事 真不知道前世的我为何会忌惮他们这种家伙 就在此是我妹妹上前出声道 等一下 我刚偏杨花姐姐说了事情的经过 的确是二哥酒后师傅 甚至差点杀了三哥 少英贤咬牙切齿地说道 三哥 谁是你三哥 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 你居然叫他哥哥 是因为从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 所以才这么维护他的吗 也对 毕竟见人生见重 别的也就算了 可你竟敢侮辱我母亲 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上前冷声道 放开他 盈盈对我吼道 你别掺和 好熟悉的场景 以前我一直以为他讨厌我 可事实并非如此 他本该见都不想见我 可每次却故意出头 为了不让我受到任何牵连 才对我那么冷漠 内心好似涌出了一股热流 与愤怒不同 这微妙的情感是什么呢 盈盈 如今换我来守护你 你这个蠢货到底在说什么 少插手我的事 少英贤抬手就朝盈盈打去 我运气先天珍惜 随后一把将少英贤先飞 顿时场中的人都震惊不已 你给我听好了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 力郎线的小马鞠了 以后不准再动我妹妹 我终于回到了 将我扫地出门的家族 而我刚到门口两分钟 从小就一直欺负我的二哥 就找到了我 这次他还想像以前一样拿我出去 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我身边的司马英 直接扭断了他的胳膊 俗话说打了小的来老的 我刚收拾完二哥 与二哥穿一条裤子的大哥 少英贤就赶了过来 我一母同胎的亲妹妹 为了保护我上前当起了说客 可少英贤却完全不领情 还骂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是贱人 并且他还想对我的妹妹动手 我见状不再宁愿 直接一拳将少英贤掀翻 随后我冷声对少英贤说道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我 你要是再敢对我妹妹动手 我让你生不如死 少英贤狼狈地爬了起来 难道你的担钱恢复了 他能爬起来我并不意外 我都没用多少功力 他自然能爬起来 毕竟我也不想结束得太快 既然害得盈盈差点落泪 我必须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没有像那个长云一样激动 他在试图了解你的气韵 毕竟是长子 实力确实比那个弟弟长云要强 那我就稍微外放一点内力 引诱一下他把恩 让他觉得我的实力 介于一流和二流之间 少英贤拔出长剑 他成功地上钩了 他肯定会以为我的实力不如 盈盈在我后边嘱咐道 小心点 哥哥 别仗着丹田恢复了 就以为能尽力打赢他 刚才外放内力 好像让盈盈也误以为 我的武功一般 不过被唯一的亲妹妹担心 心情还不错 我笑道放心吧 相信哥哥 眨眼少英贤的攻击 就到了我眼前 我轻松地挡下了这一击 然后就给了少英贤一个大波笼子 这就是你想打我妹妹 所要付出的代价 少英贤气急败坏地 用出了少贤剑法 这是易阳少家 引以为豪的三剑法之一 我虽然许久未解 但他使用少贤剑法 绝对是个愚蠢的决定 还不如使用我不知道的剑法 本来一开始实力就相差悬殊 他还使用我知道的剑法 对我来说找出破绽 简直轻而易举 这是你侮辱救我一命的 师弟所付出的代价 司马英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其他人也议论纷纷 曾经的废物居然能够和天才少爷过招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百余个剑名 看来是外出的家主回来了 其中有三股强大的内功 应该是家主和恒山的两位欺人 现在是该结束了 少英贤气急败坏地对我哄了 你真是找死 本来估计你是少家血脉 想放你一马的 他握剑的姿势变了 剑势变得刚猛 还带着一股霸气 必定是只有家主及少家主 才能习得的少东霸气 那就来测一测你的实力吧 这招要是对付实力相近的剑可 也许有效 但想对付我门都没有 少英贤满脸不敢相信 我居然能够破解少东霸气 我一个扫堂腿将少英贤放倒 最后这一下是你侮辱我母亲 所付出的代价 一拳直接朝着少英贤的脸砸下 云辉 我知道 能令在场人变得异常安静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到了 家主旁边的那两个人 前世我在武林联盟当奸细的时候见过 恒山一剑赵青云 恒山女侠赵一慧是恒山的两位奇人 都是绝顶高手 其中恒山一剑武功更强 虽然没有年厄天那种绝对的威慑感 但的确超越了绝顶之壁 我抱拳道 见过家主 父亲 他用的是邪功 这小子使用了阴毒的武功 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还强行狡辩自己输的原因 早知道就打碎他的下巴 让他说不了话 下一秒赵青云就来到了我的面前说道 小兄弟 你修炼了邪功 他居然在眨眼间移动了15步的距离 早听闻恒山派善于快剑和轻功 没想到会如此厉害 不过偏偏在恒山一剑面前被污蔑 看来事情有点难办了 正派人士中有不少极度厌恶邪功的人 而恒山一剑便是其中之一 一旦碰到 就会变得与平时温和的性格截然不同 我表示不是邪功 师伯 这位是我哥哥 我听说你丹田受死 难道此事有假 我后退一步躲开赵青云的手 一年前你丹田受死 武功却又如何能在短短时间内达到如此境界 请给我解释的机会 内功都不让我验 用嘴辩解 你觉得解释的通吗 或者交一下手就能知道是不是邪功 说吧便一剑朝我次来 这可是意料之外的情况 该怎么办 铁剑让我不用担心 情况也许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 你就使用最强剑反来解决眼前的情况吧 果然是天壤之别 每次两剑碰撞时 我的手掌都感觉像是要阵裂了一板 就算打通中丹田 我都未必能打败这位高手 必须变换招式来拉开距离 但赵青云却向我一步拉开了距离 虽然略有不同 但这剑法分明是秘雄行剑 也与胡宗台大侠是什么关系 我就知道他会认出来 他是我救主结识的人之一 幸好误会轻松化解了 我抱拳道 前辈居然能立刻认出我师父的剑法 是晚辈失礼了 南川剑客胡宗台的弟子邵云辉 拜见各位 他是名门正派的剑术大师 生平极其憎恨邪功 一旦遇到有人使用邪功 他就会直接出手斩杀 而我被人诬陷使用邪功 他便二话不说直接对我动手 我刚想拉开距离 赵青云却先我一步拉开了距离 随后他问我跟南川剑客是什么关系 我表示我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原来二十年前 南川剑客曾在滇国九北帮过赵青云 尽管如今的赵青云被称之为横山奇人 但二十多年前 他也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后起之秀 我接着出声道 我从师父那里听过不少有关大侠的事 能在这里见到您是晚辈的荣幸 师父跟我说过 二十多年前与大侠在滇国九北结识之事 还总是夸赞你是日后会光耀正派武林的英雄 赵青云顿时喜笑颜开 接着抱拳对我说道 抱歉了 贫道脾气臭 一听到是邪功就没控制住自己 明明都过了不惑之年 却还是如此冲动 我回应道 哪里话 前辈 不要叫我前辈 我们师兄妹称你师父为师伯 你怎么能叫我前辈呢 既然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那等我们也是平辈 也有负担 小师弟 我问铁剑这是什么意思 旧主与他们的师父胡心行道士也有交情 所以我记得当时恒山派的年轻道士们都叫他师伯 也是 正派人士很在乎这些礼节辈子 但我还是出生的 我怎敢对前辈 赵青云不满地打断道 我都说无妨了 我笑了 大概客气一下 接下来就假装降不过 知道了 师兄 赵青云文言爽朗地笑了起来 今天真高兴啊 话说回来 到底是谁在污蔑南川剑客的弟子使用邪功来着 就在此时家主上前当何世老 一看到这老灯的那张脸 我就火冒三丈 至今为止都不把我当人砍 还把我赶出家门的人 要是他有责任心且足够稳重 我母亲的待遇肯定会不严 我虽不知道他在武林中的威望如何 但作为一个父亲 他是失职的 但发火并不能解决问题 想要达到目的就要展现出友善的一面 我跪在地上喊道 还是向父亲问安 许久不见 幸好你安然无恙 事情我听说了 打你未免出手太重了 我心中冷笑 要让你失望了 我可是事实有因 我出生道 很抱歉父亲 当时大哥和二哥太过激动 一心想要取我性命 为了保命 我只能尽全力 众目睽睽之下 我做出这种事的目的 就是为了以防他偏袒那俩存活 他会做何反应呢 原来如此 关于你哥哥们的过失 我之后再追究 如今还要招待客人 这件事过后再说吧 这老灯说是过后追究 其实就是想不了了之 接着我问道 父亲 您都不问我为什么回老宅吗 说说吧 我抱拳认真道 请让我代表邵家参加后起之秀的比武大赛 曾经只要一见面 就会打骂我的恶毒女人 如今却跪在我面前向我谢罪 但我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 反而将她羞辱了一番 就在刚刚 我向家主表明了我回家的目的 但家主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 一个时辰后 我们三人在邵家老宅客堂里面吃饭 司马英嫌弃地对赵成员比一道 我也不指望你多有教育啊 但吃东西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扒鸡嘴 不要吊得到处都是啊 赵成员无所谓地反驳的 你就不要说我了 我吃得多是有福相 狗屁福相 我只想打你一拳 乞丐能做到这份上 已经算是有品味了 司兄 你认了吧 多吃点哦 赵成员见兮兮地重复道 多吃点哦 小谭剑问我觉得结果会如何 我表示我也不知道 家主邵一轩当时没有给出答案 可他应该不得不将代表后起之秀的名额给我吧 因为那两个人都受了伤 总不可能让他们刚痊愈就去比赛 那倒是 不过没想到他真不把你当儿子 是啊 二流和三流的水平 但都会武功 我们不可能看不出这些市民会武功 可他还执意将人安排在门口 为的就是光明正大的监视我们 这是家主对我的警告 他是想告诉我 就算我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但这里是一阳少家的地盘 我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所以最好别像刚才那样轻举妄动 就在此时过来了一个市女 市女表示他是韶药堂的市女 夫人要我过去 没想到韶药堂会有所行动 我站起身对二人说道 我马上回来 你们继续吃 要不是为了后起之秀的名额 我早就想去找他算账了 韶药堂是一阳少家家主一轩的 正房杨夫人的住宿 这里四周都是盛开的鲜红韶药花 像个花园 眼下正是韶药的开花期 天巧今天争相怒否 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杨夫人一样 让人心情糟糕透顶 真想一把火拳点了 你们都退下吧 居然秉退是你 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听说南川剑客成了你的师父 恭喜你有这个机缘 叫我来就是为了恭喜我 怎么可能 其实我倒能猜到她的意图 我不否认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怎么融洽 所以我也不和你绕弯子了 说着就跪在了我面前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跪在这里谢罪 数十数百数千次 所以求你不要夺走我 而阴险的比赛名额 果然不出我所料 也是 即便是恶女 天下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孩子考虑 我冷声道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吗 一向理智气壮的女人 居然会向我谢罪 曾经只要碰面就会扇我耳光 骂我是肮脏的剑子 至今这些我都记忆犹新 只要你愿意 我甚至可以给你一辈子 不愁吃喝的钱财 还可以帮你成家 所以求你不要 寄予我儿的名额 看来南川剑客弟子的身份 着实厉害 居然能让一个人的态度 转变得这么快 我转身冷声道 抱歉 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过 杨夫人一把抓住我的衣服 你说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答应你 我冷笑一声 好啊 那你就去将我母亲的灵位请过来 将她视为正房来祭拜她 之后每天磕头谢罪 三个时辰坚持十年 你能做到吗 杨夫人文言愣了一下 我心想她肯定做不到 要她同意曾经被她挂在嘴边的贱人身为正房 还要连续十年向我母亲磕头谢罪 她的自尊心一定会备受打击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 你当真不会再基于我儿的名额吗 我蹲下身笑眯眯道 我很钦佩杨夫人的诚信 那就拜托了 随后话锋一转 你是想听这话吗 换作是你 你会这么说吗 臭婆娘 要是我母亲活着的时候 她能有这份慈悲该多好 夫人气急败坏地抓起我的衣领 我冷声道 十二年前 我走火入魔的那天 是你的侍女拿来的灵药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少要堂的侍女吗 只因为都能猜到犯人是谁 大家才不了了之 我别基于你儿子的名额 可笑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 如果听得懂人话 就别再因为这种无谓的事叫我过来 夫人连忙抓着我的衣角让我等等 但我一把甩飞她的手 就在此时 我感知到了房梁上面的气息 随后从上面跳下了一个人 那人抱拳说道 杨夫人的护卫赵家见过南川见客的传人 我表示对她没什么可说的 那天派是女区少爷那里的 不是杨夫人 那天在少爷灵药中下毒的人 是我 曾经只要一见面就会打骂我的恶毒女人 如今却跪在我面前谢罪 但我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 反而将她羞辱了一番 如果不是现在有任务在身 我早就将她碎尸万段了 而我俩的恩怨还要从十二年前说起 那时年纪上小的我还不能强行服用灵药 因此即便要像烧茶戏 也得像药材一样煎着喝 可我在喝完勺药糖的侍女送来的灵药时 我却在运工之时走火入魔了 就这样 我的丹田彻底废了 明门五家的子女如果丹田破碎 之后的事就变得很明显 我在少家成了被抛弃的孩子 而我的人生也自那天开始发生转变 可我眼前的护卫却说谋划那件事的不是杨夫人 而是她 那个护卫出生道 夫人在娘家时 我便开始保护她了 对于舍弃女人的人生 一直以护卫身份生活的我来说 夫人就是我的全部 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亲如姐妹的夫人 每天因为少爷震震惊惊 所以你就对我做了那种事 那件事是我独断专行 与夫人无关 还请少爷谅解 对不起 少爷若要惩罚 再下戏听尊敬 可杨夫人却激动地说那件事是她指使的 照护卫是因为对她忠心才说谎的 俩人就这样互相说是自己干的 搞得我好像是坏人一样 我蹲下身笑秘移倒 看两位如此为对方着想 我都有点惭愧了 如果我现在对杨卫动手 只会让自己蒙羞 杨夫人顿时以为我要放过她 但下一刻我就给了她一巴掌 接着我冷声道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不过夫人和护卫武士的友情还真令人感动 不过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脸在受害者面前炫耀勇气 结论不就是你们两个人都知情吗 你这个肮脏的贱种居然敢对我动粗 你以为你还能占据少爷后起之秀的代表职位吗 我无所谓的 要不要去告诉家主随便你 不过在那之前 我会将一阳少家的夫人谋害孩童之事公之于众 而最先得知此消息的应该就是恒山派的那两位奇人 杨夫人底气不足道 你这个废物竟敢威胁我 下一刻我就毁了赵护卫的丹田 既然她亲口承认了是自己谋害的我 那就该付出代价 随后我扔给杨夫人一颗毒丹让她吃下 紧接着我又将毒丹卫给了赵护卫 你必须吃 不然我就会带她去家主那里说找到了当时的兄弟 那么做会给少家带来什么麻 难道你不知道吗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照顾杨氏与一阳少家之间的矛盾 想要得到后起之秀代表职位的你 难不成想将一阳少家置于困境吗 我笑嘻嘻的 那我估计会喜出望外 杨夫人彻底绝望 我也成功拿到了杨夫人和赵护卫的口库 甚至还有杨夫人的印章 只有留下这种轻敌血的证据 他们才不敢贸然为了扭转局面而耍花招 再加上我说了 只要有一个人轻举妄毒 我就不会给解药 他们只能乖乖听命 在你身边果然一天都不会无聊 之后是要静等大会那天到来吗 本来我是想那样的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反正是他们先招惹我的 所以我也没必要心平气和地等下去了 如今少家的堂主观应该都聚在一起了 是时候去整顿那帮老家伙 我终于回到了将我扫地出门的家族 但我的身份不再是丹田破损的废物 而是江湖中威名赫色的南川剑客的弟子 此刻我的目的是整只一扬少家的堂主们 正好他们现在都在少家那堂的议事厅 他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我的回归 片刻后我就来到了议事厅 我爽朗地笑道 好久不见了 各位堂主们 大家都是熟人 却没一个人搭理我呀 屁股可真够沉的 我说完这句话后 便有几人起身向我行李 墨西的五名堂主立刻变妥协了 但上座的三名不仅没起身 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大堂主夏长君不满地对我说道 外面的人没跟您说里面在商议事情吗 你怎么能擅自闯落 我淡淡地说道 瞧你说的好像我来了不能来的地方似的 能参与堂主会议的只有家主 少家族以及个堂的堂主们 此事您应该很清楚啊 大堂主说的没错 就算你是少爷 也不能如此无礼 如果您有事要说 我们可以拎定时间 我回应道 杨文硕堂主 我还真不适应你如此说话 像从前一样 威和让我出去不就好了吗 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一个连丹田都毁了的废物 还敢来这里 没用的东西 以后不准出现在本堂 是这么说的吧 杨文硕挠头说道 我有说过这种话吗 自从过了不惑之年 可能是年纪带了 太久前的事总记不清 若是从前的事 惹得少爷不高兴了 那杨某在此赔罪 我恍然大悟到原来如此 不过真的不用管了 杨文硕被我的话搞懵 我解释道 当初我被一阳少家赶出家门时 不也是你亲自带着武士 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吗 居然连一年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感觉你很难继续胜任堂主之位啊 你是不是该退位了 另一个堂主站出来出声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堂堂南川剑客的弟子是要翻旧帐 报私仇吗 司马英不懈道 指出这家家政过分的僭越行为 怎么就成了报私仇了 没想到一阳少家的等级秩序团招啊 杨文硕气急败坏道 一个外人竟敢随便对本家的事说三道四 如此无礼的家伙 怎么能带到商量重大事宜的地方啊 司马英文言杀气腾腾地问 我可不可以杀了他 我白白手道 师弟冷静 杨文硕震惊地问道 师弟 那他也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随后他便瞬间电脸对司马英说道 当然可以带来了 没想到是贵客 是沉谋无礼 还望少侠大人有大量 我有些无语 看来他很在意南川剑客的威名 就在此时夏长军起身说道 看来会议只能等家主来了之后再进行了 各位堂主们 先行离开吧 但我却淡淡地说道 关门 下一刻 赵成员就将大门关上 会议室内顿时一阵骚乱 杨文硕惊恐地问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淡定表示如果不这么做 感觉就没法与以大堂主为首的各位交谈了 夏长军抓起长剑冷声道 少爷 我看您是另有目的 我出声道 我有一个好提议 如果是为了后起之秀的名义 那我根本没必要来找大家 只要说服家主一个人就可以了 不是吗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另则新主的机会 请大家拥护我吧 怎么样 而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一阳少家的家规 若过半堂主们提出异议 便可让家主重新考虑少家主之位的决定 我的目的便是少家主之位 曾经甘甜破碎的废物少年 为了顶级剑客的徒弟 这让曾经将我赶出家门的家族难以介绍 而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拿下少家那些堂主们 我要让他们支持我为少家的少主 这些堂主们一定很费解 毕竟一年前我在他们面前还畏首畏尾 整天像小流氓一样 过得浑浑噩噩 但实际上我已经干了八年之久的奸细生活 因此即便面对这些堂主 我也能轻松掌控局面 大堂主对我说道 在下身为老宅的大堂主 对于少爷成为南川剑客的弟子 并且成长得如此优秀而倍感高兴 但我不能继续看您惹我 在他说话之时 我去左顾右盘 大堂主问我在干什么 我笑着出声道 道歉 当着大堂主的面是我失礼了 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也算是达到了小小的目的 那我先行告退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我居住的客堂在哪 欢迎各位随时前来 说完我便招呼赵成员二人向外走去 只留下一脸懵的堂主们 大堂主猛然地一拍桌子说道 我对各位堂主太失望了 方才我与邵云辉对话时 分别看到他的侯杰在颤抖 他肯定是在用传音与谁对话 大少爷才是一阳少家的少家主 你们怎么能被他的话捕获 在找出与他传音对话的堂主之前 谁都不能离开转移 排在墨西的几名堂主 连忙解释不是自己 就在此时杨文硕出声道 大堂主 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当中找犯人 那人也有可能是大堂主你啊 不是吗 为什么撇开自己怀疑其他堂主呢 这更可以吧 大堂主顿时气得浑身颤抖 没想到仅凭一句话 他们便以传音表示支持 但我却表示我没与任何人传音 我不过是在独自颤动猴解 让他以为我在传音而已 在平静湖面扔一颗小石子 让他们互相猜疑产生分裂 这是我前世当间系时常使用的手段 因为自己人之间产生的猜疑 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出来没多久 我们就看见了我的妹妹盈盈 盈盈的面前拦着一个男人 我说了和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绝不会给公子当小气 婚事不是已经作罢了吗 家主他也说了 可男人却反驳道 家主不是说过会从长记忆吗 那是大人间的客套话 我不想继续和你说话 可男人还是不依不饶 他一把抓起盈盈的手 随后猥琐道 你这样若即若离 反倒更有魅力 盈盈嫌弃的一把甩开他的手 云辉 你妹妹要成婚了 身为哥哥你有何感想 前世是嫁给了那姜货吗 我表示并不是 如果我是女人 也不会喜欢那种死成烂打的姜货 就在此时 司马英兰在盈盈面前对男人说道 这位小姐都说了不喜欢了 公子为什么还要一直纠缠 男人见状问道 在下一封赵家的赵生男 敢问阁下是谁 为何插手我俩的事 他应该是之前在照顾杨家太家主的七十大寿上见过盈盈 也是从那以后谈论过几次婚事 盈盈怒气冲冲地反驳道 什么我俩 我跟你什么时候那么熟了 都在谈婚论嫁 怎么可能不熟 虽然我不知道阁下是谁 但请你不要插手我们的神 司马英一把抓起盈盈的手 如何能不插手 我们可是这种关系 赵生一变成为了顶级剑客的徒弟 带着这个身份 我强势地回归了家族 就在刚刚 我看到了我的亲妹妹正在被骚扰 男人想要我的妹妹给她当小妾 但我妹妹并不想搭理她 可对方还是不依不饶 司马英见状便上前解围 赵生男让司马英不要插手他们的事 司马英一把抓起盈盈的手出声道 如何不能插手 我们可是这种关系 赵生男见状顿时气急败坏 你就是为了这种家伙才拒绝当我的小妾吗 要不是杨夫人请求 不等她说完 司马英就给了她一巴掌打断了她的话 赵生男一脸不敢相信 怎么被小白脸打得很生气吗 你说话那么下戒 让人实在冷无可忍 赵生男一把握住配肩怒吼道 你这混蛋不想活了吗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是邵家家主 家主让赵生男先回去休息 赵生男连忙转身跑路 接着家主来到我的面前出声道 邵云辉 你到底想把一阳邵家闹成什么样才买 跟我来 我心想 看来没必要等到晚上的宴会了 没想到解决麻烦这一刻比预想中来得还快 片刻后 我跟着家主来到了家主专用练功房 我有些疑惑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 家主冷声道 你无视本家主的警告 竟然把老宅闹得鸡犬不宁 甚至还基于后起之秀的名额和少家主之位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何居心吗 从现在开始 如果敢对我撒谎 本家主的剑绝不饶你 都不试图交谈就拔剑相像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淡淡的 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 消失了一年半的小子突然出现 将老宅搅得鸡犬不宁 你叫我如何信你 我虽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但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自你母亲死后就像个废人一样活着的家伙 居然会被南川剑客收为弟子 有如此大改变 不仅恢复了被毁的丹铁 还超越了一流之壁 按常理来说 你认为这可能吗 不可能的话我怎么会站在这里 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你是不是成了血教的走狗 我心里一惊 他怎么会知道 从他不细拔剑相像来的 你是在怀疑我成了血教的走狗吗 简直莫名其妙 家主笃定地说道 少装蒜 被血教绑走的家伙却突然回到老队 搞得家里鸡飞狗跳 你让我如何信你 我心里一沉 他怎么会知道我被血教绑走这件事 那对双胞胎白痴难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但不可能 目前连一天都没过去 就算露线了 左岗送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送来情报 难道是白会香 也不可能 他估计都不知道我还活着 想到我反驳的 我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 是谁说我被血教掳走了 是阿松说的 阿松是我的人 这怎么可能 阿松是邵一轩的人 阿松一直以来都在全心全意照顾我和我母亲 甚至在我被赶出老宅时 也跟随我一起出来了 难不成那一切都是家主指使的 我血教的身份被家主发现 并且家主还说一直伺候我的小跟班是他的人 但我并不相信 要知道上一世阿松可是为了救我丢掉了性命 他怎么可能会背叛我 家主一定是在胡说八道 他一定是想套我的话 我问家主阿松在哪 家主却冷声道 你先回答本家主的话 一切证据都在指向你就是血教的走狗 在即将举行比武大赛的接骨眼上 你突然出现 随后莫名其妙地要求 占得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 你知道为什么会举行比武大赛吗 你以为单纯只是因为与无双省解除了同盟 是血教准备重出江湖 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暗地里养精蓄锐 你以为他们是如何培养势力的 办法很简单 就是绑架像你这样的少年培养成他们的 如果说本家主是血教中人 那这次的比赛就是绝佳机会 没想到一届武家的家主洞察力居然这么强 看来正派武林能在过去的正邪大战中获胜 并不只是因为运气了 他该不会已经猜到我们要夺回血魔剑的计划了 但家主接下来的话打消了我的疑虑 绑架你这种出身名门正派的人 洗脑成血交走狗 再派来当奸戏是最适合不过的 看来他还没想到那么远 小谭剑提示我 说不定是因为阿松 我之前说过 每当发生改变就会不同于我所了解的未来 我一想也对 阿松那事本该丧命 如今不仅知道我被绑架 甚至还活了下来 重生前他返回老宅后只是被赶出了府 没想到这次会造成这种影响 我淡淡地出生到 所以父亲以为我是想以血脚奸细的身份参加武林大会 才说想要成为家门后起之秀代表的吗 如今居然以这种方式诬陷我 看来我师父要对一阳少家失望透顶了 不想证明你的清白 那就将你来此所做的一切全部恢复如前 以及放弃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 没想到我故意提及南川剑客 他居然还不妥协 我冷笑一声说道 真可笑 放弃一切什么都不做就能证明清白了 如果我说做不到呢 您就不会把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给我了吗 比起两位哥哥 我更能让家门发扬 闭嘴 即便你不放弃 我也不会将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给你 我无奈道 看来非正是所生就不会被您视为亲生而你 少自作多情 你根本就没资格 如果代表一阳少家后起之秀的人 使用南川剑客的剑法而名声打造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原来宴会时他打算用这种借口拒绝将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给我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但凡你有些正派人的正气 但凡你还作为留着一阳少家的血脉而感到自豪 就到此收手投降吧 我被老灯的话气得不轻 这就是正派人的正气 为留着一阳少家的血脉而感到自豪 如果我投降 你打算怎么做 我会查明你的内功根源 明确你有没有被洗脑 如果你当真清白 我也没理由拒绝 不是吗 我拔出铁剑 到时候只会被证明清白 他应该压根没想让我成为后起之秀的代表 我冷声道 不管用什么方式 您都不愿意把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给我 不仅让我投降 还要探查令拜师门的我的丹铁 就算您是我的父亲 这未免也太过分了 欲亏探其他师门的内功根源 也就表示要强行探名运起发 这可是禁忌 哪怕是为了师门名誉 我也只能选择自保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谁是爹 谁是儿子 我终于决定与从未把我当成儿子的父亲交手 邵逸轩一个剑步朝我冲来 我将夏丹田的功力提升至时程 邵逸轩所用的邵东发剑是重剑 蕴含分量的剑 并且由于是邵逸轩这种高手施展的剑子 所以速度也极快 功力悬殊太大 我的虎口都要被阵裂了 如果说我刚达到绝顶 那邵逸轩则已经达到了巅峰 因一臂之差 所以实力水平本身就不同 对强行的重剑击退 我连忙翻转身体泄力 紧接着一个飞冲向邵逸轩刺取 但下一秒我只觉得手中的剑突然重达千斤 我急剑的扭转身体不过这一击 这就是邵东霸剑重剑的精髓吗 我持剑的身体仿佛有千斤重一般强行下坠 我刚喘口气 强横的攻击就到了我的眼前 直接将我击退了两米半 果然是把好剑 要不是他 你早躺低手了 你我实力差距太大 你就认输投降吧 我缓缓走到他的面前出声道 真不愧是一阳宣剑 邵逸轩还以为我要投降 但我抬头冷声道 父亲 您这么强 我不该随便应付他 下一秒我就运起了先天真气 强大的气场直接将邵逸轩吓傻 他会惊讶也很正常 因为随着钟丹田的打开 我的功力与刚才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 世间所知师父的心灵剑法 是为完善剑招精进前的剑法 现在起来 用心灵剑法 邵逸轩被我的攻击打得节节败退 我火过他的攻击 随后发动静心灵剑法第六招 静主要为剑 强横的剑法裹挟着庞大的先天真气 就包围了邵逸轩 这一招直接击溃了他引以为傲的少东大剑 直接将他掀翻 让他丧失了战斗能力 我深吸口气 我都没想到会这般烈 如果他被剑招打个阵阵 现在估计已经没命了 我居然打败了壁垒一般的家主 在重生前 这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铁剑说我进步了很多 如今我的实力已达到巅峰时期的半个南川剑可 我有些吃惊 才半个 看来五星和六星的差距的确很大 小谭剑问我打败了一只想要打赢的人 可看上去为什么并不开心 虽然我也没怎么期待 但在知道了他丝毫没把我当成他的轻生骨肉看待后 心里还真是五味杂陈 我走到邵逸轩面前问道 我想真挚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既然如此狠心又何必要生效 不过话说回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从家门的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开始就诸事不顺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剑音 碧轩看来那孩子的怨气比我想象中还要重 若你稍微敞开心扉 那孩子也不会受伤 更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 你为何不告诉他真相吗 为何不告诉他你并非他的亲生父亲 我一把握住重剑问道 你再说一遍 什么叫我不是邵逸轩之子 终于知道了父亲为何一直不把我当自己的孩子 原来我真的不是他亲生的 就在刚刚 我从重剑剑林那里得知了这件事 我上前一把抓住重剑让他详细说说 重剑有些不确定的问我该不会是在和他说话吧 我表示就是你 我不愿你 但你必须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 接着我瞥了一眼邵逸轩冷声道 否则我可不能保证会对他做什么 事到如今 仅凭我的几句话未必能解开你的心结 说不定你还会认为是我编造出来的 如果可以 真想把我见到的都让你看到 就在此时 我的脑海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渐心与人心互通 天机一开 我手背上的第三颗星亮了起来 紧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 我不求你喜欢我 但请你留在这里 哪怕是为了腹中的孩子着想 我五头单膝跪地 怎么可能 我刚才看到的女人居然是母亲 重剑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场景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 不知为何 她好像能让我看到她的记忆 原来这就是手背上的第三颗智天机的能力 第二颗智天玄亮起时 即便最远处我也能听到剑音 这次貌似是能回溯剑的记忆 我抓起重剑 我必须从你的记忆中正是一件事 我出生时家主的神情 我会将这孩子视如己出 所以夫人只管专心调养身体 那样才能尽早康复 母亲对她与其说是恩人 感觉更像是情感上的依赖 重剑出生道 如你所见 一轩对你母亲是真心实意 你母亲便也敞开了心扉 不然也不可能有你妹妹一面 你的嘴都要咧到耳朵根了 有那么开心吗 我和夫人的孩子出生了 我如何能不开心 原来如此 原来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与家主没有血缘关系 重剑皆查道 没错 你刚出生那回一轩也想尽力照顾好你 但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杨夫人脾气火爆 也很难让人受得了 只要家主对你稍微好点 她就会发火 于是自那之后 一轩面对每个子女都很冷漫 但她还是想对你负责道理 接着我又看到了阿松找到邵一轩的记忆 阿松告诉了邵一轩 我被血脚绑走的事 邵一轩问阿松之前 给她的钱装银牌还在不在身上 阿松表示当然在 您不是说要是少爷遇到不得已的事实 就让我用吗 邵一轩吩咐道 立刻去万古里找一家名为黑玄亭的记楼 与二楼一位头戴黑金的老人搭话 如果他说曹十九 你便回答邵秋秋 之后将银牌交给他 转达我的话 这是像三大情报团之一的下五门的委托方法 没想到邵一轩知道此方法 而且居然还是委托给黑道帮派 而邵一轩本来想秘密追踪我的行踪 可阿松却下落不明 于是他便亲自去了那里 可对方却说不接与血脚有关的任何委托 邵一轩当即便把手放在剑柄上 问对方确定要这样吗 对方出声道 大名鼎鼎的一阳宣剑 委托我等黑道办事的消息要是传出去 对你恐怕也没好处吧 听说那孩子被逐出了家门 看样子你对他还是做不到撒手不管 既然我已经收了你的病机 那便给你个忠告 如果在那里发生的事 如你所说是与血脚有关 我劝你还是打消找人的念头吧 他们秘密绑架少年少女们 是为了扩充教徒 以便当你那个儿子已经不在人时 这样心里还能舒服些 难怪他觉得我成了血脚的走狗 原来是发生了这些事 一轩生性孤僻 再加上你的身世 导致他没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 可至少他没有背弃责任 我反驳道 责任 将我赶出家门 像卖女儿一样把银银嫁出去 就是他履行的责任 他之所以那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你 自从你母亲去世后 你就像个废人一样整天酗酒 关于你的那些流言飞语也越传越凶 当时即便你被悄悄处置了 也怨不得任何人 而且一轩也怕你死于杨夫人手 和其子女们之事 这才将你打了出去 你妹妹也是同龄 从小将她送去恒山派 并不是因为她有天赋 而是为了避免受杨夫人迫害 急着给她订婚 也是怕她从恒山派回来后 会遭遇和你一样的事 我愤怒地打断道 够了 仲剑继续说道 我理解你恨一轩 但也希望你能稍微体谅一下她 我愤怒地反驳道 为我负责 你错了 应该是她为了过世的母亲 所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如果真是对我们负责 就该将我和盈盈 留在身边守护好才对 成为我们的支柱 让我们不被杨夫人伤害才对 邵一轩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为了让自己 过得心安理得些罢 既然做不到 那她一开始就不该 答应母亲会将我视为己出 你说的这些都对 毕竟我所看到的 也只代表邵一轩 如果能为你做点什么就好了 对了 刚才听到你们的对话 你好像需要得到 后起之秀的代表之位 我表示没错 但眼下情况变得有些复杂 仲剑说她能帮上忙 若我能给到邵一轩梦寐以求的 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 目前邵一轩只习得了 邵东霸剑的前半部分 家主剑法一直是口口相传 可由于一轩的父亲 也就是我的救主邵一轩 战死在了正邪大战中 导致后半部分的剑法 还不够精致 不如你来告诉她怎么样 我击败了壁垒一般的家主 并且从她的配剑剑灵 得知了自己并非家主的亲生儿子 家族后起之秀的代表 她可以帮上我的忙 只要给到邵一轩梦寐以求的东西 情况或许就会有所改变 目前邵一轩只习得了 邵东霸剑的前部分 由于家主剑法一直是口口相传 可由于前代家主死在了正邪大战 导致后半部分的剑法不够精进 不如我来告诉她后续 片刻后邵一轩醒了过来 她问我为何对她手下留情 我回应道 你是希望我杀了您吗 您还是运功调戏吧 如果你是未到末地才没杀我 那想都别想 若你证明不了自己并非血脚中人 我是绝对不会 当我打断了她的话 你又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希望您别以为我手下留情 是因为您的养育之恩 邵一轩震惊地问我怎会知道此事 你看两位大哥 不 是看自己孩子的眼神 跟看过截然不同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 是你母亲对你说的吗 将重剑甩在邵一轩身后的墙上冷声道 不准提我母亲 我嫌恶心 邵一轩低声道 我对你 你是想说对我人之意尽吗 可别跟我扯什么那么做 是为了保护我不会被杨夫人或是她孩子们加害的胡话 为了母亲 为了像对亲儿子一样保护我才那么做的 到头来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自私找借口 如果您真心想保护我和隐蔽 就算是与杨夫人硬碰硬 也势必会护住我们的 不是吗 难不成你想扯什么是为了对其他孩子公平才袖手旁观的鬼话吗 如果您觉得那便是责任与义务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只是为了保护你 赶出家门就是保护吗 那是逃避责任 反正又不是我的孩子 该做的我都做了 无论以后怎么样都不怪我 这才是你的内心想法 要不是您倒冒黯然地将我赶出家门 我也不会被血脚绑架 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血脚走狗了 我将怀里的令牌甩给邵一轩 要不是师父救下我 恐怕真要如你所愿了 这是万死神医的令牌 师父与万死神医他老人家是救世 多亏了他 我才得以恢复丹田 您觉得我丹田恢复是因为习得了血脚的邪术或邪功是吧 但这才是真相 最后 你说我没有占到后起之秀代表职位的资格 我做起了少东霸剑的起手势 随后用出了少东霸剑第十招 重压剑机 片刻前 我凝视着重剑的记忆 这把剑所描绘的无数轨迹 以及少东霸剑的招式 每当我看到剑移动的轨迹 我仿佛化身为剑 其入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重剑问我明白了吗 我不仅只是明白 而是像共享记忆一样 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弹剑问我 这么短的时间内 差不多要花费三分钟左右 我弹出一颗硬币 让重剑再让我看一遍练武过程 下一刻我就又重看了一遍少东霸剑 看完后我弹出的硬币却还在天上 我明明看完了整个过程 但时间却只过了一刹那 铁剑惊喜到这真是一个新颖的能力 我的前主人曾说过 当武家达到一定水平时 星象训练比单纯的反复练习更有帮助 你想想 其实只是进行星象训练 一旦在心中形成联想 便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若不断重复此种联想 效果又将如何 长此以往 自然能够如同反复练习般熟练的掌握招式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经过二十次的联想后 我的手就像经过长时间训练一样开始抽筋 这就是所谓的星能影响身吗 通过剑的记忆进行星象训练 就能瞬间领悟初次剑到的剑法 这或许就是天机真正的能力 我的实力再次迎来提升 不仅能够看到剑灵的记忆画面 还让我的修炼能力迎来暴涨 别人修炼一套剑法需要五分钟 而我仅需要零点零一秒变卡 靠着这个能力 我仅用一分钟就学会了家主修炼了一辈子的少冬霸剑 在邵逸轩醒后 我用出了少冬霸剑的第十招 重压剑机 这一击的威压直接让邵逸轩跪倒在地 这就是少冬霸剑的威力 能够将威力发挥到如此程度 或许是因为运用了先天真气的缘故 我收起铁剑问道 你依然觉得我没有资格吗 邵逸轩问我是怎么掌握这些剑法 我表示当晚死神医老人家为他人治疗时 会索取一定的报酬 最刺失脚牌 也有可能是珍贵的秘籍 邵逸轩出生道 难道父亲呢 我还没往下说 他便猜到了 这么一想神医老人家曾说过 如今易阳邵家的家主 尚未掌握邵东霸剑的后半部 所以您觉得现在是谁在求谁办上 第二天邵逸轩就召开了家宴 看着在宴会上忙前忙后的邵逸轩 他的内伤尚未痊愈 应该很想休息 从某些方面来说 我还挺佩服他的 师弟你已经到了 我回头一看是恒山的二位 我回应道 师兄您来了 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和您一起坐吗 我表示我倒是不介意 但是家主会感到很为难的 恒山女侠把恒山一剑推走说道 师兄 主办者已经把位置安排好了 您可以稍后再换座位 现在还是跟着指示座吧 我也紧跟着出生道 那就按照师姐的意思来吧 反正一起坐的机会以后有的是 推背幻展之间难免会犯错 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好 我还是避开那个位置吧 不过现在我还有事情等着我去走 我对家主传音道 家主 我正在盯着呢 现在请公布吧 邵义轩文言站起身 对众人说道 邵某在此将厉临本家的 各位武林贵兵致以谢余 在宴会开始前 我有话要对各位客人们说 如果有打扰 请多包涵 赵生男的父亲笑道 邵家主还真是急性子 不是说要慢慢商议吗 难道事情在这里 公开孩子们的事 盈盈厌恶地盯着赵生男 我要下一封赵家致歉 经过深思熟虑 我觉得我那不懂事的女儿 不适合作家主儿子的小妾 对于赵家的提亲 我深感荣幸 祝你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选 我看着英臣的杨夫人传音道 杨夫人 盈盈的婚事也是你出的馊主意吧 你为了铲除眼中钉 打算与江佑三大五家之一的 一封赵家结为殷亲 希望你以后做的卑劣之事 不要再传到我耳朵里 如果是我下次再对你说话不客气的话 那你就该做好心理准备了 杨夫人连忙点头 我想向大家公布的事情是 此次本家的三儿子云辉 将作为后起之秀代表 参与武林大会后起之秀的比武 我终于搞定了家主 拿下了后起之秀的资格 在家主宣布完这件事后 我就离开了宴会 但刚走没多远 盈盈就在后面叫住了我 盈盈上气不接下气的对我说道 哥哥 你真的现在就要出发吗 我表示我提前智慧过家主了 我该去做师父吩咐我的事了 如果你是去参加武林大会的话 那我们一起去多好啊 师父和师伯都想跟哥哥一起去 而我之所以匆匆出发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横山一见出乎意料的友好态度 让我感到很有负担 盈盈满脸期待地问我能不能一起去 他会和师父说明天早点出发 说完盈盈就偷瞄着司马英 小谭剑笑嘻嘻地说 这是看上他了 我有些无语 这可弯弯不可呀 他可是女人 司马英上前拍了拍盈盈的肩膀出声道 小姐 你们要觉得可惜 毕竟等您到了武林大会上 还可以见到师兄呢 盈盈笑了笑腼腆道 也对哦 我表示我们到时候再见吧 盈盈却说要送我们到城门 我有些疑惑 我就是送送你们而已 这总是可以的吧 顺便聊一聊没说完的话不行吗 当然可以 自幼时起 我和妹妹已经很久没有聊这么长时间了 母亲去世后 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 这次交谈似乎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一些 盈盈询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告诉她事情 一旦告诉她恐怕她也会卷入血脚之中 不过她似乎也觉察到了我在隐瞒着什么 在分别时 盈盈扔给了我一个包裹 她说这是父亲给我的 我问这是什么 盈盈表示她也不知道 应该就是路费吧 我心想应该没什么事 毕竟这孩子比我成熟多了 若要让盈盈远离血脚的纠葛 那我该做的事情就很明确 那就是拥有无人能敌的力量和势力 铁剑劝告我道 云辉 即便如此 也不要失去忠心 力量与权力只是身外之物 若被这些东西所蒙蔽 那你将失去自我 陷入无尽的深渊 最终 你自己才是忠心 后面的赵承远问我 这么着急赶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回应道 按照计划 我们将在石门岭与宋左白 宋又璇兄弟会合 一同前往召开武林大会的武汉市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提前15天完成了任务 就算我们去了 也不会有任何人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去石门岭之前要先去一趟黑闲艇 赵承远文言担忧道 您指的是万古里那个青楼的楼主吗 虽然离原定目的地不到半天的路程 但是我听说湘州北部充斥着黑岛和血派 我表示我们不也是血派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要去找一个人 那里有如同我妹妹一般珍贵之人的行踪 美少女的威力有多大 仅仅是与她对视两秒半 我就差点彻底疯狂 就在刚刚 我们与盈盈告别了之后 找到了一处山洞过夜 赵承远问司马英 戴了那么长时间的人皮面具 脸上一个痘痘都没长吗 司马英扯下面具说道 我的面具是父亲做的 赵承远表示他也想要一个面具 小谭剑好奇地说道 我好想看到他拜托他父亲的样子 换作是我 我肯定下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对方可是四大恶人之一啊 我从怀里掏出了银银扔给我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叼着飞鹤的玉盒一张信 信上写着 我第一次见你母亲时 她便随身携带着此物 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她 铁剑看着上面的图案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个标志 即便我被称为三流奸细 但我毕竟也过了八年的奸细生活 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花纹 武家为了彰显出勇猫 通常会选择老虎 狼等猛兽作为象征 很少用象征长寿 高贵的鹤作为其标志 只是偶尔听说过一些格调费 门地显赫的武家会使用鹤作为象征 这和我母亲的过去有关联吗 还是说和我的亲生父亲有关 真是可惜 如果能再多一些和母亲有关的线索就好了 就在此时 司马英突然来到了我身后问我在干什么 我有些不悦道 小姐 未经我的允许 请不要靠近我 富坛祖 你的眼神很恍惚 所以我很好奇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遮着看意味着什么吧 司马英把下巴放在我肩膀撒娇道 可是你也没说不让我看 你是生气了吗 我有些害羞地表示 不要把你的下巴放在我的肩膀上 可司马英却靠得更近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司马英的美貌被完全展示 他好美 就连篝火下的阴影也变得神秘了起来 我情不自禁地将嘴靠了过去 可角落的赵成员突然出声打断了我的好事 我以为终于能久违地在床上睡觉 没想到又是洞穴 我有些尴尬地对司马英说道 小姐 明日路途漫长 早些安歇吧 赵成员不解道 既然有路费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客栈 但下一秒他就挨了一巴掌 您没事打我干什么 打是亲 骂是爱 你再这么打下去会出人命 饶了我吧 我错了 我有些无奈 明知道会挨揍 还非得调皮捣蛋 话说回来 在这夜深人静之时 他突然靠近我 就连我都差点被他的美貌所吸引了 明朗的笑容 凝视着我的深邃目光 以及持剑时的残酷 真不知道到底哪一面 才是司马英的真实面孔 铁剑出声道 云辉 我的前主人曾经说过 真正的五人 需要时刻提防美人的蓄意诱惑 哎呦 我算是知道你的前主人 为什么这辈子都是老光棍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美少女的威力有多大 仅仅是与他对视两秒半 我就差点彻底疯狂 眼看着我就要修成正果 可却被突然出声的赵成员打断 我只能尴尬地 让司马英早点休息 第二天晚上 我们抵达了黑闲亭 虽然这里自己是平凡的酒楼 但这里其实是下午门的三个本舵之一 小谭剑不解地问道 三个本舵听起来好奇怪呀 既然是三个 那不应该是分舵吗 那是因为下午门 是没有门主概念的点视组织 赵成员在后边担忧道 副谭主 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这里高手相当之多 我无所谓道 怎么 难道你怕了 赵成员结巴道 我怎么会怕呢 我才不怕 片刻后 我找到了酒楼的服务员 我表示我要去二楼 听说盐路酿的酒甚是美味 服务员瞥了一眼二楼 上面的男人轻微点了点头 服务员这才笑着对我说道 只有一位客官能品尝到特殊的酒 这您知道吗 我转身让赵成员和司马英自己点碗面吃 赵成员悄悄地对司马英说道 司马手里 除了面条 别的我们也多点一些吧 好不容易不用看副谭主的脸色吃饭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司马英嫌弃道 哎呦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乞丐 在楼梯上的我看到了二楼包房的老人 应该就是他了 我在重剑的记忆中所看到的飞闲评论 可到我看清之后才发现 这俩老头长龙长相完全不同 老头睁开双眼粗声道 表示高 我回应道 扫愁走 老头文言起身让我请坐 倒酒的杯子所在的位置表示委托的难度 因为我是夏季委托 所以我倒满了一个杯子说道 我有两个委托 我认为对于桂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大概在一年零三个月以前 有人曾委托您帮忙寻找一阳少家的三儿子 对吧 老头表示不能透露委托人的信息 我淡定到看来您知道他的身份 老头捋了捋胡须问我为何要问这个 因为阿松是我的仆人 老头笑了笑说道 真是太不凑巧了 继仆人之后父亲也在寻找公子 可是消失的公子竟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这里寻找仆人的行踪 不愧是三大情报团之一 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不过 这正合我意 由于家主邵逸轩已前往黑贤庭告知我被血教绑架之时 在参加武林大会之前 我有必要通过他们来公开我的身份 减少不必要的变数 老头接着问道 据老夫所知 公子你明明 但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运气很好吧 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 我应该不会来这里委托您的 老头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我用你仆人的下落跟你交换关于你师父的信息 你意下如何 我有些意外 情报商人反而从我这里购买情报 我回应道 反正您早晚都会知道 没必要花冤枉钱吧 你的意思是你想直接告诉我 不 反正我不是有两个委托吗 我接受你的委托 你能说出你师父的尊性大名吗 他姓胡 明宗凯 下一秒老头突然对我发动袭击 我连忙运转先天真气倒下 竟然二话不说上来就攻击我 我问铁剑认不认识他 铁剑表示不认识 虽然他和前主人共度了很长时间 但他也是第一次叹道此人 难不成他戴的人皮面具吗 我冷声道 你怎么能在出售情报的地方 对顾客进行人身威胁呢 转眼间南川剑客已经失踪了15年了 今年是第16年 可是你却说你是以消失之人的弟子 铁剑有些疑惑的 好奇怪啊 尽管下午门被视为鞋派或黑道 但由于其情报团的性质 他们通常更倾向于保持中立 我第一次看到他表现出如此露骨的敌意 我对他的话表示认同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明显的敌意 我该怎么办 即使我武功高强 但在众多携带高手的围攻下 仅凭力量脱身也绝非意识 就在此时 我突然感知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杀气 这不是属于老人 而是对面别是竹帘后面的人所散发出的杀气 老头对我传音道 听说过称号为找虎亲手的人吗 铁剑不确定道 找虎亲手的话 找虎亲手郭景 他是滇国拂虎县武家出身 我传音回应道 难道是说出身于滇国拂虎县的找虎亲手郭景大侠 果然是南川剑特弟子应有的谈量 现在要跟着老夫的节奏来 不要小看我们的情报王 若你现在如实交代 那么你欺骗老夫的后果还没那么严重 接着郭景又对我传音道 破鹰射罗六亨在别时 我有些震惊 破鹰射罗六亨和四大恶人如出一辙 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不仅具备高超的武功 更引起狡诈和残忍的性格而臭名昭著 那些曾招惹他的人中 能够幸免于难的人少之又少 铁剑提醒我道 云辉 你要小心一点破鹰射罗六亨 他曾因我的救主失去了一只眼睛 这下可糟了 这可真是举步为奸啊 我遇到了能够比见四大恶人的仇人 但还好黑闲亭的堕主暗中帮助我 在我说出自己是南川剑客的徒弟之后 郭景直接就对我发起了袭击 随后在传音中我得知了 他是我师父的旧相识 而他之所以对我出手 是因为破鹰射罗六亨就在别时 罗六亨曾经被南川剑客捅下一只眼睛 他的实力远远高于我 所以我现在只能暂时相信郭景 在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表现得像一个露出马脚的冒名顶屁范吧 我抱拳出声道 黑闲亭搜集情报的能力果然很厉害 不过就算我们决定合作 只要你们敢碰我的建议下 我都会认为你们别有所图 我也不能再完全相信他们之前 轻易将主导权交出去 而底下的司马英二人见我被抓了起来 顿时吓了一跳 我连忙传音解释道 你冷静一下 他们是因为情况需要 所以在一唱一鹤而已 你们俩也无需反抗 乖乖地跟在后面吧 我记得在我重生之前曾经来过黑闲亭三次 但是从来没有踏入过黑闲亭的地下 这里充满着刺鼻的血腥味 虽说这是一家披着客栈外衣的邪恶情报团体 但地下室的用途未免也太露骨 赵成员问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表示你只需要一直绷紧神经就好了 片刻后我们走到了地下室的尽头 我对郭景抱拳道 再次感谢您的照顾 郭景表示这只是权宜之计 你不会以为那个奸诈之人会轻易被我们欺骗吧 从那条通道出去 便可抵达距离黑闲亭半里远的地方 下一刻后面突然被铁门封死 我淡定到这和您说的有出入啊 您不是来帮我们的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 郭景回应道 刚才是情势不妙 我才会紧急带你过来 但我还是得对你的身份进行一些确认 老夫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尚且无法确定你究竟是不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铁剑剑状出生道 云辉 看来他就是找虎亲手郭景 他戴的手套名为银选手 是找虎亲手郭景的武器 这副手套由黑铁和银混合制成 能够轻松地挡住锋利兵器的攻击 我疑惑地问 找虎亲手不是正派人士吗 铁剑表示郭景曾和南川剑客有过一段缘分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 郭景一家惨遭灭门 之后他便消失了 南川剑客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 难不成他消失之后变成了鞋牌 南川铁剑之所以没能立马认出他 就是因为那副人皮面具 而且他的声音说不定也是在故意模仿老人 郭景出生道 在南川剑客消失的十年后 老夫开始担任这里的楼主 在这期间曾有六位顾客声称与他有关系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追寻他的踪迹 企图获取他的遗产和剑谱的拥护之辈 所以你认为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以你目前的表现来看 你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 那您为何要将银选手戴在手上 郭景抬起双手笑道 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期待了 如果你真的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那你肯定知道姓名剑法吧 说完便一找朝我公来 我遇到了能够比肩四大恶人的仇人 他的实力远远高于我 幸好我遇到了师父的旧香室 他把我带到了地下室 从地下室出去便可从此地二里外出去 但在那之前 他要先确定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南川剑客的传人 说完便直接向我公来 我直接拔剑向前方劈出 紧一拳将我的攻击挡开 随后他的铁爪就直奔我的面门 我一路向后闪避了两米半 郭景出声道 你后退的脚步轻盈如踏鱼 确实是心灵云步 郭景的找法犹如老虎勇猛地扑向猎物一般 心灵剑法中也有类似的招式 心灵剑法第一事 锅牙事件 郭景有些愣神 他已经很久没与心灵剑法交手了 十几年过去了 他记忆中的那套心灵剑法招式依旧未变 一秒我就刺伤了他的肩膀 这让郭景有些意外 这明明就是心灵剑法 但他从未见过刚才那种剑路 看来剑法被完善了 郭景出声道 你对我手下留情了 我表示毕竟这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身份 郭景抱拳正色道 在下黑闲厅楼主 不 找虎亲手郭景正式向南川剑客的后人问候 希望你能原谅老夫的无礼 我也抱拳回应道 我也为我的冒犯向您致歉 郭景没明白我的话 下一刻 一道身影就被甩了出来 赵承元和司马英走了进来 我表示他们分别是我的师弟和朋友 郭景不确定地问 师弟 那你也是 司马英抱拳道 在下儿弟子马英见过郭大侠 郭景有些欣慰道 大侠销声匿迹了很长时间 我本来还担心来着 没想到他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后人 要不是因为罗六亨在这里 我还想和老朋友的后人聊聊天 真是可惜 没时间耽搁了 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一旦我们找到你的仆人阿松的下落 无论是本舵还是分舵 我们都会采取措施 以便你能找到他的信息 对了 你不是有两个委托吗 我拿出那块玉佩说道 请问您认识这个玉佩吗 玉佩上会有飞翔的鹤的花纹 仔细一看 处处雕着鹰鹤的样子 看着是不是很像满月 郭景震惊道 飞翔的鹤还有月亮 你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是不会知道的 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 玉佩上的花纹 似乎与碧月英宗有关 他们是正被人遗忘的武宗 曾与支配吴双省的四大武宗 并驾齐驱 我接着问那玉佩上的鹤到底是什么 可郭景却伸手打断道 老夫也不是很清楚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也得再调查一下 依老夫看 这不算下级委托 而是上级 我表示我会支付报酬的 郭景白白手道 知道了 现在没时间磨蹭了 我会将信息传给分舵和本舵的 你快走吧 我们沿着好似没有镜头的通道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出口 幸好我们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那我们快往石门林走吧 就在此时我感知到了杀起 赵承远表示有埋伏 前方有一只二十多人的团伙 挡在了林英路上 由于没有人持剑 所以他们离我们这么近 才被我们察觉 因此这也说明 他们是一群善于隐身的人 司马英问我要不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表示往后退 没必要浪费时间和埋伏者战斗 就在此时一道让我心凉的声音传来 下午门的人竟然通过秘密通道 将你们偷偷放出来 从这一点来看 就无法否认你不是南川剑客的后人 说 胡宗台那个家伙在哪 来人居然是破音射罗六亨 我遇到了能够比肩四大恶人的仇人 他的实力远远高于我 我本想暂避风芒 我通过下午门的密道离开了黑闲艇 可我刚刚走出密道 就发现前方有众多杀手拦住了我的去路 而罗六亨就在附近等着我 我先试着和他交涉一下吧 若真像南川铁剑所言 破音射罗六亨与南川剑客有夙愿的话 那我应当想办法化解矛盾才是 我抱拳出声道 后辈邵云辉 拜见破音射老人家 前辈 您似乎有什么误会吧 可不等我话说完 罗六亨就对我发起了攻击 这一击的功力非常强大 我的手掌都快要被震裂了 罗六亨冷声道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后辈 你果然是福宗台的徒弟 那个家伙也看不懂其道 有其是必有其徒 赵承元和司马英健壮连忙上前 但我拦下了他们 你们不要出头 从这一刻起 胜负取决于你们二人 以多快的速度处理掉那帮人 那个人就交给我来对付 罗六亨对我的话逗笑 就算你们三个一起上 也挡不住本座的几次攻击 你居然还想一个人对付我 看来你真是胆子大过头 失心疯了吧 我欲起先天真气一剑向罗六亨刺除 罗六亨弯腰躲过我的剑气 你以为动动小脑筋就能赢过本座吗 就算你师父来了 也无法抵御现在的我 但下一秒他就收起了玩味的笑容 因为他看见了我用出了真血精品 而另一边 司马英拔剑冲向那一群敌人 福坦主说的对 现在所有人都去对付罗六亨 实属愚蠢之举 即便我们战胜了罗六亨 也未必有足够的力量 去应对其余敌人 我们得迅速处理完这边的人之后 协助福坦主对抗罗六亨 对方听到了司马英的言论后出声骂了 蠢货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和我作对 但司马英并没有跟他废话 紧紧一点就把那人劈成了两半 我需要知道你是谁吗 对面的众人被这一幕吓傻 过阴射罗六亨的首席弟子 竟然会死在一个无名小夫的手 赵成员也被司马英的实力震惊 虽然我明白对练时 所有的招式都应以取对方性命为主 但眼前的情景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来戳眼镜不过是平常事吧 你愣着干什么呢 你再不快点行动的话 司坛组会有危险的 赵成员这才回过神来加入战场 而另一边的我陷入了苦战 五星的心灵神功和真血晶体的组合 为我带来了爆发性的能量提升 原本因为功力不如人 我对此还有些疑虑 但现在看来 我至少可以和他较量几招 铁剑担忧地对我说道 云辉得快点 真血晶体对身体产生的后遗症极为严重 罗六亨一鞭子朝我甩来 幸福我位置就爆发出了庞大的能量 我用铁剑挡下这一击 随后发动进心灵剑法 第二时 前隔弓剑 但我此刻才发现 罗六亨不知何时将他的鞭子缠在了我的胳膊上 我得赶快化解 我一个剑步冲向半空 罗六亨一掌朝我派来阴森道 你小子上钩了 上钩的人是你 我用左手也可以进行攻击 短剑剑法 但下一秒罗六亨的攻击就让我的小弹剑脱爽出 小子 你还是太难了点 我趁机甩出引燃四项罗六亨攻去 但罗六亨的反应极快躲过了这道攻击 这也让他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仅会左手短剑术 甚至还会飞刀术 我没想到他竟然在如此短暂的瞬间内 察觉到了瞄准盲区中的引燃丝 但这也导致他缠绕在我右臂上的鞭子变得松弛无力 我发动进心灵剑法第六招 进竹亚回剑 可在下一秒我就受到了罗六亨的反击 真该死 他与我迄今为止遇到了别人截然不同 在我准备施展进竹亚回剑之际 他挥边而来 索性有真血晶体的保护 我并没受到致命伤害 但身体的转动导致我的竹亚回剑此外 罗六亨冷声道 你已经到达极限了 你真的是南川剑客的徒弟吗 你身上目前发生的症状 好似让我看到了奇怪的真血晶体一本 你拥有正邪两派高手的绝招 这些高手早已销声匿迹 你是怎么把荣为一体 我不懈倒 我并没有回答你的义务 若你真的想知道 那就跪下来求我 那样我会考虑考虑 我不在乎 反正我只要把你的四肢砍断 撬开你的嘴 就随时都能得到答案 不是吗 而此刻他才看到他带来的那些人 正在被司马英二人屠杀 罗六亨气急败坏道 竟敢动我的徒弟们 原来你这家伙有靠山啊 没想到我的秘籍没有用在胡宗台身上 而是用在了你这种矛头小子的身上 下一秒 罗六亨就将鞭子甩地形成了一个圆形 他的动作即快 毫无间隙可言 若是抽在我身上 我恐怕会如同一块被撕裂的肉斑痛苦不堪 甚至可能会没命的 我要倾尽我所有的力量与制抗 我一定要活下来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手背上的第四颗星猛然亮起 我遇到了出道以来最强的敌人 我用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对方 而对方也打算用出绝招结束游戏 但我可不想死在这 正当我不知如何应对之时 铁剑突然出现 云灰 天机只有一瞬间吧 下一秒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 南川剑客与罗六亨交战时的记忆 当时罗六亨用出一样的招式攻击南川剑客 但南川剑客却在密不透风的攻击中找到了破绽 瞬间就一剑刺下了罗六亨的左眼 我集中精神不断地回响着这段记忆 罗六亨兴奋地喊道 南川剑客的徒弟 我要在这里取你狗命 天机的时间只有一刹那 我要在罗六亨攻击我之前不断地反复寻找密集的破解之分 我要在漩涡中的水流中寻找漏洞 而罗六亨见到我的姿势之后顿时瞪大双眼 那个矛头小子居然和那家伙用同样的方法去破解自己的密集 但罗六亨却自信道 你以为本作没有完善密集的弱点吗 说完便甩起鞭子向我抄来 但我的隐然思却先一步缠上了他的手 瞬间罗六亨就露出了破绽 但只有短暂的一刹呢 我得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他 南川剑客的星明云步虽然有利于躲避攻击 但难以迅速接近他 而年恶天的独门轻弓虽然有利于突破多种地形 但速度并不算快 要说快速接近的话 没有比白莲夏的轻弓更合适的 当初白莲夏答应教我之时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 那就是只能用在下定决心要杀死的对手身上 小姐 谢谢你 我一定会杀死他的 一秒我的铁剑就刺进了罗六亨另一只眼睛 本想直接刺穿他的脑袋 但是刺得还不够深 正当我以为胜负一分之时 罗六亨的鞭子却突然出现 瞬间就把我捆得结结实实 他就是想和我同归于尽 这道攻击此刻我必无可避 是司马英 我家紧的菊花顿时松了下来 差点就去见阎王 司马英有些疲惫地对我说道 怎么样 我没来晚吧 片刻后赵成元帮我接上了脱臼的手臂 不愧是外加武功大师降龙士巴掌的接班人 轻而易举地就接上了我的肩膀 赵成元看向罗六亨出声道 话说回来 您战胜了破音射罗六亨 如果这件事传到武林的话 肯定会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表示我只是运气好 赵成元让我别谦虚了 他很清楚我不是靠运气就能制衡的对手 但实际上我真的是各种运气叠加在了一起 以我原本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要说帮助最大的还是天机的力量 就在此时司马英来到我的边上 问我为何一直盯着右手看 难不成手也受伤了吗 我回应道 我没有受伤 仔细想来 我是在司马小姐的帮助下捡回了一条命 小姐 谢谢你的帮助 司马英顿时兴奋道 一边的赵成元健壮也咳嗽了两声 我看向赵成元表示你也辛苦了 他们俩都受了很多伤 纵然与二十名高手对决受伤是难免的事情 但是他们二人的确都很了不起 我对二人说道 现在不是干呆着的时候 我们把尸体整理一下然后运弓吧 但由于真血晶体的后遗症 我刚站起来就一个猎血向边上倒去 正好靠在了司马英的小白兔上 我连忙一个机灵向后退去 我结巴地解释道 这只是个意外 司马英也慌张地出声道 福坛主 你先休息吧 哎呀就凭我俩的关系说什么拜托啊 说完司马英就拽着赵成元去干活 赵成元痛苦道 司马首领 我的小腿受伤了 需要休息一下 要不要我把你和那群家伙埋在一起 让你休息一辈子啊 我有些不解 司马首领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你在说什么 云辉 他说的是上级与下属之间的信任关系 蠢的 你把嘴闭上 我坐下运工疗伤 等运完气 我要赶紧离开 就在此时我发现我的钟丹田似乎变大了一些 我曾听闻在经历过生死搏斗后 显天真气会有所增长 难道说越是危险的情况 增长了越多吗 真是奇怪的能力啊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剑音 我连忙让赵成元把尸体放下赶紧过来 这附近传来了剑的声音 我无法断定有多少人 下一秒司马英一个剑部向我冲来 帮我倒掉了袭来的鞭子 这又是从哪来的家伙 我真是要疯了 真是困难重重啊 他们应该是分成了两伙人 这些人八成是守卫在别处的过程中赶过来的 我们骂道 你们这群家伙竟敢对我师父下手 我要将你们五马分尸 为九泉之下的师父报仇血恨 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道身影 就落在了我的面前 都给我住手 你们这群家伙 闯了个大祸 竟然杀了破音社那个家伙 他的声音好耳熟 对面领头的男人愤怒道 破音社那个家伙 你竟敢侮辱师父的尊姓大名 你这头蠢猪 但那人却轻松地就抓住了他甩去的鞭子 随后大块头用力一扯 直接将对方拽到了自己面前 接着大块头用力撕开脸上的面具 就凭你这样的家伙 也想安算本座的徒弟 下一秒杀包一样大的拳头轰出 仅仅一拳直接就秒杀了绝顶高手的男人 来人居然是年乐天 接着年乐天对我说道 小子 李嘉初走很辛苦吧 血教四尊者的徒弟 拥有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 可他却一直被自己的同门邵云辉甩在身后 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他很是不爽 而在今天 他觉得自己翻身的机会倒了 他和邵云辉同时被血教派出执行任务 任务内容是回到自己的家族 拿下后起之秀的代表 从而参加武林联盟举行的武林大会 拿下血教的正派之剑血魔剑 而宋左白在给定的半个月内 他仅用了三天就成为了家族后起之秀的代表 他内心止不住的狂喜 师傅一定会夸赞自己 并且本教对自己的评价 说不定也会因此变好 最重要的是 司马英妹妹一定会更加崇拜我 哇 左白 你好帅啊 我也想成为你的手下 光是想想就爽啊 宋左白心情大好的来到约好的聚集地 在进入门时 他得意地问邵云辉副坛主应该还没到吧 我来得确实有点走 可守门的守卫却告诉了一个让他崩溃的消息 邵云辉副坛主早就到了 而且现在本堂一片混乱 邵云辉副坛主和首领们 带着破音社罗六亨的手机回来了 这个消息让宋左白震惊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要知道破音社那可是和师尊一个级别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的本堂内 白莲夏他们得知了 我和宋家兄弟成功拿下了后起之秀的名额 但邵云辉副坛主那边中途出了一些状况 毕阳少家曾委托万古里黑贤廷进行暗地调查 听说副坛主前去确认了此事 二尊出生道 倘若黑贤廷接受了委托 那事情就会变得及时 因此这件事无法轻易把休 前来报信的教徒回应道 幸运的是 我们得知黑贤廷拒绝了委托 不过副坛主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了破音社罗六亨 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众人震惊 白莲夏思考着 如果他们俩没有交集的话 那应该不会发生冲突 下一秒他就反应了过来 如今少公子为了参加武林大会 正在标榜自己南川剑客弟子的身份 而破音社因南川剑客失去一只眼睛的事迹 基本上圈内人都知道 那可是只有尊者和血腥及别的高手才能与之匹敌 既然少公子遇到了这般高手 那么 桌子上的那个盒子难道少公子他 但打开盒子后 白莲夏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里面是破音社的人头 二尊问师尊介入此事了吗 道信的教徒回应道 并没有 当我们和师尊抵达时 少林辉父坛主和二位首领 已经将破音社及其弟子和手下杀个片甲不留了 六血腥有些震惊 天啊 也就是说 他们生死了破音社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听说父坛主使用奸计欺骗了破音社 然后趁其不备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诱饵 才艰难的将其杀死 六血腥无奈地扶我感叹我的操作 二尊接着问他们三人受伤了吗 倘若师尊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他们极有可能受伤 索性最后无事发生 师尊说 让他们在剩余的时间里休养一下 然后再启程前往武汉时 二尊摸着胡子出声道 年大哥所言及时 若身体尚未恢复就参加武林大会的话 计划可能会出现差池 接着二尊心想 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那些家伙不是无缘无故输给他的 白莲夏打了个哈欠出声道 要是汇报完了 你就拿着手机下去吧 我还没有汇报完 师尊嘱咐我一定要将这句话传达给各位 既然少云辉带回了破音社的手机 那你们应当视此为他的攻击 让他们将少云辉副谈主 尽身为谈主 师尊是这么说的 二尊文言笑道 话如其人 真是奇奇怪怪啊 而另一边 白莲夏也没闲着 他屠杀了一个门牌 强行让对方为自己做人品面具 而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五名内奸 安插在了武林联盟 白莲夏戒谑地说道 不知道我们的连下安插了几个人呢 他的军师回应道 那边应该没有那么多余力 即便安插了人力 他们也绝对无法取得胜利 小姐 您无需担心 我一定会把剑献给您的 一个月后 我站在山坡上 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重生前的主要活跃地 我在此地度过了八年的奸细生活 每天都因不知何时会被发现而胆战心惊 正派武林的圣地 恶毒武汉市 小谭剑问我为何武汉是正派的圣地 我表示是因为中原八大高手中的两位都在此守护恶斗 因此这里不存在邪派或黑道门派 武当派掌门人 太极剑地宗禅真人 武林盟盟主 武汉第一件白项目 武林联盟有好多怪物啊 所以才会这么和平呢 没错 但这个时期不会持续太久 半年之内 中原八大高手将重新洗牌 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武当派的掌门人 太极剑地宗禅真人 他将在武当山迎来自己的结局 罪魁祸首是四大恶人中的杀凶决心 武林联盟和无双省的同盟破裂 以及太极剑地宗禅真人的死亡 使武林重新回到了混乱的战博时代 片刻后 我们几人来到了一家客栈 我们决定在此处与安插在武林联盟里的奸细街头 这里不但人多 还非常热 应该是因为武林大会在即 所以客人络绎不绝 看样子我们得一直站到有空位才行 就是因为你动作太慢才没找到位置的 我们就坐这里了 你们去里面找找位置吧 赵成元在一边抱怨道 这里简直热得像个蒸笼 再等下去我都要被蒸熟 我表示你可以试着运气对消暑有帮助 赵成元反驳道 您的内功很多吗 哪有那种为了消除一直运气的傻子啊 有啊 就在你旁边 你说我是傻子 下一秒赵成元就感受到了飞翔的感觉 就在此时 我对面的老者对我说道 几位年轻人 里面应该也没地方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坐 我连忙抱拳表示感谢 可当我看清我身前之人时 我顿时心中一惊 眼前的人居然是 中原八大高手 热王霸刀成君 武林大会终于即将开启 我和年二天几人来到 举办地点附近的客栈 准备与间隙街头 但由于武林大会在即 所以客栈全都人满为患 年二天他们抢到了座位 正当我以为我要等到 其他人离开才能入座之时 我眼前的老者见我们没做 便好心地邀请我们与他们同坐 我连忙抱拳感谢 可当我看到老者面前坐着的人之时 我心中一惊 此人居然是中原八大高手之一 热王霸刀成君 虽然热王霸刀不属于正邪任何一方 但他以性格刚直而闻名 是一位绝不向不义妥协的文人 可是据我所知 热王霸刀对这种武林活动 素来不感兴趣 他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此时成君转头对我说道 你是如何认出我的 司马英在后面问我成君为啥这样说 我表示他是热王霸刀成君 随后我转头对成君出声道 我之前在远处见过您老人家 成君端起酒杯淡淡道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我见过您 我菊花一景 没想到他是这个反应 难道他在怀疑我们的真实身份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像他这种级别的高手 仅凭气感就能轻而易举地 洞悉到客栈所有人的气道 一边的年乐天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他没什么 真该死 偏偏还是这种时候 就算我这样胡编乱造年乐天 也会马上行动的 在我重生之前 陈君砍掉了年乐天的胳膊 我深知将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不得不担心 然而 若是再次发生冲突 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任务 更有可能导致最糟糕的局面出现 我要赶紧想出解决的办法 我深吸口气后说道 您不认识我很正常 我是在洞庭湖中 有幸目睹到您的尊容 那里人那么多 您怎么可能记得我呢 五年前热王霸刀 曾带着全家去过洞庭湖 您不是还屠杀了企图 伤害您家人的黑道团伙吗 我记得我是和父亲 去洞庭湖时见到您的 我父亲姓少 明一轩 老者意外道 那不是一阳少家的家主吗 原来你出身名门了 陈军也出生的 看来是我误会了 我还以为你是后面那位 仪表堂堂的大人的徒弟 他的感觉果然很敏锐 他应该已经察觉到了 我和年乐天刚刚你来我往的目光 我表示那位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请问您知道虎顿京长吗 虎顿京长的确是实际存在的人 只不过此人死于非命 所以年乐天正借用其身份 老者笑道 我好像听说过 你来这里应该是作为后起之秀 参加武林大会的 我表示是的 老者看向陈军说道 那你可以和他的孙子一决高下 我有些意外 难道说陈军的孙子 将作为后起之秀参与比武 就在此时一个少年出现 那人对陈军说道 祖父 我已经帮您结完账了 他就是热王霸刀的孙子陈龙 我看向陈龙后背的武器 那是霸热刀 专为施展热王霸刀陈军的独门武功 而打造的武器 他竟然也要出战 看来有的一拼了 他散发的气道正朝着巅峰攀升 如果没有打开中丹田的话 我很难与之匹敌 果然是八大高手的后代 就在此时陈龙贴了我一眼 问我们是谁 我上前抱拳道 在下一阳少家的老三少云辉 但陈龙却看都没看我 转头对司马英抱拳道 在下陈龙 我想知道这位公子的尊姓大名 司马英被陈龙的举动气得不轻 接着司马英也没看他 而是转头对老者抱拳道 我叫马英 我对司马英的反应很满意 年轻人就是激烈 他到最后都不和我对视 只要他稍微懂得变通 就应该善用此刻的氛围 豪爽地向我道歉 但下一秒 陈龙就从我眼前倒飞出去 陈军出声道 少兄弟 他是我唯一的孙子 都怪我太疼爱他了 希望你不要因此心情不好 我被这一幕震惊 陈军指尖上的一滴酒 竟然能呈在内里 产生强烈的冲击 那他的内功该有多深厚啊 陈龙被这一下打得老实了起来 连忙起身对我道歉道 陈某对少兄失礼了 还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事到如今跟我来这头 我该拿他如何是好 虽然他向我道歉了 但并不是出自真心 只是为了演给他祖父看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他吃点苦头 我转头对陈军说道 不 是怪我不够优秀 没能入得了陈龙公子的眼 我只是觉得 公子似乎还影响了家族的威灵 这反而让我过意不去 你这是在给你祖父抹黑啊 陈军一把抓起陈龙的肩膀阴沉道 跟我过来 在你参加大会之前 我得好好地改改你的臭习惯 真有趣 原来还可以用这种方式 利用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 老者见状无奈道 我这位老朋友又开始了 既然你也要参加比武 那我们日后还能再见 希望你能取得一个好结果 我回应道 你慢走 陈公子 你不跟着走吗 陈龙一脸怨恨地看着我 但下一秒 陈军的喊声让陈龙一哆嗦 连忙向门外走去 年恶天问我他们是谁 我表示是热王霸刀 这难道不是什么大事吗 我道歉道 对不起 我也是突然遇到他 但年恶天打断了我的话 算了 你这家伙的想法显而易见 你肯定是怕本作和他发生冲突吧 别忘了我们为何来此处 就在此时门口走进来三个人 为首的人是高级奸细道阴贤 做奸细时间将近九年 如果街头人是道阴贤的话 肯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重生前 他是给予我最多建议的人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对我说的那句话 奸细的结局早已注定 你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现在只要自然地举起 准备好的手势 到阴贤那边 就会用传音将任务 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人 宋左白不确定地问我 这样就能确认吗 我表示足够了 但不要总是偷描 也不要露出一副 街道传音的表情 怎么偏偏是你这个蠢货呢 刚才要是有奸细追踪队的话 我们肯定立马就会被发现 另一边 陈龙被陈军一顿胖揍 打得他爬都爬不起来 而那个老者劝阻道 你不要太过苛责他了 你孙子也不是故意的 或许是因为相较于 一阳少家老三 他后面那位朋友更优秀 这才激起了陈龙的好胜心吧 但陈军却说如果是这样 那就更应该教育他了 因为他没有认出 真正该注意的对象 老者问为何 陈军冷声道 你也没看出来吗 一阳少家的老三 比表面看起来更有本事 若是和我孙子交手 我还真说不好 谁会计高一筹 主灵大会终于即将开启 我们来到客栈与奸细街头 奸细已经用我们的名字 预定了一间偏僻的客栈 其中最右侧床铺下的第三块木板上 有一本记录武林联盟信息的书册 而年乐天则要在比武大会结束之前 离开城外围 因为城内的两位中原八大高手的感知力极强 就算用缩骨弓和人皮面具 也会被感知到气道而被发现 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我们能进去 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通过街头人所得到的信息 此后邵云辉组和宋佐白组将兵分二入 各自向后起之秀比武的冠军发起挑战 倘若最终二人都能晋级决赛 那么宋佐白会将冠军拱手相让 另外情报处准备了特殊制作的剑桥 内部空间足以隐藏一把剑 在剩下的大约十天的空闲时间里 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做 武林联盟的城外村里遍布着武林人士喜欢的物品 为了让人们在比武时都能认出南川铁剑 有必要在这铁匠铺街上对剑进行一番修缮 在这期间 连和南川剑客有交情的人都没能立马认出南川铁剑 这都是因为铁匣侵蚀了剑身 使其失去了寒铁特有的光泽 这里仅铁匠铺的数量就超过了四十家 若去那些名声在外的铺子 订单必然堆积如山 因此得找一个相对清闲的地方进行修缮 铁剑担忧地问我 清闲的店能处理寒铁吗 我表示不用担心 我有一个提前想好的店 但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 重生前这里的铁匠铺街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匠人 他因修缮了武汉第一件白橡墨的宝剑墨仙而闻名 所以那位铁匠就在此处吗 可是这里太简陋了 里面甚至连打铁的声音都没有 那是因为这里还没有出名 我的前主人曾说过 世界万物与武学之道相通 越是高深的境界 就越显得平淡无奇 很多美味的饭馆不都看起来很简陋吗 正是基于此 我的前主人才发现了很多隐藏的饭馆 有你前主人不知道的事吗 反正等进去见到匠人应该就能知道了 可当我走进屋中 里面只有一个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的醉汗 这什么情况 你没看出来吗 这不就是个喝醉酒的大叔吗 我表示我没说这个 我是说周围的碎铁片好像是剑的碎片 我听到了充满怨恨的剑声 求你杀了我 我不能这样活着 还不如将我融化 我好像听过这种话 我想起来了 那是白会相锁持之剑似乎也说过这种话 那把剑一直在说想要得到解脱 我感觉到了礼物传来的让人毛骨悚然的耳鸣声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 我上前打开大门 就看到了数把断剑插在香炉里 这些都是墨仙 不对 应该都是墨仙的仿造品 武林盟主的宝剑为何会在这里 而且我也没听过墨仙断裂的消息 我上前握起其中一把剑发动天机的能力 我看到了白相默拿起剑说自己要确认一下 那个铁匠在后面戴上眼罩 而白相默举起墨仙开始运工 我感到浑身站立 他舞剑的轨迹和节奏完全处于不同的境界 在前往武汉的路上 我日复一日地观摩南川剑客胡宗台练舞 可就连每天都在精进的南川剑客都无法与他逼你 白相默的剑简直就是完美的划身 一套剑法打完白相默说了一句很好 铁匠问道 这把剑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白相默表示还是没有 接着他伸出双指放在剑身上 下一刻他的双手就散发出了新红色的能量 接着他划过整个剑身 下一刻 整把剑就碎裂成了数个碎款 白相默不满地冷哼一声 接着将剑插入地下冷声道 再给我做一把 我似乎明白了剑为何会那般痛苦 虽然我对白相默所展现出的充满杀鸡的气息一无所知 但他使剑陷入了无法复苏的境地 自诞生之初便接近于废弃 他会感到痛苦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出声道 不要难过 你没做错什么 下一刻 我手中的剑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接着就变成了飞灰消失不见 为什么剑会自己碎成粉末 就在此时 先前的罪汉来到了我的身后 我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把它弄碎的 我会支付相应的费用的 可壮汉却转头对我说道 能否请你将香炉内的其他剑也一并销毁 那些剑是我倾注灵魂制作的 但却变成了无法再使用的剑 我实在是不忍心亲手毁掉我创造的孩子们 我这才明白他为何会把剑插在香炉里 是为了缅怀那些倾注了灵魂 却被荒唐地掰碎并丢弃的剑 壮汉接着说道 你似乎也是用剑的人 作为报酬我帮你修剑 接过铁剑后壮汉出声道 剑伸住了寒铁 修复工作有些棘手 至少也要花费五到六天的时间 话说你这剑翘有点大吧 这种名剑竟然变成了这样 若非你的剑在潮湿之地搁置了十年之久 我表示事处有因 把剑交给他后 我便离开了铁匠铺 幸好事情顺利解决了 他竟然一眼就看出了剑翘偏大 总之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我可以尽情地观摩白项默的独门武功 莫仙对阵剑的练武场景 这可是当今武林手区一指的四大剑法之一 我绝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正好时间充裕 剩余的剑数量也很充足 不过有一件事始终困扰着我 那便是被白项默充满杀鸡的气息 所扰红的剑神 不管怎么看 他都已追求正道的武汉第一剑并不相称 他甚至反而更接近于邪道 那到底是什么 他又为何要打造保健莫仙的仿造品呢 就在此时一只手突然向我抓来 我连忙伸手反击 可还是被对方抓紧了手臂 好强大的内功 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人到底是谁 我听说你掉到溪谷里了 没想到你居然活下来了 这个声音是白慧香 你还活着呀 我的实力终于在此迎来提升 我成功地达到了新明功法的六星境界 现在的我已经达到了南川剑客生前的实力水平 就在刚刚 我把已经生锈的铁剑送到了铁匠铺维修 在铁匠铺里 我发现了这里有很多中原八大高手之一白项默的配件 但那些剑全都破碎得无法再用 我用天机的能力读取了这些剑的记忆 这些剑无一例外都被白项默使用过 可每当白项默打完一套剑法 他就会毁掉这把剑 而铁匠铺的老板拜托我帮他把这些剑毁掉 因为他实在是不忍心毁掉这些自己用心制作出来的剑 我兴奋不已 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可以尽情地观摩白项默的独门武功莫先对阵剑的炼污场景吗 这可是武林首区一指的四大剑法之一 这人的内功极强 简直超出我的想象 这人到底是谁 我听说你掉到溪谷里了 没想到你居然活下来了 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居然是白慧香 我冷声道 你打算一直这样抓着我不放吗 若你无意取我性命 就请松手吧 白慧香撇嘴一笑道 许久未见 你变得自信了不少 是因为你的实力有所提升吗 我威胁道 你应该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人发现吧 我的自信源于当前的环境 此处若荒无人烟那倒也罢了 可再走几步便是铁匠铺 就算此人性格再怎么打大 也不可能敢在武汉市中心对我动手 你果然很有趣 像你这种家伙不适合那个孩子 我给你一个来我这里的机会 我会让你充分发挥你的才能 在那个孩子的手下待着 只会让你的未来充斥着血色 他这是想提醒我 倘若没有露血骨那场风波 我或许还会考虑一下 毕竟站在有力的一方总不是件坏事 然而谁又能保证一个 曾经觊觎过他人生命的人 不会再次做出同样的举动呢 不对 他真正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世尊 想把我出声道 谢谢你的提议 但师父应该不希望我 我话还没说完 慧香就对我发起了攻击 这道攻击毫不留守 但凡我再晚一步 我的脸恐怕已经被剑刺传了 看吧 你躲开了 正因如此我才想得到你 接着白慧香抚摸着我的脸五妹的 我一直觉得在你身上感受到的 违和感颇为怪异 一个刚刚超越巅峰的家伙 竟然能够发现我的招数并避开 为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比这个还厉害呢 你只修炼了一年的武功 便能达到这般水平 除了我之外 你应该是第一个进步如此神速之人 倘若你能领情的话 那么本教将迎来历史上最优秀的血魔 元辉 你再不反抗就要被他吃掉了 我原本以为悉心栽培你 你或许能做军师或者护法 但以你的水平 完全可以做我的夫君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成为我的夫君 就能做本教的二把手了 白慧香的话极具诱惑力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正戴着人皮面具 还他大爷是男人的 所以我丝毫感受不到他的诱惑 我一把甩飞他的手冷声道 这些话我会当做没听见 为何 难道你更喜欢白脸下 比起他 你应该会更喜欢和我共度春宵吧 邵云辉 我这般有魅力 能成为我夫君的机会可不多啊 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白慧香就没到 我们应该出于同一个原因吧 那你有时间把精力都放在我身上吗 反正剑会到我手里 你没必要管那些 我反驳的 就算我揭露你的真实身份也能拿到吗 白慧香伸手出声道 你不会那么做的 毕竟你还没有蠢到当着正派人士的面 公然揭露本教的纷争 就算是强迫 我也要得到你 因为我爱上你了 说完就对我发起了攻击 他的速度极快 我一个后仰拉开距离 白慧香邪魅一笑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没错 所以我不想再隐藏力量了 否则我就会在这里受你压制 从而被你带走 以你的水平你是无法摆脱我的 这把断掉的短剑是什么 你用这种剑吗 我趁他愣神之际一记飞踢弓去 但这一击还是被他挡下 在如此短暂的一瞬间里 他竟然能够放下小弹剑 抵挡住了我的攻击 果然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在我施展了正常的功力下 他后退了三步左右 这就是我的目标 多亏于此 我才得以摆脱他的魔爪 但下一秒我的身后 就传来极其浓烈的杀气 有两下子 看来我得全力以赴了 这么强的杀意 外面那么多人 他一点都不在意吗 偏偏在我把南川铁剑 放在铁匠铺的时候 发生了这种事 一道攻击拦下了白慧香 是司马英 司马英的这道攻击 将白慧香的人皮面具 披成了两半 看着杀气腾腾的白慧香 司马英心想 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既有如此强烈的杀气 迄今为止 我似乎从未见过 这般强烈的人 可即便如此 有本事你就算啊 白慧香一个箭步 冲向司马英冷声道 真是狂啊 就在他俩即将碰撞之时 我趁机甩出引然丝 随后一把抱起司马英 就开始跑步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我潇洒地离开了 这个是非之地 真是让人无语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逃脱出去 即便你现在逃走了 但在不久的将来 我也会让你躺在我身下的 我一直搂着司马英 跑了两分半 司马英有些 不正常的出声道 副 副谈主大人 我则让他小点声 没想到白慧香小姐 竟然直接潜入了武汉市 这简直是最糟糕的变数 我得将此事禀告给师父 幸好师父还在客栈 我才得以向他 会报白慧香再次的情报 年乐天得知了这事之后 沉思了许久后说道 倘若小姐在对你有非分之想 你务必当期力短 要么逃离 要么运用内功大声呼喊 本座次会赶来支援 年乐天依然认为 以我的五威难以与白慧香抗讹 我的确无法否认这一点 因为即便在我打开宗丹田时 他所散发出的杀鸡 也让我感受到了压迫感 还有第二点 务必三人为一组 共同行动 赵成员抱怨道 虽然世尊是这么交代的 但他是不是过于敏感了 这都第四天了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了 昨天吃的烤鸭 也别有一番风味 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呢 司马小姐 您觉得呢 而此刻的司马英 已经失了火 不停地念叨的 他碰我了 他碰我了 我已经看了 75次白相墨的剑法 如今武汉第一件 白相墨的剑招 莫先对阵剑 深深地烙印在了 我的脑海之中 不仅如此 我还能进行实际演练 恭喜啊 现在连莫先对阵剑法 也成你的了 不完全是我的 我还没有掌握剑招的 内功运用法 所以我只不过是在模仿吧 不过看着白相墨 挥剑练武 我曾数次陷入沉思 显然这便是 通往上升境界的觉醒 我让司马英 往边上让一样 司马英下了一条 小弹剑出声道 你不觉得小狗的状态 从几天前开始 就有些奇怪吗 我不以为然道 估计是因为热吧 我伸出双指运起 心明功法 从一心慢慢地 升到了五星 紧接着我吐出一口灼气 随后随手挥出 但眼前的大树 却毫无反应 难道失败了吗 我明明觉得能成功了 难道是我的心理作用吗 但两秒半后 树前的花瓶断为了两半 紧接着大树 也断成了两半 赵承远起身 问我刚才施展了什么绝技 此刻的我兴奋不已 我成功了 我达到了心明神功的六星境界 我的实力终于 再次迎来提升 我成功地达到了 心明功法的六星境界 现在的我已经达到了 南川剑客生前的实力水平 而南川铁剑明天便能修补完成 拿到剑后 我们将踏入武林联盟的城市 因此 为了提升士气 我们来到了武汉最有名的客栈 这就是那个让人欲罢不能 好吃到炸的灯顶东锅肉 我可能会再次的过程中晕过去 那就让副坛主大人背着你回去 嘿嘿 那我就放心地晕倒了 我也拿起筷子准备尝尝 前几次来都因为预约以满而未能吃上 就在此时我突然感知到了好几股气息 有五六位武林人士正步入客栈 他们比客栈里的武林人士更为强大 其中有两人所持之剑应该是明剑 剑明的存在感极强 自从开启天机之后 天选也随之增强 因为如今我仅凭剑的声音便能分辨出是否为明剑 我看向走进来的几人 重生前我在武林联盟见过这些人 他们分别是巴蜀唐门的唐慧华 清城派的清明 以及全真教的玄真 这几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正派人士 既然借名声从那边传来 那看来是全真教与清城派提供了明剑 话说回来这些出身于道家门派的人 竟然和那些家伙在一起 他们是荆州武林分会的人 哎哟喂 这是谁啊 这不是我们一阳县的少贤弟吗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事吗 他就是那个被赶出一阳少家的人 不愧是和少长允成天混在一起的人 都是一路祸色 我上前道权行李道 你是清城派的清明道士吧 清明也对我回礼道 是的 我是清明 公子你认识我吗 你可是清城派冉冉生起的星星 不认识你才更奇怪吧 清明挠头道 您真是过欲了 称赞能使鲸鱼跳舞 若是本性善良 感情就会立马流露出来 我接着又向另外二人行李道 在下向全真教玄真道士和八属堂门堂会花小姐问好 我是一阳少家的老三少云辉 久仰二位尊明 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他们二人也立刻对我回忆 我一把搭上边上的赵一肩膀笑道 赵兄 好久不见了 能在外地见到老乡 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啊 赵兄 我说的对吧 赶紧给我笑 不然我就把你的脖子拥断 边上的都情绪不解道 赵兄 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就算是装熟也得有个度吧 就凭那个力量线的 不等他说完 我就传音让他把嘴闭上 对于我能用内功他很是不解 但我表示这不关他的事 少给我找麻烦 不然我就把你绝把绝把散花盆里 我松开赵一的肩膀出声道 能够作为本家的后起之秀代表参加比武大会 并与各位声名显赫的人结缘 我深感荣幸 你们应该不知道吧 由于我的兄长们身体欠佳 所以我将作为代表参战 应嫌哥哥病得很严重吗 我回应道 惠小妹 你要是担心以后可以去探柄 那还真是可惜啊 接着他刁满道 倘若是由哥哥前来参与比武 或许会有好结果 但没想到你居然能成为后起之秀的代表 司马英文言直接笑出了声 你连我师兄的实力都不了解 就算自进行评价的样子真可笑 江惠美还是年纪太小 因为被惹怒就失去了判断力 表现得如此幼稚 随后他对都庆旭说道 哥哥 作为京州武林分会的同道中人 你能不能在比武之前给他露一手 别让他太骄傲自大了 都庆旭冷汗直冒小声道 惠美 你先淡定 从清零和玄真道士的态度来看 这家伙肯定有过人之处 也就是说 就算那个家伙让你的未婚妻受辱 你也不在意吗 都庆旭欲哭无泪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先转变一下对他的看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对付这两个小屁孩也是够麻烦的 适当地逗他们玩玩就够了 就在此时边上又走来了一个人 少师叔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看他的道服是恒山派的 那他就是恒山一剑的弟子徐日舟了 看来盈盈应该也来了 倘若我利用好这一点 就能轻易地解决很多麻烦事了 玄真问徐日舟这位少兄也是恒山派的弟子了 徐日舟回应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 这位少师叔 是南川剑客胡宗台大侠的后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胡宗台大侠和我们恒山派有何种关系 这个消息顿时震惊四座 玄真闻言顿时行李道 你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 既然是徐兄的师叔 那也是我的师叔 差点就冒犯您了 我笑道 这可真是尴尬了 话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要给我露一手 谁愿意给我露一手啊 九族饭饱之后 我与徐日舟分别 赵成员二人吃得肚子溜圆 在走的时候 他俩求我要打包一些美食回去 我也只能无奈地同意 记得给师傅和双胞胎带一份 他俩这才兴奋地进去点菜 虽然这家店的确如传闻中那般美味 可没想到他们竟会如此喜欢 我在重生前从未体验过如此特别的经历 就在此时 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有些纳闷 难道是任务出现了变故吗 可当我打开后 我才发现是我想多了 信上写的是 倘若你不想失去保健的话 就独自一人来铁匠铺 不要带任何人 到了晚上我来到了铁匠铺 逐渐冷却的熔炉 散落一地的铸造工具 想必这里发生了一场骚乱 真是把好剑 这就是那把大名鼎鼎的南川铁剑吗 我问他想干什么 对方把剑插在地上 随后用脚踹弯南川铁剑说道 我来传达小姐的口信 你要放弃后起之秀比武 然后回去告诉白莲夏小姐 要想活命就投降吧 你应该不想失去这把剑吧 我伸手表示你先冷静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同时我悄悄地甩出引然丝 下一秒引然丝就缠上了南川铁剑 接着我就将铁剑拽了回来 这不是白莲夏小姐让你传的口信 而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吧 有本事你就把刚才的话说完 你要对我的剑做什么 我的实力终于再次迎来提升 我成功地达到了 新鸣公甩的六星境界 现在的我已经达到了 南川剑客生前的实力水平 而南川铁剑明天便能修补完成 拿到剑后 我们将踏入武林联盟的城市 因此为了提升士气 我们来到了武汉最有名的客栈 这就是那个让人欲罢不能 好吃到炸的灯顶冬锅肉 我可能会再次的过程中阴过去 那就让副坛主大人背着你回去 嘿嘿 那我就放心的阴倒了 我也拿起筷子准备尝尝 前几次来都因为预约已满而未能吃上 就在此时我突然感知到了好几股气息 有五六位武林人士正步入客栈 他们比客栈里的武林人士更为强大 其中有两人所持之剑应该是冥剑 剑明的存在感极强 自从开启天机之后 天旋也随之增强 因为如今我仅凭剑的声音便能分辨出是否为民间 我看向走进来的几人 重生前我在武林联盟见过这些人 他们分别是巴蜀唐门的唐绘画 清城派的清明 以及全真教的玄真 这几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正派人士 既然借名声从那边传来 那看来是全真教与清城派提供了名剑 话说回来这些出身于道家门派的人 竟然和那些家伙在一起 他们是荆州武林分会的人 哎哟喂 这是谁啊 这不是我们易阳县的少贤弟吗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事吗 他就是那个被赶出易阳少家的人 不愧是和少长允成天混在一起的人 都是一路祸色 我上前抱拳行李道 你是清城派的清明道士吧 清明也对我回礼道 是的 我是清明 公子你认识我吗 你可是清城派冉冉升起的新星 不认识你才更奇怪吧 清明挠头道 您真是过誉了 称赞能使鲸鱼跳舞 若是本性善良 感情就会立马流露出来 我接着又向另外二人行李道 在下向全真教全真道士和八属唐门唐绘花小姐问好 我是易阳少家的老三少云辉 久仰二位尊明 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他们二人也立刻对我回应 我一把搭上边上的赵义肩膀笑道 赵兄 好久不见了 能在外地见到老乡 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啊 赵兄 我说的对吧 赶紧给我笑 不然我就把你的脖子拧断 边上的都情绪不解道 赵兄 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就算是装熟也得有个度吧 就凭那个力郎线的 不等他说完 我就传音让他把嘴闭上 对于我能用内功他很是不解 但我表示这不关他的事 少给我找麻烦 不然我就把你绝把绝把散花盆里 我松开赵义的肩膀出声道 能够作为本家的后起之秀代表参加比武大会 并与各位声名显赫的人结缘 我深感荣幸 你们应该不知道吧 由于我的兄长们身体欠佳 所以我将作为代表参战 悠闲哥哥病得很严重吗 我回应道 慧小妹 你要是担心以后可以去探病 那还真是可惜啊 居然能成为后起之秀的代表 司马英文言直接笑出了声 你连我四兄的死力都不了解 就算自己行评价的样子真可笑 江慧美还是年纪太小 因为被惹怒就失去了判断力 表现得如此幼稚 随后他对都庆旭说道 哥哥 作为京州武林分会的同道中人 你能不能在比武之前给他露一手 别让他太骄傲自大了 都庆旭冷汉直冒小声道 慧美 你先淡定 从清灵和玄真道士的态度来 这家伙肯定有过人之处 也就是说 无畏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先转变一下对他的看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对付这两个小屁孩也是够麻烦的 适当地逗他们玩玩就够了 就在此时边上又走来了一个人 邵师叔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看他的道夫是恒山派的 那他就是恒山一剑的弟子徐日舟了 看来盈盈应该也来了 倘若我利用好这一点 就能轻易地解决很多麻烦事了 玄真问徐日舟这位邵兄 也是恒山派的弟子吗 徐日舟回应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 这位邵师叔 是南川剑客胡宗台大侠的后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胡宗台大侠 和我们恒山派有何种关系 这个消息顿时震惊四座 玄真文言顿时行李道 你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 既然是徐兄的师叔 那也是我的师叔 差点就冒犯您了 我笑道 这可真是尴尬了 话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要给我露一手 谁愿意给我露一手啊 九族饭饱之后 我与徐日舟分别 赵承元二人吃得肚子溜圆 在走的时候 他俩求我要打包一些美食回去 我也只能无奈地同意 记得给师傅和双胞胎带一份 他俩这才兴奋地进去点财 虽然这家店的确如传闻中那般美味 可没想到他们竟会如此喜欢 我在重生前 从未体验过如此特别的经历 就在此时 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有些纳闷 难道是任务出现了变故吗 可当我打开后 我才发现是我想多了 信上写的是 倘若你不想失去保健的话 就独自一人来铁匠铺 不要带任何人 到了晚上我来到了铁匠铺 逐渐冷却的熔炉 散落一地的铸造工具 想必这里发生了一场骚乱 真是把好剑 这就是那把大名鼎鼎的南川铁剑吗 我问他想干什么 对方把剑插在地上 随后用脚踹弯南川铁剑说道 我来传达小姐的口气 你要放弃后起之袖比武 然后回去告诉白莲夏小姐 要想活命就投降吧 你应该不想失去这把剑吧 我伸手表示你先冷静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同时我悄悄地甩出尹燃丝 下一秒尹燃丝就缠上了南川铁剑 接着我就将铁剑拽了回来 这不是白莲香小姐让你传的口气 而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吧 有本事你就把刚才的话说完 你要对我的剑做什么 有人居然用折断南川铁剑威胁我 对方让我退出武林大会 并且让白莲夏投降归顺白莲香 我表面迎合对方说话 实则甩出尹燃丝缠向铁剑 下一秒铁剑就被我成功转毁 我握着铁剑冷声道 现在你要用什么威胁我 那人疑惑道 我听说过你掌握了一种秘书 那是什么 通过他的反应 我便得知了他没看见尹燃丝 那人见我不回应他便准备攻击 他愤怒地说会让我付出代价 但下一刻 我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脸 随后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紧接着封上了他的血 我撕下他的人皮面具出声道 你到底是谁 这小子很弱 我连钟丹田都没打开 就轻松羁绊了他 那小子嚣张地让我赶紧放了他 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可下一秒 就有两个昏迷的蒙面人 被扔到了他面前 你是说这几个人吗 副坛组 这附近就这几个人 他们都是一流高手 那小子当场傻眼冷汗直冒 接着他在我们的考档之下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他叫狗尚 是五血腥的二弟子 他求饶地让司马英 别再把他的指甲 他什么都会说 五血腥黄康 但应该不是白慧香派他来的 他说过要让我做他的丈夫 怎么可能又改变主意 让我别参加武林大会 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有人会因我放弃武林大会而受益 我蹲到狗盛面前问道 并不是白慧香派你来的吧 狗盛点头道士的 是我师兄派我来的 白慧香只是让我们看住你 不能对你做任何事 司马英直接拔下他的一颗指甲骂道 你就因为这点事 就来害复谭主吗 小谭剑问我 知不知道五血腥的大弟子 但我连五血腥的大弟子 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接着对狗盛道 你违背了你主人的命令 你师兄让你这么做的原因 你知道的吗 司马英威胁他赶紧说 不然就把他所有指甲都拔掉 狗盛连忙惊恐道 他听说白慧香 想让你当他丈夫后 才让我们这么做 我有些无语 也就是说他是因为 不想让我成为白慧香的丈夫 才这么做 他到底喜欢白慧香哪一点 下一秒司马英又拔下了 狗盛的一颗指甲 司马英低声道 副谭主 这件事你并没有告诉我 我回应道 我不说的原因 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司马英拔剑对准狗盛的脖子 阴沉道 这些人应该死 因为他们要抢走别人的目标 我没搞懂司马英 为什么是这个反应 铁剑表示 这是女人独特的想法 我上前拦下司马英 让他住手 司马英不解的问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杀了这几个人 那就给了他师兄 一个正当的借口 我想这也是他想要的 我们不能如他的意 如果我没猜错 那四个人会死 另一边那四个人 呈现一排跪在白慧香面前 而白慧香边上的狗盛的大师兄狼豪 此刻内心很是不爽 他觉得狗盛应该死在那里 毕竟他的计划失败了 只有他们全都死了 他才有正当的借口 白慧香看向四人 骂了一句白痴 随后悠闲地走到了 那四人的面前出声道 我说过只让你们看着他 狗盛急忙对狼豪传音道 你说过会帮我们的 狼豪表示别着急 如果现在他出来说什么 只会让白慧香更生气 白慧香淡淡道 如果狗不听主人的话 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该死掉 下一刻其中三人就失手分离 这让狗盛更加惊恐 他连忙跪地求饶 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 但他还没说完 就被狼豪一拳击杀 狼豪内心直骂白痴 本来你闭上嘴就能活下来 白慧香问狼豪谁让你杀了他 狼豪出声道 他不仅违抗小姐的命令 还想找理由辩解 所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惩罚 但下一刻 白慧香的狱卒就踹在了狼豪的脸上 直接将狼豪踹飞两米半 踢完后白慧香转头冷声道 如果不是因为武林大会 你的惩罚不会只有这一点 狼豪表示自己会记住 接着他心里暗暗发誓 白慧香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女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武林大会的举办地 这里的人非常多 我估计得有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都有可能 此刻的我们正在排队等待进入城内 宋佐白在司马英边上游腻的 我们都得在后面排队 因为我们的家族还不够有名 虽然伊阳烧家和松家也很有名 但跟五大家族比还是差远了 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时辰左右 在这期间我保证会让你开心 司马英看向身后插队的几人说道 我猜他们就是来自更有名的家族吧 这简直就是歧视 领头的马脸在看见司马英不悦的表情后 顿时露出嘲讽的表情 司马英气得当场就想干掉对方 就在此时一名舞者来到我的面前出声道 你们二位就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邵云辉和马英吧 我是武林联盟派出来 特意来迎接南川剑客的弟子 我奉命带你们竞选 请跟随我来 在路过马脸男人之时 司马英也对他露出嘲讽的表情 马脸顿时气得脸又长了三厘米 我不喜欢突然的引人注目 我们才刚到这里没多久 武林联盟就派出了人来接 看样子是有大人物想见我 就在此时宋左白出声道 我们也要进去 我们和他们是一TD 我们是宋家的人 那个五指文言回应道 没人提过宋家 所以你们就排队等着吧 有人居然用折杆南川铁剑威星 对方让我退出武林大会 并且让白莲下头翔归顺白会香 我表面迎合对方说话 实则甩出引人丝缠向铁剑 下一秒铁剑就被我成功转毁 我握着铁剑冷声道 现在你要用什么威胁我 那人疑惑道 我听说过你掌握了一种秘书 那是什么 通过他的反应 我便得知了他没看见引人丝 那人见我不回应他便准备攻击 他愤怒地说会让我付出代价 但下一刻 我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脸 随后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紧接着封上了他的血 我撕下他的人皮面具出声道 你到底是谁 这小子很弱 我连钟丹田都没打开就轻松击败了他 那小子嚣张地让我赶紧放了他 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可下一秒就有两个昏迷的蒙面人 被扔到了他面前 你是说这几个人吗 副坛组 这附近就这几个人 他们都是一流高手 那小子当场傻眼冷汗直冒 接着他在我们的考打之下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他叫狗尚 是五血星的二弟子 他求饶得让司马英别再把他的指甲 他什么都会说 五血星黄康 但应该不是白慧香派他来的 他说过要让我做他的账务 怎么可能又改变主意 让我别参加武林大会 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有人会因我放弃武林大会而受益 我蹲到狗盛面前问道 并不是白慧香派你来的吧 狗盛点头道是的 是我师兄派我来的 白慧香只是让我们看住你 不能对你做任何事 司马英直接拔下他的一颗指甲骂道 你就因为这点事就来害复谭主吗 小谭剑问我知不知道五血星的大弟子 但我连五血星的大弟子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接着对狗盛道 你违背了你主人的命令 你师兄让你这么做的原因你知道的吗 司马英威胁他赶紧说 不然就把他所有指甲都拔掉 狗盛连忙惊恐道 他听说白慧香想让你当他丈夫后 才让我们这么做 我有些无语 也就是说他是因为不想让我成为 白慧香的丈夫才这么做 他到底喜欢白慧香哪一点 下一秒司马英又拔下了狗盛的一颗指甲 司马英低声道 副谭主这件事你并没有告诉我 我回应道 我不说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司马英拔剑对准狗盛的脖子阴沉道 这些人应该死 因为他们要抢走别人的目标 我没搞懂司马英为什么是这个反应 铁剑表示这是女人独特的想法 我上前拦下司马英让他住手 司马英不解的问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杀了这几个人 那就给了他师兄一个正当的借口 我想这也是他想要的 我们不能如他的意 如果我没猜错 那四个人会死 另一边那四个人呈现一排跪在白慧香面前 而白慧香边上的狗盛的大师兄 狼好此刻内心很是不爽 他觉得狗盛应该死在那里 毕竟他的计划失败了 只有他们全都死了 他才有正当的借口 白慧香看向四人骂了一句白痴 随后悠闲地走到了那四人的面前出声道 我说过只让你们看着他 狗盛急忙对狼好传音道 你说过会刀我们的 狼好表示别着急 如果现在他出来说什么 只会让白慧香更生气 白慧香淡淡道 如果狗不听主人的话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该死掉 下一刻其中三人就失手分离 这让狗盛更加惊恐 他连忙跪地求饶表示自己不是故意 他只是 但他还没说完 就被狼豪一拳击杀 狼豪内心直骂白痴 本来你闭上嘴就能活下来 白慧香问狼豪谁让你杀了他 狼豪出声道 他不仅违抗小姐的命令 还想找理由辩解 所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惩罚 但下一刻白慧香的狱卒 就踹在了狼豪的脸上 直接将狼豪踹飞两米半 踢完后白慧香转头冷声道 如果不是因为武林大会 你的惩罚不会只有这一点 狼豪表示自己会记住 接着他心里暗暗发誓 白慧香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女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武林大会的举办地 这里的人非常多 我估计得有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都有可能 此刻的我们正在排队等待进入城内 宋佐白在司马英边上游腻的 我们都得在后面排队 因为我们的家族还不够有名 虽然易烧家和松家也很有名 但跟五大家族比还是差远了 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时辰左右 在这期间我保证会让你开心 司马英看向身后插队的几人说道 我猜他们就是来自更有名的家族吧 这简直就是歧视 领头的马脸在看见司马英不悦的表情后 顿时露出嘲讽的表情 司马英气得当场就想干掉对方 就在此时一名舞者来到我的面前出声道 你们二位就是南川剑客的弟子 邵云辉和马英吧 我是武林联盟派出来 特意来迎接南川剑客的弟子 我奉命带你们竞选 请跟随我来 在路过马脸男人之时 司马英也对他露出嘲讽的表情 把脸顿时气得脸又长了三厘米 我不喜欢突然的引人注目 我们才刚到这里没多久 武林联盟就派出了人来接 看样子是有大人物想见我 就在此时宋佐白出声道 我们也要进去 我们和他们是一起的 我们是宋家的人 那个舞者文言回应道 没人提过宋家 所以你们就排队等着吧 看着宋佐白失望的表情 我有些于心不忍 我对那个舞者表示 让他们和我一起进去 不然我就去和他一块排队 那个舞者不得不同意我的要求 宋佐白见状顿时得意起来 接着大摇大摆地向里面走去 看他这个样子 我顿时有些后悔 让他跟我们一块进来 片刻后我们到达了 武林联盟的天青亭 带路的舞者让我们先再次等会 就在此时刚才门口的马脸 来到我面前出声道 我是河北鹏家的彭玉镇 我也抱全回礼 表示自己是一阳少家的邵云辉 彭玉镇傲慢地对我说道 我听说你是南川剑客的徒弟 我期待在武林大会与你的比试 我有些无语 这小子跟宋佐白的性格差不多 我猜他来我这里 就是想引人注目出一下风头 不过彭玉镇的同伴们 好像都很尴尬 都装作不认识彭玉镇的样子 就在此时宋佐白挤了过来出声道 很荣幸见到你们河北鹏家的人 我是左岗宋家的宋佐白 可宋佐白却没能等来对方的回忆 彭玉镇居然看都不看 宋佐白转身就离开了 宋佐白当场气得问候 彭玉镇的十八代祖宗 我出声道 你一开始就不应该插手 像他这种自大的人 离远一点就好了 片刻后我们来到了 武林联盟给我们安排的住处 我们的住处非常豪华 甚至还有一处花园 这都是因为 我是南川剑客的传人 而得到的特权 而宋佐白他们的普通房间 虽然也还不错 但跟我们的房间相比 还是差远了 这要是让宋佐白知道 他肯定会抱怨个不停 享受这样的待遇 是谁都会很高兴 但如果超出场礼 就要警惕了 是谁这么关心我们 就在此时那个带路的 舞者问我们行礼 都安顿好吗 第一指挥官要见我们 我心里一惊 这人可是武林联盟 最高级别的三位指挥官之一 他是在武林盟主 白项目之下的二号人物 其名为诸葛元明 片刻后我们来到了 武林联盟的总部 背后的铁剑告诉我 里面有一件很强的兵器 应该是一把刀 能让南川铁剑 说出这种话 那肯定不简单 难道是诸葛元明的武器吗 可诸葛元明 是以熟练使用战杀而闻名 这意味着里面 还有另一位客人 在见到诸葛元明后 我和司马因抱拳行李 诸葛元明却直接出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让边上这位 看看你的剑 铁剑出声道 我说怎么这么熟悉 原来是北天刀 而坐着的人 被人称为北勇之刃郭亨吉 站着的则是他的徒弟张明 曾几何时江湖上 有一种说法 南川剑客掌管着西南 北勇之刃掌管着东北 与失踪的南川剑客不同 北勇之刃在战斗中 失去了左臂 而后也就淡淡地 退出了江湖 我将剑递给郭亨吉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记得在上一世 他和武林联盟没有关系 郭亨吉仔细地 端向了一会 南川铁剑后出声道 这的确是南川铁剑 我向他鞠躬的 我的问候太迟了 很荣幸见到郭亨吉大师 听到我的问候 郭亨吉的眼睛闪闪发光 也许他以为 我不会认出他 郭亨吉点了点头 将铁剑还给了我 南川铁剑得到了证明 就这样结束了吗 郭亨吉将北天刀 递给张明 诸葛元明接着对我说道 他还有点不确定 请不要生气 因为近十年来 已经有无数个 自称南川剑客的传人了 我一想也对 当初郭景也说过同样的话 北勇之刃和南川剑客 竞争了很多年 所以他可以判断 你是否是真的继承者 随后郭亨吉将一盘棋子 倒在桌子上 张明给他展示一下 接着他一把扔出棋子出声道 只砍白色的棋子 张明淡定地拔出长刀 随后迅速地砍下了 飞来的棋子 直到砍碎了一百枚后 张明停了下来 郭亨吉对我说道 你看到了吗 你能用心灵剑法做到吗 如果做不到的话 展示一下剑法也可以 他在故意挑衅我 我现在明白了 他是想把我和自己的徒弟 进行比较 以表明自己比南川剑客强 但我会证明南川剑客的弟子 依旧以巅峰为目标 我会守护师父的荣誉 我必须要做到比张明更强 不然南川剑客的名誉 就会被玷污 我需要炫耀一下 我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我不会离开这个圈子 郭亨吉弹出一把棋子 让我只砍黑色 我瞬间拔出了剑 我用的是密丘形剑 它就像一根柔软的柳枝 轨迹变化显著 最适合斩杀这些小东西 黑色的碎片掉在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 我把它切成两半的声音 郭亨吉的手停了下来 张明看着我的脚底 他是看我走没走出那个圈子 而我的脚当然没有离开圈子 张明见状表示自己要再来一次 但郭亨吉却皱眉摇了摇头 接着出声道 你还没意识到吗 我向张明伸出左手 完整的白色棋子从我手中落下 我在砍碎黑色棋子的同时 抓住了所有白色棋子 就在数十枚黑蓝複合的棋子中 砍碎了黑色棋子 他本以为能轻松吊打我 可我却用实力让他明白了 什么是天外雨天 我站在原地动都没懂 仅凭剑法就轻松地砍碎了 黑白混合的棋子中的黑色棋子 甚至在砍碎棋子的同时 抓住了完好的白色棋子 这让北颖之刃郭恒吉 都为之震惊不已 接着郭恒吉苦笑一声说道 真是可惜啊 老夫之前还曾洋洋自动 自认为在培养徒弟方面 我比胡大哥更胜一种 边上的张明抱拳道 是徒弟不够优秀 让师父蒙羞了 郭恒吉回应道 世上从无绝对的优势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要以此为鉴 不断精进自身实力 张明文言表示 自己一定会牢记在心 我心想这才是正常的仕途关系 这要是换成年乐田 估计得把我拧成麻花 接着郭恒吉对我说道 抱歉 初次见面就对你进行了测试 主要是因为我见过 太多电污老朋友名誉之人 所以无意中冒犯了 我收起南川铁剑表示没关系 您和我师父有交情 我岂能因此而责怪你 郭恒吉爽朗的笑容 你性格如此豪爽不及 果真有你师父的风范 就在此时诸葛元明起身对我说道 少兄弟 听说你失踪了一年多才出现 你因为失去了丹田而被逐出家门 随后竟然以消失的南川剑客后人致名重现江湖 此等世纪实属罕见 虽然恒山一剑向我证实了你的身份 但这只能稍微打消我的怀疑 毕竟我身为军师需要谨慎行事 我咽了口口水 看来他还问了恒山一剑 接着诸葛元明对我抱拳道 本军师也要向你道歉 在其未谋其职 我亲自确认你的身份时有冒昧之处 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我谦卑道 没关系 我反而胆道十分庆幸 毕竟师父的名声未曾受到损害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消除了对我的疑虑 在我和司马英落座之后 诸葛元明问司马英是如何成为胡宗台门相 司马英出声道 我曾在定过埃洛山附近做采药师 正是在那时我有幸与胡宗台大侠结缘 我也附和道 师弟在师父身体抱恙的那段时间里吃了不少 所以师父便决定收他为主 诸葛元明文言问南川剑客病的严不严重 我表示现在已经豪转很多了不用担心 紧接着诸葛元明就和北影之刃传音说话 随后诸葛元明示意屋内的下人们出去 看样子他这是要说些秘密 诸葛元明表示接下来的话不能被任何人听 司马英对我传音道 司坛主 我们可以听吗 若是被无辜牵扯进去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任务 我也是这么想的 接着我出声道 实在抱歉 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也应当回避 诸葛元明淡淡的 不如你先听一听再做决定 说不定我接下来所说的话题与你师傅有关联 到时候若你实在介意离开此处也无妨 此刻如果我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法会引起怀疑 我回应道 我知道了 我先听听他究竟会说些什么 倘若觉得不宜牵扯其中 那我就立刻起身离开 诸葛元明明重当 少兄弟 你可曾听闻你师傅昔日 以为拥有金色独眼之人交锋的事情 我心中一惊 将南川剑客逼入绝境 甚至将飞刀沙王寒池上的腿砍断 并抛入西谷之中的那位身份不明的男子 看来诸葛元明和北颖之人似乎知道些什么 我可以把信息共享给他们吗 铁剑出声道 云辉 你不必因我而特意去询问他 你是我的现任主 我不希望你和那个危险的人有所牵连 我闻言笑道 南川 我知道你肯定是最好奇的 你们对我来说就如同亲人一般 随即我就做出了决定出声道 我听师傅说过此事 郭恒吉一拍桌子说道 我就知道 这件事是否和胡大哥身体抱恙仪式有关联 难怪他们如此关心南川剑客的健康状况 看来我也无需继续编造话 我点头表示是的 诸葛元明看向郭恒吉 果然如此 和北颖之刃的情况如出一枕 郭恒吉出声道 看来我们推测的没错 我有些疑惑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诸葛元明为何要问我这个 诸葛元明摸着胡子说道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乃是机密 在本盟中只有长老以上的成员才知情 鉴于与你师父有关联 所以才向你透露 希望你一定要保密 我点头表示明白 而诸葛元明的下一句话让我顿时菊花一几 那就是血教似乎马上就要东山再起 小谭剑调侃道 他们要是知道血教的奸细就在眼前的话 肯定会更吃惊 我没理会小谭剑对诸葛元明问道 请问您所说的经验男子是否和血教有关 诸葛元明问我认不认识熊川图和张川杰二人 我当然认识这两个人 他们是正派中的顶尖高手 仅凭威名便可与我师父相提并论 虽然时期不同 但都已离世 下一秒我心中一惊 难道这也跟他有关 诸葛元明出声道 熊川图和张川杰还有你师父 以及在这里的北影之人 皆是有望成为八大高手的顶尖高手 他们肩负正派武林的未来 然而他们进阶败于一人之时 就是那个金眼男子 坦白讲由于你师父销声匿界很久 所以我们原本只是猜测而已 但你的证词却证实了这一事实 谁能从此事中收获最大的利益 站在血教企图卷土重来的立场上 削弱正派的战斗力无疑是他们所需要 也就是说金眼男子和血教有所关联 这就是他们的推子 但这并不是血教的所作所为 更重要的是仅凭这些推测是缺乏根据 我缓缓出声道 也有可能是四大恶人等第三势力所为 诸葛元明回应道 是的 我们认为有七成的可能性 相反 若是金眼男子与血教没有关系 那他为何要做那种事情 波亨吉抓着自己空荡荡的袖子说道 自从我的胳膊被他砍掉之后 我就一直在整他 但却迟迟无骨 捕获那个家伙固然重要 但揭露他背后的势力更为关键 诸葛元明揭开猛在墙上的黑布 露出了一个标有很多红点的地图 政协大战过后 本盟为了找出血教的残党 进行了彻底的情报搜集 看到如此多的红点 你不敢到胆战心惊吗 那些红点全都代表着血教的根据地图 我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些事他们都两如指指 诸葛元明接着民众道 你可知道这张红点密布的图上 我们解决了多少 尽管红点遍布各地 但我们仅仅处理了三成左右 这群家伙竟能从本盟的手中逃脱 实在不容小觑 接着诸葛元明猛地看向我 虽然道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心中一鸣 我很清楚 但我不想亲口说出来 我缓缓出声道 这意味着信息遭人泄露 武林联盟内或许潜藏着间隙 诸葛元明夸赞 不愧是南川剑客徒弟的判断力 如你所说 本盟内也有血教的间隙 据我所知有15人左右 但恐怕还有更多 他果然发现了一部分的奸细 相较于一点是隐蔽起来的血脚 武林联盟则秉持着向众人开放的原子 这也为奸细提供了可承之机 使得他们更容易渗透其中 张明疑惑道 不用将那些奸细全部抓起来吗 诸葛元明摇头道 就算我们将奸细全部抓 也难免会有新的奸细进来 可一直放任不管你 我揭察道 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干扰情报收集工作 毕竟他们可以利用奸细来泄露虚假情报 毕竟是看我的眼神非比寻常 为了不被怀疑我是不是表现得有些张扬啊 诸葛元明摸着下巴对我说道 你有没有来毕竟师部的想法 真是个令人垂涎的人才啊 若非毕武我真想将你招致我们毕竟师部回想 我无奈道 明过奖了 诸葛元明鼓掌道 我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你让我感到无比踏实 既然你是如此难得的人才 我想厚着脸皮向你提出一个请求 此事也是你想做的 这件事有可能对正派武林很重要 司马英有些局促不安的问我该怎么办 我表示待我听过之后再做判断也不迟 诸葛元明接着说道 你别担心 不是让你去擒获那名惊眼男子 而是与你们二位即将参加的后起之秀比武有关 此次武林大会血教的奸细们极有可能前来参加 毕竟若能在比武中取得名次 便可获得本盟的钥匙 估计他们就是奔着这个目的 而且他们还有第二个目标 我有些不安 他会说些什么呢 那就是本盟密窟的血魔剪 我顿时和刘家北 小姐们啊 我们好像走砸了 林联盟居然发现了血教的目标是血魔剪 这让本就棘手的事情正在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我必须动动脑筋利用当前局势从中获取更多信息 我对诸葛元明出声道 看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请问您拜托我们做的事是否与血魔剪有关 诸葛元明表示做这件事不用我操心 哪怕血教的人运气好从比武中脱颖而出 也无法从密库取得血魔剪 因为五天后血魔剪将被转移到武当山 武林大会期间由宗禅真人负责看管 我心中一沉 若是由太极剑地宗禅真人保管血魔剪 那么其安全能得到万无一失的保障 接着诸葛元明表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起之秀的比武中 找出值得怀疑的奸细 希望你们能在后起之秀的比武中取得好成绩 防止血教的奸细担任要职 张明文言坚定道 身为正派的一员 我自然亦不容辞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也抱拳表示自己一定会完成任务 没办法 我只能和他一样表决心 我竟然在无意间上了两艘船 可谓是奸细中的奸细 在我走后 郭恒吉问诸葛元明说的话是真的吗 刚才南川剑客后人在场时 你说要将血魔剑交给武当保管 那件事我们不是还没讨论过吗 诸葛元明文言顿时笑出了声 郭恒吉震惊道 你是在骗他吗 诸葛元明得意道 郭大侠你都亲自确认过他的身份了 我岂有不幸之理 本军师也认为有九成的可能性 但我心中还存有一成的疑虑 除了他还有几名失踪了一年多才出现的孩子 为此我已经抛下了诱饵 倘若他因虚假情报动摇剑而觊觎血魔剑的话 那这岂不是一次将奸细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吗 正因如此我才没有把所有奸细都抓起来 这个计划让张明震惊不已 他心想异君是真是个可怕的人 武功出众并不是万能的 诸葛元明拍了拍张明的肩膀说道 我对你也给予了厚望 希望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张明对此表示感谢 接着他瞥见了凳子上的寒光 过的全过程我唏嘘不已 要不是以防万一我特意将小弹剑放在那 我没准就凉凉了 诸葛元明真不愧是武林联盟的异军师 小弹剑得意道 就算是聪明过人的诸葛元明 也想不到剑会偷听的 就在此时铁剑出声道 一切都很完美 但用天机去看不是更快吗 这句话点醒了我 以后就用天机了 小弹剑气急败坏地扯着铁剑的头骂道 你这家伙竟然泼冷水 臭小子 这是我的高光时刻 不许抢我的分量 林联盟居然发现了血教的目标是血魔剑 这让本就棘手的事情正在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赵承元问我是不是要先向您乐天报告 然后再改变计划夺回血魔剑 我表示这是一个陷阱 他将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非武林联盟之人 你不觉得奇怪吗 赵承元文言恍然大悟道 这么一听的确如此 如果只是拜托你找奸细的话 没必要提血魔剑的位置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 诸葛元明会不会也将情报泄露给他们 以军师部的情报能力 除了我们他们肯定还掌握不少可疑之人 既然如此白慧香那边的人肯定也会被发现 或许也给他们抛出了同样的诱饵 小谭剑疑惑道 那不是正好吗 这可是一次翼王打尽的好机会 只要抓住那个狐狸精 那么就算没有血魔剑也能统一血教不是吗 我回应道 小谭你的洞察力有所提升 虽然你说的没错 但你得考虑一下有此引发的后果 倘若白慧香一方落入陷阱 那么武林联盟可能会以此为由进一步联合正派 到时候血魔剑就会失去作为战利品的价值 因此他们有可能直接将其摧毁 最坏的情况就是若白慧香的支持者冒险将其救出 那么血教在东山再起之前便可能遭受重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白慧香方和白莲下方无异于一体 唯有在双方均未受重创的情况下结束内斗 血教才能以完美的状态东山再起 这也是我冒着危险也要找回血魔剑的初衷 想把我起身道 看来我们得和白慧香方进行接头 赵成员不敢相信他 您疯了吗 况且更重要的是武汉如此之大 我们该如何找到他们 他们肯定也为了不被发现而彻底隐姓埋名了吧 我拍了拍赵成员的肩膀说道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发挥一下你的实力吧 赵成员一脸懵地问道 我 我反问道 难不成要我来找吗 你需要在五天内找到他们 并将一切能成为线索的东西悉数带来 几个小时后 我和司马英焦急地等待赵成员 我还得去一趟铁匠铺吗 就在此时司马英对我说道 师兄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喜欢主动的女人吗 我咽了口口水接管道 你这是干什么 司马英却强硬地打断道 别转移话题 快回答我 我表示这方面我从来没仔细想过 接着我无奈道 我应该是喜欢文静且轻高的人吧 所以请和我保持一点距离 司马英文言开心道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接着司马英又低声问道 倘若日后成婚 你会介意你的岳父是个可怕的人吗 我想起了岳乐剑的模样 我当然介意了 小弹剑嘲讽道 人家送上门来你都不要 我呵斥道 别说奇奇怪怪的话 你个小东西给我说点正经的 我也早就察觉到司马小姐 在暗地里流露出对我的倾慕之情了 她那些莫名其妙 随口而出的话语 全都有意无意地指向我 看不出来才怪呢 铁剑出声道 云辉 你无须担忧岳父是个可怕的人 我的前主人曾对一个凤子成婚的后辈五人说过 一个岳父再怎么讨厌女婿也不会杀了她的 我有些无语 完全没有安慰到我 司马英摸了摸我的额头出声道 你的脸色为什么发紫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连忙表示自己没问题 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司马英之时 我就看到了躲在一边偷看的赵成员 我对赵成员训事道 快点过来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辛苦你了 我们去玩铁匠铺后 要不要顺路去登顶客栈吃东坡肉啊 赵成员激动道 好啊 不过我在外面奔波了太久 很难继续使用轻弓 司马英突然用力碾压赵成员的脚 随后说道 我去客栈打包 你们快去铁匠铺吧 赵成员不解的问我 为何马英师弟一看到他就会打他 这是为什么呢 我表示我也不清楚 当我们到达铁匠铺之时 已经是晚上 铁匠铺里一片漆黑 并且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房间里大部分工具和挂在墙上的兵器都不见 就像马上就要关门了一样 连原本插在香炉里的仿造墨仙剑也消失了 一边的赵成员在我身后查看 可突然他就被人顶住额头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而我此刻完全没发现我的身后多出了一个人 遇到了出道以来的最强敌人 我用尽浑身解数也无计可施 就连我的最强一击也被对方轻松破解 就在刚刚 我和赵成员刚来到铁匠铺 就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其他破碎的刃具和有裂痕的东西都留在此处 只有五把仿造墨仙剑不翼而飞 小弹剑表示有没有可能是武林盟主拿走的 我沉思道 倒是有这个可能 不过他有出手的必要吗 倘若武林盟主将此事视为机密 那从一开始铁匠铺接 就在此时小弹剑突然让我看后面 此刻我身后的赵成员居然被人袭击了 而我完全没有察觉 四周一片寂静 不许回头看 我心中一惊 此人就在我身后 可我竟然连一丝动静都感受不到 这种绝世高手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小弹剑告诉我那个人在环顾四周 我一把握住小弹剑 只要他铁的心想置我于死地 那我必死无疑 不能因为他不让我回头 我就坐以待毙 尽管我可以开启中丹田全力逃跑 但如果我走了 赵成员就生死难料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豁出去了 我猛然拔出小弹剑向后刺去 但对方瞬间就踢飞了我的小弹剑 同时冷声道 看来你是不想活了 我连忙转身拔出铁剑 紧接着灵力的剑光展出 可没想到我砍到的只是那个人留下的残影 早就听说过身形移动迅捷之人 会让对方眼花缭乱 此话果然不虚 放弃吧 盈利的实力是无法亏剑我的真容的 我一言不发 接着通过铁剑的反光看到了他的样貌 对方剑撞冷轰的 你的小把戏可真不少 接着他有些不确定的 那把剑好熟悉 我趁他愣神之际用出回龙升剑 我要在维持剑招的同时穿过屋顶高升呼号 毕竟师尊就在附近 但下一秒那人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心中一惊 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而且他竟然只用了两个手指 就抓住了我展开剑招的剑锋 紧接着我就被他一脚踢飞 此人内功深不可测 我竟然在施展招式的途中被人夺去手中之剑 简直是奇耻大鹿 那人轻浮铁剑出声道 原来你就是南传剑客的后人了 我文言回应道 前辈您认识我 他将铁剑扔到我面前说道 怎会不知 我一直向剑你一面 剑身颤抖的如此剧烈 但地面却没有裂肯 这足以彰显他神妙莫测的实力 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此人是实力远超年恶天的绝世高手 拿起你的剑 和我一举高下吧 拥有这种怪物般力量的人 我脑海中只能浮现十二名 我不明白他的用意是什么 莫非他是在考验我 即便我开启中甘甜 他对付我也像戏耍孩童般轻松 我在他面前毫无胜算 若我动用真血晶体和引然丝的话 有可能打败他们 恐怕也不行 就算我在脑海中勾勒出无数的想象也不行 那人猛然一跺脚说道 你的思虑过多 紧接着他将一块木头削皮 我劝你最好全力以赴 他不会是要用那根细木棍跟我对决吧 即便他伸手不服 但南川铁剑可是以寒铁混质而成的宝剑 铁剑出声道 我的前主人曾说过 对于到达一定境界的高手来说 武器没有任何意义 我运气先天真气 你这是让我紧张起来啊 反正我没有选择权 唯一的活路就是通过他的考验 虽然我还无法确定的是不是活路 不错 小小联系便已达到能够释放锐气的境界了 无论是功力还是对于招式的运用 我每个方面都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如此 我要从一开始就施展出最顶尖的绝招 在那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款游戏 就是我左下角这款 这里上线就送五星上将 你可以随意抽喜欢的武将横扫八方 不花一分钱就能获得积极极致的游戏体验 登陆两天就可免费领取全阵营五星英灵 不但有一档长枪平乱式的赵云 更有持续三天的豪华礼报 登陆五天就送顶级金色宝物 登陆七天直接送张飞 并且游戏玩法也很简单 六大阵营相互克制 活动极其丰富 不甘不克保证您的游戏体验 各路猛将皆可养成 进心灵剑法第六招 进竹亚回剑 那人只是淡定地向前挥出木棍 下一秒我的剑便与他的木棍相撞 可他竟然仅凭剑力就逆转了旋风的方向 他这是打算反向失利 强行扭转我的手臂 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如他所愿 既然对方打算反向失利 那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不就行了 我反方向扭转剑身 随后猛然加大攻势 可那根木棍居然还是完好无损 紧接着我便被反冲激励顶飞 以我从剑间所感知到的 我还以为这招会奏效 那人夸赞了一声不错 但我的心中只剩下无限的惊骇 要知道这招可是逆竹亚回剑 可以将对方的力量双倍反还 威力这么大的一招 竟然连一根木棍都无法折盾 那人双手握住木棍 你的攻击还可以啊 不知道防御如何呢 我见过那个棋手势 自律太多技是优点 也会成为一种缺点 想变你的师父应该指明过这一点吧 下一秒他的木棍就到了我的眼前 我连忙向后躲避 我没想到那么远的距离 他居然瞬间就接近了我 不管我怎么躲避 他的木棍始终如影随形 我必须牵制木棍的移动 但我刚用出心灵剑法第二招 我就被对方打断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禁心灵剑法 是经过我不断完善的剑招 他居然在开始之前就找到了破绽 并只用了三下就将气破解了 那人用木棍抵住我的喉咙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要不要再来一局 此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取我性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考验我而已 这是为何 他到底是谁 对方此刻已经举起木棍 我心中猛然一惊 我曾经见过这招 而且还是数十次 莫先对阵剑 能够施展出此轨迹的剑客世间 独此一人 武汉第一剑 白项目 我遇到了出道以来的最强敌人 我的最强一击在他面前就如同杂栓一样 锦平一根木棍就将我吊起来打 而我也从他的剑招中认出了他是谁 那居然是中原八大高手之一的武汉第一剑白项目 据说达到一定境界的高手 即便不展露招式之心 站立不动也能展现出剑招 锦平剑的轨迹就能发挥出招式的纹路 这便叫做剑卷 由于这并非寻常招式 而是含有招义的剑卷 因此以那个孩子的水平是无法识破我的身份的 他肯定会这么以为 但我已经观摩了几十遍他的墨仙对阵剑 我非常清楚剑的轨迹 绝不能被他发现我知道墨仙对阵剑的招式 这是我在这场决斗中唯一的优势 我该如何利用呢 下一刻我就想到了刚才白项目队伍说的那句话 思虑太多即是优点 也会成为一种缺点 我当即决定不再多想 将身体交给剑卷 我毫不犹豫地从正前方钻进他的剑招 这让白项目感到震惊 因为我的举动过于冲动 显然是操之过急的判断 并且我的行动没有一丝犹豫 难不成他听进去了自己之前说的话 并立刻付诸于实践了 此刻我的动作和眼神里的杂念都消失了 我猛的一剑刺出 但被白项目两根手指轻松地接下 我连忙一招飞踢 紧接着我按向他的手戒力 此后一跃而上 心灵剑法第五招 流星落剑 这一击终于砍断了白项目的木棍 可还是被白项目两根手指接下 白项目夸赞道 很好 这就应该这样驾驭 真是太气人了 这把剑堪称是我此生最好的剑 但他竟然仅凭手指就能轻松破解 下一秒白项目对我的额头一点 我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而白项目转身便走同时夸赞道 徒弟培养得不错 白项目刚走出铁匠铺 他的身后就凭空出现了俩人 其中一人说道 拳宗 沈工匠消失了 自处打探一下 谭明水曾经到访过此处 黑衣人表示遵命 随后他看向白项目的手一过道 盟主 您的手出血了 白项目回应道 本想传授他一招 却不料反常刺身 真是得不偿失啊 黑衣人文言急切刀 何人干呢 在下立刻帮您报仇 白项目表示没这个必要 接着他问对方这次比武大赛 他觉得谁会获胜 对方文言脱口而出那自然事 但却被白项目打断 讨论那件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病得不是理所当然了会如何呢 那个家伙可能要紧张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赵成员叫醒 我问我晕了多久 赵成员表示自己也是刚醒 小弹剑告诉我大概两炷香的时间 确实没多久 连赵成员都很快就醒过来了 看来他并没有想伤害我们的意思 武林盟主武汉第一件白项目 为何他在讨厌我之后 又悠然自得地消失了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仔细想来白项目那时候 再观察铁匠铺内部 这意味着他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匠人并不是自己主动消失的 也不是白项目动的手 而是第三者所为 而且那人一定知道仿造墨仙剑的存在 除了匠人和我以及白项目 看见香炉里仿造墙的人只有他了 五血腥的二弟子狗上 能指使他做这种事的人果然就是他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这里貌似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了 我心中一惊 竟然是白页香和司马英 白页香怎么会在这里 时间回到半个小时前 司马英来到了登顶客栈 他要了三分打包东坡肉 司马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从刚开始就感觉到了奇妙的事情 此刻宾客如云 他们为何偏偏盯着自己看 自己的人皮面具又没有脱落 司马英感觉很不自在 所以他打算去二楼等着 可二楼更加诡异 明明很多人却非常安静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客栈该有的样子 司马英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 下一秒他就被书把剑包围 那人轻轻抬手道 味道还可以 你是少元辉手下的人吧 司马英淡淡道 你是那个名为白页香的女人吗 话音刚落就有一人规见向司马英砍去 但白页香让她坐下 他们几人便连忙退下 白页香问司马英是怎么发现的 司马英表示因为气味 我的鼻子很灵敏的 你身上的香非常名人 那样就能掩盖血腥味吗 白页香一把扯下人皮面具 是啊 我本想掩盖一下血腥味来着 看来你并不心疼人皮面具 都已经被发现了留着还有什么用 反正多的是 话说回来 我倒也不讨厌像你这样的美男子 说完白页香突然袭击司马英 但是我不喜欢你的眼神 欧友 你挡住了 怎么 不行吗 像霸道的白页香 居然说出了要和司马英与我一起共度春笑 就在刚刚 白页香与司马英开始交手 司马英一脚踢开白页香 随后借力向后跳跃 二人刚吻下身形 白页香的攻击就到达司马英眼前 短短数秒二人就交手了素饰下 白页香的手下黄毛健壮便想上前帮忙 但被一边的二狗拦下 在交战中 白页香撕下了司马英的人皮面具 白页香惊讶道 哎呦喂 那个家伙身边居然还带着女人 那几个龙套也当场呆住 随后全都被司马英的美貌所震惊 司马英淡淡道 自己的东西当然要自己看着了 因为我绝不允许我的心仪之物被他人夺走 白页香玩味道 自己的东西 那我们还挺像的 我也是那种一定要得到心仪之物的人 不过我看你不止一条命啊 可没有几个人在我面前出言不逊之后还能活着离开 司马英笑道 那看来我就是那几人中的一个 白页香也笑道 看样子你对你的实力很自信啊 司马英把手放在剑柄上说道 我所具备的实力足以让我大闹一场 你想试一试吗 那肯定很有趣呢 不过倘若你真有此意 恐怕早就对我发动攻击了吧 白页香舔了舔嘴唇妖劳道 你还挺有魅力的 你还有那方面的癖好 这个嘛 反正我对你不感兴趣 所以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你不过危险也要接近我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是吗 司马英心想 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人 但他比想象中还要不能小觑 接着司马英出声道 佛谈祖大人有消息想要转达给你 白页香走到我面前说道 听说你有话想对我说 难不成你改变主意了 我连忙白手道 不是那样我就直接了当问你了 血魔剑将从武林联盟被移到武当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白页香有些震惊 通过他的反应来看他果然知道了 不愧是武林联盟的义军师诸葛元明 看来不知我一个 只要是可疑之人他都要一网打尽 我问白页香香不相信这条消息 白页香伸手道 我认为只有五成可信度 但听了你的话后可信度降到了一成 白页香还真是聪明 我并未直接明示此乃陷阱 但他根据我说的话一下就判断出情报的可信度不高 白页香问我约他见面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件事吗 我表示没错 我们现在可以算成一条绳上的蚂蚱 白页香回应道 你能够认清局势 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接着他看到了地上的打斗痕迹 他问我跟谁打得这么激烈 我淡淡的 是武汉第一件 赵成员震惊道 那不就是武林盟主吗 白页香也有些意外 你和武林盟主交手了 我阴阳怪气道 拜我前面的某人所赐 你运气还真好 竟然有机会和盟主较量 真是羡慕啊 我有些意外 他竟然说羡慕我 认真的吗 对方可是被称作武林巅峰的八打高手之一啊 难道他燃起了斗志 欲于武林盟主一蹶高下 白页香回头对我说道 不过你从那个家伙身上尝到了甜头 为什么认为是我的责任 我回应道 因为将人消失了 白页香疑惑道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就是单纯的感觉 我表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这样 你手下的人看到了香炉里的东西 我记得他自称是五血腥的弟子 除了我只有他看到了香炉里的剑 白页香无所谓的 哦 被发现了 我问他有办法收场吗 盟主还会去找匠人的 白页香表示对方不可能大肆搜查 具体细节你无需知道 也对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那么多的 但我有一种猜测 用天机看到的剑身被染红 甚至还出现了裂痕的现象 这应该和那把仿造墨仙剑有关系吧 白页香表示自己也有话对我说 他指着司马英说道 我对他也挺满意的 我接受了 我有些发懵 你说随即送随 我挺喜欢你的 三个人共度春宵也不是为一种美妙的选择 我表示你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白页香却说自己并没有开玩笑 司马英反应了半天才明白什么意思 他大喊道 谁说愿意和你一起共度春宵了 你这是在装单纯吧 才不是呢 真没意思 我可不喜欢单纯的人 那也比脚滑的人也好 我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白页香会一直纠缠下去 看来我得出手干涉一下 我上前打断道 继续待在这里恐怕会有危险 但白页香却问我是怎么想 我有些无语 若你不想与我们同归于尽的话 还是现在就解散比较好 难道你怕有人跟踪 看来你真是时刻都为自己准备好了退路啊 我无奈道 为了生存吗 随后白页香递给了我一个东西 这是我另外拜托匠人的东西 既然在他手里 看来他的确就是劫走的犯人 盟主的追踪者我会负责处理 但给你泄露情报的人你的自己解决 因为若是我设下陷阱后无人中击 也是会怀疑的 接着他对我抛了个魅眼 这下我们俩清了 若是我下次在城外看到你 我可是不会放过你走的 说完白页香变离开了此地 这件事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及时 武林盟主 总军师诸葛元明 甚至还有白页香 在牵扯到如此多人物的情况下 我真的能够顺利夺得血魔剑吗 修好了修好了 时隔两年半小弹剑终于被修好了 现在的小弹剑成功地获得了可爱的丸子头 这是铁匠对我的回忆 就在刚刚 出去吃早饭的赵成元带回来了一个消息 昨晚武林联盟的人抓到了两个疑似 截走匠人的嫌疑 可那俩人居然互相给了对方致命匿击 并且在死之前还在闹市区 喊出了无双声没有忘记怨恨这句 这句话让周围的群众议论纷纷 我对赵成元的表现很满意 我都没吩咐他做这些 他就到处收集情报 他还真会给自己寻找活路 话说回来真让人无语啊 我一直在想他是用什么方式摆脱了盟主的追踪 没想到是使用了这样的妙招 小谭剑问我盟主会不会被蒙舔 我回应到他的目的并不是欺骗他 而是加剧混乱 他巧妙地把焦点转移至第三种势力 就算有九成把握不相信 但一成的怀疑也足以引起混乱了 这是奸细们的惯用手段 一旦面临被敌人抓住的情况 他们就会使用此招 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是何人绑架了工匠 所以必然会给他们带来混乱 但在这种方法的背后必然有人做出牺牲 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损耗手下 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仔细想来白莲下也这样 他也曾在逃离陆血骨时 通过牺牲几个人来转移注意力 这种做派的确非常像血姐 应该说是邪派 不过我虽然不至于让人牺牲 但要是我也会用这种方式转移视线 想把我起身前方军事部 接下来我也要想办法避免被怀疑 片刻后我来到了军事部 此刻的诸葛元明疲惫故义 他表示自己现在很忙 让我简洁明了地说重点 我回应道 我之所以来找你 是想起了不久前您说的话 当时您让我参加后起之秀的比武 以此甄别血教的奸细 由于我不属于武林联盟 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些是否妥的 我要故意表现出犹豫的样子 这样一来比直接开口效果要好多 诸葛元明表示不用害怕 有话直接说就可以 你可是负责正派未来的年轻人 我怎能轻视你的意见 我谦虚道 谢谢您能这么说 您当时不是说血教的奸细们的目标 包括血魔剑吗 诸葛元明文言顿时阴沉地盯着我说道 没错 我是那么说过 我居花一景 好紧张 他的眼神似乎能将我看穿 诸葛元明仅凭慧眼和智慧 就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境界 因此即便一丁点失误 也会让他找出破绽 我单干的 我觉得用我的方法能更容易救出奸细 那就是找出那些略显可疑的人 并向他们泄露情报 例如泄露他们所基于的血魔剑 被转移的时间以及场子 重要的是必须泄露假情报 而在我离开后 诸葛元明立即就下令 他要重整军师部的安保 因为我所说的计策 与他事先设计好的完全一致 很有可能是从某个地方流传出去的 除了书房的护卫武士 和军师部的主要人员 其他的人全部更换 除此之外 再派人跟着北影之刃和他的徒弟 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计策 当时亲耳听到的人 只有北影之刃和他的徒弟 他猜测应该就是 他们中的一人泄露给的我 说完他又派人跟着我 虽然只有一成的可能性 但如果这真的都是 我自己想出来的寂寞 这一切真的都是巧合的话 若我确实是他们这边的人 那么他想禀告盟主 将我培养成继承他的军师 这种人才他绝不能错过 片刻后我回到了客头 没想到我妹妹盈盈居然也在 我问他怎么来了 盈盈不悦道 我忙于龙凤之会和武林之会的诸多事务 好不容易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了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身为妹妹我来看一眼哥哥怎么了 我连忙解释道 我是因为高兴才这样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 盈盈却说自己有约了 接着他问我为啥这么写 不是说你是有名的三神星吗 我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盈盈解释道 此次大会的三位有力冠军候选人 被称为三神星 热亡霸刀的孙子陈伦 北影之刃的徒弟张明 以及南川剑客的徒弟邵云辉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别人 盈盈接着说道 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 今天早上武林联盟开会改变了第二轮预赛的进行方式 我有些疑惑 改变御赛的进行方式 在我重生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盈盈沉思道 说起来有点荒唐 第二天一大早 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了武林联盟的大练武场 此刻的我无比难受 因为这里的剑太多了 剑名让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将近七成的正派武林人士都喜欢那种 被称为万兵祖王 兵器之君子的剑 虽然我有所预料 但没想到会是这种程度 地旁的赵成员和司马英对我疯狂地加油 他俩还挺激动 这可是我的任务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我反击道 别嚣张 给我好好的 毕竟这是任务 牧师前方 马上就要开始了 站在台上的是武林联盟的二长老 华山泰梅花白剑浩阳真热 他大声喊道 极客气 后起之秀比武玉赛马上开始 这句话点燃了全场 后起之秀比武大赛 正式开始 明大会终于开始 我再次见到了上一世杀死我的凶手 并且他还嚣张地想要踩我博取观众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个够 在武林中最赫赫有名的比武大会是什么 在数百年前一个比如今更加混沌的时期 天下所有高手都会齐聚在华山争夺天下敌 也就是华山论剑 在那个时代 剑被誉为万兵之王 是武的象征 所谓的比剑最终论的是武学 因此被称为论剑 而现在比起提升某一特定武器的实力 更注重纯粹的练武 所以才会被称为论武啊 好讲究啊 这是正派特有的方式 但如今的论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分享武学了 如今论武已经沦为集结正派的工具了 我认为这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打会了 一个早已内定冠军的打会 真的能被冠以打会之名吗 第一轮预赛开始 规则是参加者在格式时尚留下招式的痕迹 比赛成绩将根据格式时尚留下的痕迹来评判 在四千余名参加者中 能够通过第一轮预赛的人只有五百 第一个上去的男子随意地对格式识挥了意见 随后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这个家伙名为李廷谦 他是通过后起之秀论武而扬名天下的 武当太极剑地宗禅真人 以及武汉第一剑武林盟主白项目 两位中原八大高手的共同传人 可以说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柔剑的最高造力 若想问鼎冠军 恐怕不可避免地要和他进行正面交锋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厉郎县的小马居 听说你运气不错成为了南川剑客的徒弟 由于你师父名声显赫你跟着受到了优待 你不觉得惭愧吗 我并没有打理他 对方见状更加嚣张 你怎么不说话 看来你有胆随意侮辱荆州武林之会的朋友吗 在我大皇甫世家的皇甫东贤面前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又是这帮家伙 他们到底给这个人戴了多少高帽子 才能让他这么肆无忌惮地找我查呢 其他的后起之秀都在看着 我还是不要直接回应比较好 随即我发动幻影 皇甫东贤立刻狂躁地喊着想要跟我打架 随后他的举动就被武林大会的工作人员阻止 并且将他强制淘汰 而此刻也已经轮到我上台展示 哥哥好好比赛 少小姐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 所以我就来给哥哥助威来了 而且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可司马英却逼而不谈 四兄第一必须拿下第一 在路上我听到了有人夸赞不愧是明门世家的子弟 我就知道了又有人展现了非凡的实力 我转头看去 那个家伙将格式十批成了碎款 他使用的是慕容世家的乾坤流水酒剑 他就是慕容世家后起之秀代表 慕容术 慕容术对我伸出手 就有人震惊到 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二位要在此竞争 这是冠军候选人的间接对决啊 见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恨不得当场杀死他 他是前世将我置于死地中的二人之一 他不仅欺骗我 甚至还将我剖腹杀害 现在还想利用我的名声博取关注 好啊 既然你想玩我就赔你玩得够 我抱拳接受挑战 我这个举动顿时点燃了拳场 盈盈高喊道 哥哥 打败那个讨人厌的家伙 司马英问盈盈难道认识对方 盈盈气愤道 别提了 我在龙凤之会经常能看到他 每次碰面他都会以巧妙的话术 对哥哥进行诋毁和指责 司马英文言顿时高喊道 司秀 弄死那个家伙 考虑到盈盈所说的奇怪的第二轮玉赛 我不能在这里表现得过于强大 但我背负着南川剑客徒弟的胜利 我的实力终究会在第二轮玉赛中显露无遗 若想赢得武林联盟和正派更多的信任 我不能展现出软弱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 面对慕容朔 我绝不能心慈手软 我将剑一把刺进格式石中 这个行为让慕容术心中冷笑 看来这个家伙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厉害 我运气先天真气猛然用力 瞬间狂暴的能量 就以龙卷风的姿态席卷格式石 直接将格式石击穿了的大洞 盈盈和司马英顿时激动的为我欢呼 其他人内心也是震惊不已 让他们不禁感叹这次大会怎么会有这么多怪物 我这次用的是剑绝 我将竹亚回剑以剑绝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白象墨仅用剑绝展开招式的画面 我已通过天机观看了数十次 在实际体验的过程中 从中领悟到了精髓 尽管尚未达到能在实战中运用的水平 但我可以在静止的物体上施展 他最终成了你的陪衬 这下应该足以让他明白 抛开内功和武威的境界 仅凭剑的技巧他完全无法和我相提并论 我总有一天会报仇的 但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得专心执行任务 就在此时又有一人将格式石劈成了两半 他没能劈下去 到最后见庭了一次 也就是说 虽然此人比李廷迁略逊一筹 但也不亚于他 我听到了有人议论 风亭门竟有那种后起之秀 简直就是个怪物 我第一次听说风亭门这个门牌 在我重生前 此人也没有成为筷智人口的话题 也就是说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白慧香那边的奸细 大概是因为此人实力最突出 所以才会派来比武吧 就在此时他居然对我传音道 邵云辉 别看这边了 看来你周围差不多有两个爪牙呀 我听说了关于你的事 像你这样的人才完全有资格当小姐的配偶 我有些无语 大家为什么都不尊重我的意见 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明大会终于开始 我见到了白慧香派出的奸细 可没想到那奸细居然主动对我传音 他表示他听说了我的事 像我这样的人才完全有资格当小姐的配偶 原来就在不久前 他在白慧香那得知了我的实力里 他应该不相上想 而且他也听说过我 他知道我是四尊的徒弟 曾经击败过二尊的两位徒弟 接着他就听到了一个惊掉他下巴的消息 白慧香悠悠的 在拿到血魔剑合并本教后 我要与少云辉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因此他特意观察了我 他发现小姐会有那种想法也是理所应当的 毕竟我小小年纪便拥有能够展现剑局的五位 无疑是一个前途海量的人才 作为敌人是相当棘手的 接着他对我自我介绍道 我是一尊的徒弟全涌下 我有些震惊 我只知道他是白慧香的人 没想到还是一尊的徒弟 一尊破血剑地断灰僵 这个老怪物是现在血教中最强的高手 连一尊的弟子都参与了这场敌武 这足以说明夺取血魔剑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全涌下继续说道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加入我们吧 本教之人的内斗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吗 若你师父能一同加入那就更好了 反正包括你在内的女方参赛者 在我们面前都毫无胜数 剑中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 我冷声道 你还真是自信啊 全涌下回应道 你还真是固执啊 不过也是 如果你是那种只用几句话就能笼络的人反而会让我失望 那就祝你好运吧 而此刻场中又响起了欢呼声 那个乞丐还挺厉害的 那就是有名的降龙十八掌 此掌法果真厉害 场中的人正是赵成元的一生之敌 现任丐帮帮主的儿子洪杰克 赵成元对此心态有些炸烈 导致我们在一旁等了他半天 我问赵成元让他打听的事情打听清楚了吗 赵成元心不在焉地告诉我对方在一阵地去 可下一刻赵成元就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 我连忙一把接住他问道 小心点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是因为红杰坎吧 眼下你应当集中精力去完成任务 至于报仇一事 我会压上我的名誉去帮你实现 赵成元表示明白了 必帮的司马英暗暗心想 赵成元这小子原来还有那种方法 竟然为我提供了如此绝妙的想法 气了 乞丐 想把司马英就张开双臂向前倾倒同事嘴里喊道 啊 这里有尖尖的石头 我要摔倒了师兄 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了自己被人一把搂子 哎呀 你没事吧 这么没你的连单要是收了三个怎么办 片刻后我来到了乙真地区 刚一进来我就看到了一道人意 他在这里 这次比武与重生前不同 日程发生了提前 所以我还不敢确定来了 幸好来找他了 明京人 他是在正邪两派发生大战时 无数门派惨遭面门之一的昆仑派最后的传人 上一世明京人以复兴昆仑为己任 参加了后起之秀的比武 他的目标本来是冠军 但却在八强赛上与李平千相遇 而后败北 在那过程中发生了几件事 在比武过程中因人皮面具受损 明京人隐瞒身份的事实被公之于众 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而且面对强敌李平千 他甚至展现出了昆仑派的武功 导致比武中断 由于他使用了已遭面门的昆仑派武功 反而被误认为是邪派的奸细 此事一旦激起千层了 后起之秀 比武因此暂停了三天 倘若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管他是血魔剑还是什么 他肯定会忙着逃跑 我伸出手说道 你还是那么厉害啊 好久不见了 三十多岁的人竟然戴着人皮面具 参加后起之秀的比武 你还真是胆大妄为啊 明京人公子 明京人见状一把上前将我抱住同事嘴里说道 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接着他在我耳边低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知道些什么 我淡淡的 城墙上一名 比武参赛者之间两名 后方一名 共有四名监视者 请你行动的自然写 他们都是监视你的人 而事实是这些都是来监视我的 明京人问我为何要告诉他这些 我们今日第一次见面 没必要帮他 我回应道 问候有些迟了 我是南川剑客的弟子邵云辉 情况不妙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 为了昆仑的复兴 你在深思熟虑怎么样 明京人震惊地问我怎么会知道 我淡定道 请看前方 连我都知道你是昆仑最后一位幸存者 难道你认为将武林一分为二的庞大势力 会不知道你的存在吗 明京人握紧双拳咬牙道 那他们是在装作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昆仑派被黑道屠杀的 那一夜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心知不明吗 武林联盟明知道那件事 却选择了沉默 我回应道 很可惜地告诉你 应该是的 明京人愤怒地骂道 这群混蛋 昆仑比任何门派都向往善当 争作善名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会碍到武林联盟的眼 我表示大概率是不喜欢 昆仑派不顾正式的做法 我也不知道详细的那人 随后我一把握住小弹剪 将他扔在了我身后的一个男人脚下 先把监视者甩牌 我们需要长弹 我上前问道 请问你是在跟踪我吗 那人慌张道你在说什么 我回应道 别装算了 我的朋友告诉我 包括你在内的四个人 一直在暗中观察我 我在问你这是不是真的 你们是不是血叫的势力 对方反驳道 请停止无端的猜疑 我是负责此次比武大会的 武林联盟的武士 我淡淡道 不是就不是呗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是血 那人一把捂住我的嘴慌张道 在这里为什么要提血 我是说你为什么突然提起那个 我回应道 那你为什么要监视我 我可以确认一下 你究竟是不是武林联盟的武士吗 在一番交谈后 那人嘴里嘟闹着 你这是在滥抓无辜 我就是路过而已 与此同时 其他监视者也都一同消失 我看向明镜人说的 都解决好了 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武林大会第二轮比赛开启 多位后起之秀将同聚一个擂台 最终留下的那位将会取得胜利 在第一轮比赛中靠前的人率先登台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 下一个排名的后起之秀 便会上台与其展开对决 给予强者限制 给予弱者机会 能够突破这一关的强者 足以证明自身拥有出色的武威 而对于那些中小门派 或者相对较弱的后起之秀来说 这是一个可以扬名立万的机会 但话虽如此 这就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这就是在明目张胆地 牵制上位圈的后起之秀 就在刚刚 我以南川剑客的名号说服了明金人 明金人按照我的请求 放弃了后起之秀的笔物 小谭剑表示此举 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扑平了路 还做了好人好事 同时为我们增添了一张有力的筹码 真可谓一箭三雕啊 不过是不是好事我就不知道了 在前世确认过明金人身份的武林联盟 也曾向他承蒙 会帮他复兴昆仑派 此后他便带头与邪派进行斗争 江湖中人称他为昆仑独演明金人 我也说要帮他复兴昆仑 只不过主体从武林联盟变成了我而已 铁剑出声道 云辉 你不用谦虚 虽然明金人本人没有察觉到 但你的行动是在助他坚守昆仑的理念 不是吗 尽管你总说追求实际利益 但其实你比任何人都要尊重他人 是吗 这只是巧合而已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的武林联盟军师部 诸葛元明大笑着说道 他竟然以这种方式让本军师吃了苦头 前来汇报的青年文言表示 自己会在找一些更厉害的人跟着少云辉 诸葛元明摆了白手说道 算了 无需再找人跟着他了 他就是在捉弄我们而已 那青年不懂为何要说捉弄 诸葛元明解释道 你觉得少云辉那孩子真觉得 坚持他的人是血脚的奸细 他会坐以待毙吗 若是那样他必定会马上向我禀报 或是直接采取行动将他们抓住 那青年结巴道 也就是说他已经发觉了那些人是军事部派去的 诸葛元明表示没错 他竟然以这种方式让本军师吃饼 他不仅聪慧过人 而且形势果敢 青年出生问道 那您是否会收回对少云辉的一程怀疑 诸葛元明回应道 现在还为时过早 但等第二轮预赛时应该就能得出结论 时间来到第二天 第二轮预赛开始 场中摆了16个擂台 片刻后场中就传来了收到令牌的后起之秀 请聚集到标有甲乙丙丁的擂台上 我的令牌是丁 也就是说上一轮我一第四名的成绩通过 比我成绩更好的三人分别是 第一轮预赛第一名 八大高手共同传人李廷谦 第二名风亭门泉涌下 第三名热亡霸刀的孙子陈龙 第四名南川剑客的徒弟邵云辉 我只觉得头很淡 我已经开始觉得疲惫啊 之后我要与近30名的后起之秀一决高下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高台响起 正如之前所述 第二轮预赛的规则是每隔一段时间 下一个名字的后起之秀就会上台 那么我宣布 第二轮预赛正式开始 请各个擂台上的第二位后起之秀上场 紧接着我的擂台上就走来一人 他上来就对我传音道 你就是四尊徒弟邵云辉吗 让我来探探你的实力吧 他是五血腥的徒弟上贤民 没想到一上来就碰到了白茴香的人 不过这样也好 毕竟尽早落选更为有利 歸邵云辉 这叫什么事啊 计划完全偷乱了 我到这时才反应过来 这么一看台上的大多数后起之秀 都是我和赵成员曾怀疑是白茴香那边的奸细 奸细们聚在一起是巧合吗 我心中已经 转头对全永夏传音道 你那边的擂台上也是相同的情况吗 全永夏回应道 你说也 看来我们的处境都不容乐观啊 我这边也有大量的奸细聚集于此 大多数的奸细都聚集在了乙和丁两个擂台 这绝不是巧合 而是有人故意篡改了对阵鸟 能够做手脚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乙军是诸葛元明 若是在对决中未尽全力轻易放过对手 那此人极有可能是奸细 同样 若是不易拖延比赛 或者是试图以分批次的方式处理其他后起之秀 这也可能是奸细所为 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会受到怀疑 即使为了避免怀疑而选择牺牲 最终能够晋级的也仅仅只有两人 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吧 此人的手段真是高明啊 若不是以格式时的成绩排序 恐怕大家都会聚集在同一处了 来不及多想 比赛已经开始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上弦明心中自信满满 他要解决掉基于小姐的矛头小 小姐的夫君之位只能是自己的 但是他不能立刻将我置于死地 因为这样一来后面的人就会戒备他 他至少要施展出十招以上 他观察到我的气势只有出入巅峰 他不仅有些愤愤 堂堂四尊徒弟竟然这么弱 随着一声开始 兴奋地朝我冲来 我不慌不忙地抬起左脚 随后猛地向前踏出一步 上弦明当场傻眼 他没想到我竟然隐藏了实力 我直接用出了权力的竹亚回剑 瞬间就将上弦明先飞 上弦明内心懊恼不已 他轻敌了 所以他绝对要用权力了 但我却出声道 请下一个上来 上弦明文言恼怒道 你说请就请 胜负还没定下来呢 你不要得意忘心 你只不过是侥幸击中我一下 我只向地面说道 你好好看看下面 与此同时裁判的声音响起 丁擂台二号后起之秀 上弦明应出现败美 上弦明有些崩溃的仰天怒吼 而我毫不在意 我还得应对三十余名后起之秀 既然如此 我要尽快将他们逐个击破 避免同时与两个人以上 同时交战的情况发生 下一位后起之秀是宋佐白 此刻宋佐白内心想到 我宋佐白 按照计划应当与少云徽的交锋中 先来回国几招再被打败 可是云徽这个家伙 根本没想让着我